的標準是起碼要做到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所以君子雖然還有起心動念 但是他一心未功 出發點都是為眾生著想 所以這個是君子的典範 我們的老師 我們在道場 前輩們要求我們 修行起碼要讓自己達到一個君子的標準 但是想想我們自己 在這個人世間被人稱為君子的人都很難得聽到 這個人是君子 這個人不得了 你看頂多是一個善人 頂多是一個好人而已 我們在世間很少聽到誰是君子 更不用說是聖賢人了 那所以呢相當不容易 那麼沒有達到君子的標準 他講的話你不要去聽 因為他講的話他自己在講什麼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有什麼資格來講民權 這個人權民主 他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耶穌基督在被盯上十字架的時候 還祈求主原諒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你看把一個聖人盯在十字架上 那麼他們在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想起來那種畫面會覺得荒蕩不堪啊 這些人怎麼那麼惡劣啊 這些人怎麼那麼污濁啊 怎麼會把一個聖人盯在十字架上呢 但是呢 耶穌基督即使到了現今的時候 還是一樣會這樣 也許呢會用更 更加慘絕的方式被處罰 這個就是人心啊 人沒有辦法推幾級人 是因為他的修為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 所以他這個老師這裡叫我們推幾級人 幾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們沒有辦法把自己好的推給別人 因為自己好的標準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認為不好的我不要推給別人 至少不會傷害到別人 所以空老夫子這句話呢 幾所不欲勿施於人 幾比幾之所欲必推之於人 這個話呢 更有道理更有意義 那他又講推道 推展道物則得宏 道德能夠弘揚 推展道物 那我們今天 要把道推展到全世界 那推展到全世界 我們必須要清楚 不是說每一個人來求道 這樣事情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去柬埔寨的道場 那麼看到很多人來求道 那個人來求道的人啊 若譽不絕 那個人之多啊 實在是不可想像 而且都不用出去度人 他們在那裡聽說有台灣的人要來了 我四處去廣播 那麼所有的人啊 聽到這些廣播 就馬上來這裡 說要拜拜 那麼他們知道要拜拜 並不知道要求道 那求了道之後呢 那求了道之後呢 做什麼 也不曉得 我們也沒有做成全的動作 那麼在那個道場 在柬埔寨這個大廟 晚上呢 做一些小朋友的教學 唱歌 就做這些 那他有教化的作用嗎 有教化的作用 不過畢竟就是說 這個教化的作用沒有那麼大 我們雖然度了那麼多人啊 但是成全的功夫啊 卻是唯不足道啊 所以推展道物啊 一定要自己 道德充實 學問充實 然後呢 你再來推展道物 那麼這樣呢 才有那個 扎根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你自己 要能夠了解 自己心性 的圓融 自己呢 真主人的流露 那一份良知本性啊 你已經證悟到了 那你已經證悟到了 了解到人 那一份道體 的不可思議 至高無上 你願意呢 把這種道德 把它呢傳輸給別人 讓他呢也成就 聖賢君子的典範 這個才是推展道物 我們今天呢 這個當務之急 那一份 即得度人 即得蓋大廟 這個呢 並不是 先佛所樂見的 你度了人 你沒有成全 那麼 你度的人 只有讓他更怨你而已 他的九權七祖會怨你 因為你沒有成全他 你把他把他引進來了 結果呢 你不叫他修行 有這個機會了 結果他沒有成就 那他九權七祖不怨 你怨誰啊 所以一定會怨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知道啊 今天你要度人 你要有一套成全的體系出來 就好像呢 你在教化這個 小孩子一樣 培育小孩子 從小學一直 一直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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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到大學 讓他可以獨立自主了 然後讓他呢 可以加入修班的行列 這樣呢你才叫做 真正的推展道物啊 你把他求人 你把他求道 結果求道完了 什麼都不管了 或許自己在以前的 以前道場上 也犯了很多這樣的錯誤 那因為不曉得怎麼去成全人 可是呢 喜歡去沾那個名 喜歡去沾那個公 名之為推展道物啊 其實呢 是為了自己的名 自己的利 自己有飲保師的名 有這些講師的名 自己呢 賺到這個 這個推展道物的功 這個德 結果呢 完全不知道 良知本性的作用 只是呢 人云亦云 人作亦作 結果呢 我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自己的良知本性都沒有流露出來 自己的脾氣煩惱也沒有去度化 結果呢 你想要去度化別人 一忙引重忙 那不是更嚴重嗎 你自己在做什麼你都不知道了 那不是更嚴重啊 所以今天 要說祭祀就為大同 你沒有在你的人根上 做人的基礎工夫上 好好的把它下好 跟夫妻關係處好 跟父子關係處好 跟這個長幼朋友之間的關係處好 你如何立人根呢 你如何推展道物呢 再來就是說推孝 立犯者得成 推孝 孝是所有德性的根本 我想我們在道志中子已經強調 很多次 那麼老前人 在所有的德目中 也讀推孝這個字 他說孝呢 包括所有的德性 孝地中性禮義廉止 只要一個孝字做到了 其他的七個德目都做到了 所以推孝呢 是今天呢 我們推動道物首要的一個做法 我們家庭裡面就是 父子有親這個親愛的這一面 失去了 那父子都沒有親了 如果你想要做到夫婦有別 那更是男上家男 父子沒有親 結果呢小孩子 教育出來的 已經是呢 人家說禮禮禮禮禮 來到社會上去 當然也是一個淋淋落落的人格 那這樣的人格在社會上跟人家 跟人家做人處事 結果呢 處處傷人 處處碰壁 惹了一大堆的這個是非人我 那麼世間越來越亂 那不是從家庭出來的嗎 父子關係沒有處理好啊 那父子關係首推呢 就是子女的孝道 子女的孝道 比父母親的這種 這個慈愛之道更加的重要 因為父母親是長輩 他畢竟呢已經給我們的 這個時間精神還有肉體 他已經給我們 我們今天有能力來講述這件事情 父母親給我們太多的恩德了 所以儘管父母親 他沒有做到這個慈愛 我們還是要做到孝道 那這樣呢才是做人子的根 你這個人根立了 你這個家庭才會圓滿 家庭不圓滿 社會就不圓滿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祭師皆為大道從哪裡祭 從家庭裡面祭 家庭裡面呢 就要從這個孝道先做起 現在世間人普遍沒有在做孝道 沒有行孝道 孝道淪落了 孝道淪落了 結果呢你師道也成就不了 孝道跟師道是都很重要 但是呢孝道更為根本 以前說忠孝兩全啊 忠孝這個不能兩全的時候啊 一孝作忠 但是呢現在的社會啊 我們要想想一孝可不可以做忠啊 以前的孝是因為呢 這個沒有辦法同時照顧父母 也沒有辦法經過到這個朝廷上的事情 人民上的事情 所以人民的問題呢 更大更重要 所以一孝作忠 那現在不是這樣子啊 現在不需要你一孝作忠啊 我們每天可以生活在家裡啊 每天可以跟這個父母親相處在一起啊 所以孝道沒有做好 你如何把忠做好呢 你做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 這個推動世界大統 首先孝道要先把它立足起來 你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不管是哪一個種族啊 你通通要講孝道 你即使是原住民啊 原住民你也是要講孝道 孝道沒有了 你這個原住民也沒有了 這個我們要清楚 所以中國人為什麼自古自今 一直強調以孝道治國 以孝道呢為人倫的根本 以孝道為一切德行的這種原始 的基礎啊 我們想到這個孝啊 真的是不可思議的 孝是一條金線啊 所以你以為一條金線是什麼 你以為那個道統是什麼 是孝字 我們說孝你看 從老母 孝不是一個老字嗎 一個子字嗎 那那個根源不是老母嗎 不是上帝嗎 那那個根源一直到這個無窮的子孫啊 這樣才叫孝 所以敬孝敬於無聲母 敬宗敬於彌樂天 那麼你敬孝 同時就是敬宗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公司裡面 在團隊裡面 到底這個人 對我的忠誠度怎麼樣 對老闆的忠誠度怎麼樣 其實你只要看他的孝道做的什麼樣 你大概就知道了 西方的企業家 西方的企業家認為 1%的忠誠度 是99%的管理 也就是說 用這個忠誠度 可以管理整個公司的這種業務制度 但是忠誠度是怎麼來的 忠誠度不是要求來的 忠誠度是從這個家庭裡面 人根裡面確立出來的 培養出來的 所以在小孩子 在小的時候就要去教育他 你父母親你就要去觀照他 你就要去灌輸他 那父母親怎麼教呢 要以身作者的教 父母親就要做到 耳人孝順兒子笑啊 點點滴滴看眼前 你孝順兒 你的兒子就會跟著孝順 你不孝順兒子就跟著不孝順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點點滴滴看眼前 就是屋簷漏下的水 滴落下的水都是同樣一個地方 你看到屋簷的水掉下來 都是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要知道 你怎麼做 你的孩子就怎麼做 這也是推孝的道理 推孝立親 推孝立犯 推孝到立下這個點範 是得逞 你道德才會有所成功 這個是孟子說推恩出於保釋海 衍生道 這個恩的意識呢 有無量無邊的意義 那這個根結的重點是孝道 所以我們對於講孝道 不遺餘力 我在年輕的時候 父親就過世了 那我跟父親的關係呢 也不是很好 就是說 父親呢 常常不在家 跟爸爸講沒有兩句話 沒有重要的事情呢 見面也不講話了 所以呢 那個圓很薄 那跟母親的圓比較深 那母親呢 做牛做馬一輩子 把我復養長大 讓我能夠讀大學 然後我很幸運 讀了大學就進入了火師團 就修道 可是呢 我對於母親啊 這一層關係啊 還完全不瞭解 我說完全不瞭解 不是說有一點點不瞭解 是完全不瞭解 不曉得說這個孝道的重要性 那我這個人呢 又是呢 人家說一個水感一個字 不愛講話 尤其這是人情世故的事情 要去找人啊 要去拜訪人啊 這些人我是非常不願意去做 所以點傳師大概也對我這個人搖頭 點傳師對我那麼好 結果呢 我都不願意打電話去他們 他們家裡面 因為我總認為打電話 問好之後沒有話說了 很尷尬 不曉得要講什麼 所以呢乾脆不要打 就過年過節我從來也不去 問一下點傳師 向點傳師請安 那對於母親呢 也不會去打電話 除非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然呢不會打電話給母親 家庭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做到了十足的不孝 好了 母親年老了 不能夠做了 每天呢只能夠 坐在輪椅上 四肢也不良於行 結果需要人家照顧 需要人家照顧 那兄弟呢 沒有人願意照顧 每一個人都忙 那我要把他接到我家來住 我家在雲林 結果呢 媽媽也不願意 媽媽只願意在家裡面 那家裡面呢 沒有人願意照顧啊 所以家裡面的兄弟啊 只好把他送到 這個安養中心 把他送到安養中心之後 他還能夠做什麼 他已經不能不良於行 還能夠做什麼 只有望著天花板屬日子 那是多大的無奈跟悲哀啊 你看為人子的 一個修道人 他沒有辦法做孝道 沒有辦法行孝道 是這麼樣的無奈 但是呢 事情無奈啊 你的心境是什麼樣 心境是不是 真的想要去孝敬父母 我也沒有做到 我是十足的不孝 所以在孝道上 我是有很大的過錯 一直到老人家 回去了 我總是想說希望呢 能夠有一些功德來回向 可是呢 這完全是沒有意義 生前不知道好好的孝順 死後呢 要做什麼功德 都沒有用 雖然在火師團 跟著道場 但是呢 母親能夠沾多大的光呢 那所以想到這件事情 後續才知道說 這個孝道啊 是很難很難 所以孝道成就的人 這一輩子就成就了 所以孝道為什麼那麼重要 那就是呢 老前人一直在強調 你一個德性做到了 所有德性都能做到 所以今天孝道淪落 是整個世界的傾向 世界傾向是這樣子 所以呢 家庭就亂了 社會就亂了 世界也就亂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 既世界為大同 實在是這裡面的德目啊 好好的分析啊 是講也講不完 但是呢 我們必須確立清楚 既世界為大同 你就是要從孝道做起 從這個原點做起 那就對了 從這個人根做起 那就是正確的 其他你不要講什麼 這個清淨無為 什麼心性的道理 你不要講那麼多 你就是把孝道做好 其他的你就會慢慢具足 你孝道不做好 你光去探究那些心性的道理 那些無為的這種 玄妙的理論啊 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為什麼儒家收緣 儒家收緣是說 叫我們把人倫做好 把三綱五常五倫八德 這些人根的道理啊 落實在社會上 然後落實在這個國家天下 這樣呢 國家天下呢 才有一個軌道的秩序 才有一個禮法上的運轉 不是每個人都回去極樂淨土啊 這個世界沒有人管了 世界沒有人管了 讓他自生自滅 這個是非常消極的做法 那唸佛的人當然認為他不是消極 各位千千 大家早安 道知宗旨 今天講到第十七句的經文 己利利人 我們聽說 孔老夫子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那麼孔老夫子 他一生的修行的這個依據啊 就是在做人的德目上 那但是呢 這個也有一個時間上的變化 年齡上的變化 也就是說 隨著年紀的增長 那麼他必須呢 有近一層的突破 那這一層的突破呢 代表一種修行的功夫 那孔老夫子 他給我們人 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那三十而立 你看三十歲 正好是一個人 最青春 最光滑 最精粹的一個年代 那如果說我們把 那如果說我們把 人的一生 分為四季 那麼春天 就是 零歲到二十歲之間 夏天呢 就是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 你看 你看春天 這個 春雨下來 然後呢 滋潤萬物 萬物呢 準備呢 這個蓬勃發展 但是真正 真正蓬勃發展 要等到夏天 所以二十歲到四十歲 這一段過程 正好是大地呢 蒙動 大地精緻 整個萬物 欣欣向榮 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四十歲到六十歲 這個就是人的中壮年的時期 中壮年的時期呢 那這個時候呢 事業有存 享受的年輕人 年輕的時代 所努力下來的成果 那麼呢 不用像夏天那個時期啊 要拼命的去蓬勃發展啊 拼命的去 去努力業績啊 創造事業啊 這個時候就是收成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說秋收 那這樣的一個秋收的時期啊 是一個太平的年代 是一個無事的年代 秋收之後 農民啊 大家都在田裡面 準備冬季的食品 冬季過冬的食物啊 所以大家呢 都是啊 歡慶年年啊 準備過冬啊 所以過冬是要有準備的 那麼你看 這個六十歲到八十歲 那就是冬天的時期 人走到了這個冬季的時期 那冬季呢 代表的 萬物收束 萬物凋零 整個天地呢 停止冰封 這樣的一個 現狀 那即使沒有下雪的地方 那也是呢 這個大地呢 一片的這個寂靜 那這種寂靜呢 就給人一種澄清 這個定 淨綠的這樣的一個 心情啊 可以讓人 在下一個季節裡面 重新出發 那麼如果人 能夠活過八十歲 那他就一個新的一個 年代的輪迴又開始了 所以八十歲的人 就好像呢 這個小孩子一樣 所謂煩惱煩童啊 那我們都希望煩惱煩童 我們也希望呢 自己 有那個 壽命 能夠活過八十歲 然後呢 繼續的 在修學的路上 有所突破 那這樣看起來 我們如果 少年得志的人 晚運不佳 那這樣呢 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因為老年人已經沒有體力了 即使有心 想要創造事物 想要打拼事業 但是呢 心有餘而力不足 所以呢 我們不期待說 這個 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如果呢 能夠讓你安享晚年 那當然呢 是一個很美好 很圓滿的一生啊 可是想想 人的一生 哪有不經過奮鬥 就憑空得來的呢 不經過奮鬥就憑空得來 這種呢 也是有啊 但是呢 這個在 過程之中啊 他們就比較沒有體悟到 那一種 人生 所需要面對的 那一種困頓打擊 以及呢 各種的這種 毀謗批評 乃至各種 吹折啊 那所以 三十而力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時間點 那這個時間點呢 孔老夫子給我們做示範 是你起碼呢 在三十歲 你要有力 那力是什麼 力就是一個力足點 你要有那個力足點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力足點上 你可以安身立命 你可以頂天立地 你可以跟整個人 天地萬物 共處 的一個力足點 那所以這個力足點 對自己來講 是很重要 那麼如果說 你的力足點是父母親給你的 是祖上給你的 那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力足點 但是呢 要保有家業 保有這個祖上的德 所以你要繼續的 幾利利人 我們不要讓父不夠三代 這樣的一句話 成為我們的魔咒 父呢就要繼續的保持下去 讓他父更有貴 貴 富貴雙全了 你還能夠得到 青紅雙響 你還能夠得到這個 天爵 所謂 人爵 爵有天爵貴 公民爵有道名高 這句話 人爵 就是我們人世間 的這個 官路 富貴 那這些公民利路啊 這些是人爵 是人給你的 是後天的福報 那天爵呢 天爵呢 天爵是我們在天上的 一個 一個這種 神位 也就是說我們 佛菩薩 所正德的 一個位階 這個是天爵 那人爵的福報 是比不上天爵 更不用講 他的那一份 清靜自在 但是我們在人世間啊 講的都是跟人有關係的 我們每天所處 所言所行 都是跟人的互動 那如果把人抽離了 你講到幾粒粒人 那個也沒有 立早點 也就是說這句話也沒有意義的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 你還在 深山鼓洞修行 你還在這個 廟裡面 敲塔唸唱 那麼呢 這個已經不是符合現代的時機 那不是符合現代的時機 你連立都沒有 更不用說要立人了 你看這個飛機 它還有一種 這個立足點 也就是說它的航道 飛機的航道 只要呢 它根據這個航道而飛行 那麼就能夠達到目標 船 火車 火車有軌道 船也有它的航道 那麼只要靠著 依賴了這個航道而走 那就可以走到目標 那人也有一個目標 這個我們人的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回歸本位 如果說你把目標定在呢 我要當總統 我要做董事長 那你的志向未免太小了 你的目標呢 太近了 如果說總統啦 這個董事長啦 這些 這些人的福報 都比不上先佛菩薩 那麼你為什麼不求 那種永恆的樂壽呢 為什麼不求那種 光明清淨的本來面目呢 所以人的航道 就是人的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其實這個我們就一再的強調 你把人的標準做好 你就可以立在這個標準上 好好的來成就你自己 包括你要追求的這些 人世間的公民利路 你都可以追求的到 那麼你如果說你命裡有的 那麼你就會擁有那麼多 你命裡沒有的 你就不會擁有那麼多 也就是說你命裡有一千萬 那麼這個一千萬呢 你還必須去 在你的立足點上 好好的去努力去奮鬥 你要去申請 像老天爺申請 申請你的福報 讓你這個人世間 能夠享有你之前所奮鬥下來的那一點福報 繼續在你這一次裡面用 但是呢也有可能福報 你所申請的福報啊 它不是全部給你 譬如說你申請的福報是一千萬 但是呢老天只給你五百萬 那這另外五百萬也是你的 但是呢暫時不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要看你的心念 你的度量還有你的修為 來訂定你可以享有的福報 那所以老天認為你的你的修為 你的信量還不夠那麼大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給你完全的福報 讓你下一輩子再繼續擁有 這一輩子不完全給你 那還有啊 就是你去申請的這個福報 那麼要看你怎麼申請 你的申請如果是用正當的手段 就是你去奮鬥 你去努力 你去正常的去公司上班 賺錢 這個就是你該有的福報 甚至你做董事長了 你去跟人家做業務 你賺多少錢 這些呢都要透過人事間的努力 去申請 該有的該是你的就會給你 所以呢你根本不需要操心 但是說你不是說你不用努力喔 你還是要努力去申請 因為老天會依據你努力的程度 來給你多少福報 一個人一千萬 假設一千萬的話 那麼你這一生 你怎麼努力就給你多少 有的人是早給 有的人晚給 有的人平均給 早給的就是我們說的少年得志 結果呢晚年七場 落魄不甘啊 那這樣呢 還不如說不要那麼早給 所以老天有一個衡量的尺度啊 那麼這個衡量的尺度呢 看你的心的變化 那你會說老天到底是誰啊 誰在阻擋這件事情 沒有人在處當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你的念 你的波動 你的那個磁場 你的磁場感應到整個萬事萬物 然後呢它所回饋給你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是因果 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呢 因為太過微妙 這個微妙的變化 剎那剎那在生命 人的這個智慧啊 一死還沒有辦法領悟到這種現象 但人的智慧本來是圓滿具足的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領悟到這個現象 也就是說你的圓滿智慧是還沒有達到圓滿具足 那要誰才可以呢 只有佛菩薩才可以 瞭解到整個因果現象 所以有一句話說 理不出心性啊 道理的理 這個道理啊 不出心性啊 人的心 人的性 它那個變化 都是在剎那剎那之間 性是不動 可是性會受的這個心的干擾 性會因為心的干擾而呈現出各種喜怒愛樂 貪生賜愛 所以心性的變化 都是 那個理 對理的認知 有多深 有多淺 那是不出因果 是呢 就是人世間的各類事情 我們說 人跟自己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人跟自然的關係 我們說過這三種關係啊 就是道之中子 所強調的三條路線 三個範圍 通通包括了 那道之中子呢 以儒家的修史為主 所以呢 通通把這個 收納在道之中子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照著 道之中子的每一條經文 立志去實踐 做一條就得一條 做了圓滿了 那你就成佛了 所以今天講到幾例立人啊 我們要想到自己的立足點在哪裡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公民立路 這個福報的問題 如果說 你所申請的 不是正常的手段 你用不正當的手段 你用呢欺騙拐蒙這個 方法 得到錢財 你要知道 這個錢財也是你的 本來是你的 結果呢 你用不正當的手段 來得到你應該得的錢 所以呢 整個 新的變化波動 已經產生了壞的影響 你本來可以申請到一千萬的 結果呢 已經打折了 可能打到對折 也可能打到兩折三折 你只有申請到五百萬 或者是說更少 只有申請到兩百萬三百萬 可是你本來有一千萬 那你用這種 偷便欺詐的方式 結果呢 你得到兩百萬三百萬 你還很高興 你不曉得說 你可以申請到一千萬 所以這個 事理啊 是不是很微細 很微妙 這個誰 任誰也沒有辦法清楚這個道理 只有佛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所以 釋迦牟尼佛 視線在我們的世間 他把這個出世間的事情 理相因果通通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了解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再來 這個 站穩這些立足點 好好的來修行 那麼我們必然可以成就 好 必然可以成就 那所以現在雖然不是說弘揚旗 來應運 弘揚旗已經過去了 但是呢 他的那個理事因果 那個道理都還在 都還是需要我們去遵守 所以為什麼有一句話說 君子樂德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啊 君子很高興做他的君子 因為呢 他知道很多事情 不可以強求 不可以呢 這個欺詐 偷騙 這些行為呢 不是君子的行為 君子坦蕩蕩 所以君子所做的行為 都是光明正大 這個直來直往 他不會跟人家 用什麼心機啊 這個是君子 所以君子所 所得的福報 雖然只有一點點 他努力去辛苦 申請 結果申請了 都只有一點點 你看孔老夫子的弟子 有誰富有的呢 只有一個啊 子貢是富有的 其他的呢 都是四縣這種貧窮相 那有一次子貢去看了這個原線 看到原線怎麼樣貧苦 他那個門呢 用竹籬巴 把它把它立起來 那整個整個房間呢 就是茅草蓋頂 籬巴為座牆這樣子 然後看到他呢 麵有菜色 吃也吃不飽 那子路來的時候呢 是坐著高官大車啊 哇這個 三隻馬的車 馬車呢 非常的高 那裝飾得非常的豪華 而且呢 水桶的人呢 也是排列成兩列 一副這種富貴人的氣象 結果來看到原線 他的同學 他的同學 那子貢看到這個樣子 他有一點不屑一顧 就很不屑的問他 你怎麼會變得這麼嚴重呢 這個原線啊 一聽到子貢這麼問話 馬上呢 有一種君子 那一種傲骨之氣 他雖然生活上 沒有得到很好的 這種滋養 但是呢 他精神上 卻是非常的豐厚 所以他就跟子貢講 我不是病 我只是貧 我不是病 那貧呢 可以呢 兩袖清風 可以呢 毫無牽掛 那病呢 病是 肉體上的折磨 身心上的憂慮 所以我沒有肉體上的折磨 也沒有身心上的憂慮 我只是貧 我沒有病 哇 這個子貢聽他原線這麼講 表示呢 哇這個人很有自解 也有他自己的堅持 所以呢 就很客氣的跟他 跟他行安 行禮問好 那我們知道 富貴啊 難有道 富貴還能夠擁有道啊 那這個人是不簡單 這個人是佛菩薩再來的 我們說平道平道 從來沒有人在講富道富道 清平才有道 因為呢 你不會對物欲展召 不會對物欲有所執著 你看在順考之中 富貴是順考 在順考之中 考掉了多少元胎佛子 考掉了多少先佛菩薩 大家穿好的 吃好的 住好的 那麼我還需要努力修行嗎 修行只是一種 玩票 我來到場玩一玩 人家有需要講課來講一講 有需要點到我來點一點 這個是屬於玩票 人家說 野生對白 修行變成是搞時尚的玩意啊 但是呢 如果說富貴之人還能夠修道 那他的成就肯定在這些 貧窮之人的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福慰雙修啊 他以前累積這麼多福報 今世呢可以享有這些福報 然後呢 他又願意在道場裡面 盡心盡力的修行 修道半道 那麼他的成就肯定比這些貧窮人 還要快 所以我們現在呢 看得到電視上這些 名人啊 這些高官啊 或者是說這些董事長 他們拘手投足之間啊 喪以益計啊 都是益來益計的 人家說益來益計 那錢都不是 我們能夠向 向往的啊 所以 他們那種身份地位啊 實在是高出一般人太多了 那像他們這種人 如果還願意 如果還願意 在道場盡心 付出 道場修辭的話 那這個人 肯定是佛菩薩再來 那最有名的例子 我們想到 長榮集團 董事長張榮發 這個人 那這個人是不簡單 本身擁有 本身擁有這麼大的事業 可是呢 又願意在道場 這樣付出 這樣努力的修道半道 當然他的生活細節 我們不清楚 只是用他的例子 我們來說明 這個人啊 一定有他的善根福德 所以我們今天 要知道把自己的立足點 把它立好 不要被外在的這些公民立怒 這些貧困艱難啊 所左右了 我們的立足點 就是立在我們的 做人的本分上 做人的本分 我們強調 這個三綱五常 我們強調五輪八德 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我們就把這個做人的本分 把它立足好 所以這個做人本分 哪有在乎你是有錢人沒有錢人 你是這個做官的人 還是富貴的人 不在乎這個啊 你在哪裡都是可以行人道啊 你難道富貴的人 就不需要講理敬嗎 講信用嗎 不需要講孝順嗎 不可能 那你貧賤的人 你就可以不用信用嗎 你就可以去偷竊嗎 你就可以違背作歹嗎 這也是不可能 你去做了 只有讓自己更加卑賤 所以很多現在 這個弱勢的團體 集合起來 大家呢 為這些弱勢的人啊 找出路 有的這個 比如說 神智發展有障礙的 或者是說 這個四肢有障礙的 那麼 有心人士啊 把這些人集結在一起 然後呢 給他們找工作 或者是說給他們工作 發薪水給他們 那麼你發薪水給他們 幫他們找出路 除了這樣之外 你還要做一個動作 那就是 教育他們 教化他們 如果說 他們的心念 沒有得到聖賢人的教化 那麼他們在 得到工作 得到這些心智的同時 他們還是一樣 起貪症吃慢 還是一樣有七情六欲啊 甚至呢 會因為自己殘障 認為別人應該同情他 所以呢 如果說自己做不好 那也是別人應該同情的 如果說自己呢 在做事上稍微忙屋一點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 人家都會同情我 而且呢 人家應該同情我 那如果有這樣的思想的人 那會讓自己呢 更加的卑賤 下一次的投生啊 需要更多人 來幫助你 你才有辦法生活 所以 我們必須教化 把教化呢 落實在他們的生活之中 透過你給他工作 給他薪資的這個機會 你要呢 把這些聖賢人的道理 把他用在這個 這個工作的時段裡面 去教化他們 他們一點一滴接受到聖賢人的教會啊 他們才有辦法從理上改 從信念上改 你光給他錢 給他工作那是沒有用的 那只能救得了一死啊 你救不了一世啊 即使你這一次都有人幫助他 那麼下一世呢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社會上 這些 這種慈善團體 這些這種弱勢的團體 他們有沒有在這方面下功夫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我們講到這個富貴人的團體 雖然他們可以與取與求啊 可是呢 他們也要教化 因為他們的受教化之後 他們影響力量更大 那麼他們能夠把福報 轉變成功德 所以呢 他們的這個所影響的範圍 所可以度化的眾生會更大 那所以富貴人 也是需要透過一種教化的功夫啊 來成就他們 所以呢 都不出聖賢人的教化啊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是這樣 每天不斷的來講經說法 那麼你講經說法 不一定有人要聽啊 他也不一定有時間 在你安排的時段來聽啊 所以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網路 就是衛星 就是靠這個DVD 利用科技來傳道 這個是目前現今啊 最好的方式 所影響的方圍呢 也是最廣 最受益啊 用這種方式你可以反覆聽 你對於不明瞭的道理呢 還可以重複的溫習 重複的去了解 所以我們以前到場那種觀念 一定要走到人家家裡面去成全 這個觀念已經改變了 雖然還是需要人情上的接觸 但是呢 這個畢竟呢 時代潮流已經不是主流了 每天出去兩個小時這種觀念呢 這個 真的是不是符合現在了 人家也不願意接受你 那麼你這樣生苦勞累 也沒有得到什麼成績 那麼你為什麼不能夠好好的在一個定點上 好好的來發揮幾利利人的功夫呢 幾達達人的功夫啊 所以我們現在講幾利利人 每一個人 應該找出他的立足點 起碼讓自己呢 可以安身立命 可以頂天立地 那孔子三十歲而立 那他額立這個 這個說法 那他可以聚足無量義啊 那什麼叫額立啊 他是因為可以養家虎狗了嗎 那還是說呢 他娶妻生子了 或者是說在社會上有一族之地了 他可以不用靠別人自己可以養活自己 那只是這樣嗎 想想這個都是人基本上的立足點 那每一個人基本上的立足點 都是在這種 身體上的一個安養 家庭上的一個安養 這樣呢還不夠 還不夠 不夠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到這中子的三個範圍 人跟自己的關係 人跟家庭的關係 人跟社這個 人跟家庭社會的關係 社會就是包括家庭 所以這是只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人跟自然的關係 這三個範圍 這三個範圍 都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我們把人跟自己的關係 先把它弄好 所以今天呢講幾滴滴人 就是呢 你跟你自己的心 跟你自己的性 對於心性 對於這種理事的關係 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才能夠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的道理 那你去圓滿他就是聖人 你還達到九十分而已 你就是賢人 你只有達到六十分 七十分 那是君子 那你不及格 就不能夠算是 一個立足點 你沒有立足啊 你如果還在六十分以下 沒有立足 你還要繼續努力 所以孔子在論語他講的這句話 夫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打而打人 能盡取閉 可謂人之方也已 所以孔子他講的 其實呢 就是推己己人 也就是說 在立人的過程當中 來立己 所以立己跟立人 是同時進行的 立己跟立人 是一件事情 不是兩件事情 不是說自己 這個頂天立地了 可以安身立命了 結果呢 你才想到去 幫助別人也安身立命 不是這樣子 孔子是把這件事情 講成一句話 所以可見這個是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同時完成所有的動作 這個就是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真的是影響很大 他的道理很深 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 善人 是一個君子 那麼你所影響的範圍有多大 因你而受到教化 受到啟發的人 有多少 你看我最近在看那個 王鳳以言行錄 所以這個人 也不簡單 你看他只是一個農 農夫啊 裝駕漢啊 也不識字 竟然可以誤道 辦出了萬國道德會 還會呢 醫治人家的病 會講病 那講病是因為 人的五輪關係出了變化 人的五常心性呢 產生了變質 所以他從五常五輪裡面呢 來講這個道理 把人的病就治好了 所以人跟生的關係啊 其實是有很微妙的變化 人這個人跟生 人跟自己 都搞不好了 你怎麼可能會 有辦法幫助別人 你哪有辦法立人呢 更不用說達人了 所以孔子認為一個忍者啊 想要立己啊 己欲立而立人 想要立己就要立人 想要打己就要打人 他說能禁取僻 能禁取僻 其實呢就是叫你 這兩件事情同時動作 就是推己己人 那你怎麼推己 你自己要能夠成就 你才能夠推己 他說這個是人 這個就是人之方啊 成人的方法 成人的道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成人 就是成幫助百姓 幫助眾生 幫助天下萬物 那就是幫助自己 所以你看這個 很有意思 很有道理 而且呢 細細體會起來 真的人 離不開神 人的道理啊 你都沒有搞清楚 沒有弄明白 然後你就去 出家當和尚 或者是說你就去 去參禅打坐 吹符念咒的 去學這些 法術 那麼你的 你人還是沒有做好啊 人沒有做好 你這個本沒有力啊 本沒有力 你怎麼可能可以 深知展業呢 你怎麼可以 可能會開花結果呢 這個道理 我們一想就知道了吧 他 根本不需要說呢 太多深奧的道理來 來解釋他 那所以呢 台灣啊 很多人 都被這個 儒家的思想 給搞問亂了 被佛家的思想 迷滅了 一望的追求 一味的追求 被儒家思想搞問亂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中國人 五千年以來 都是在 講這個 做人的道理 儒家的思想 講到呢 人都不想聽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禮教吃人 這個說法呢 就是因為 常常在講這些 這些老掉牙的東西 這些這個 這個 古人所留下來的 這些 話頭 跟現在有什麼用呢 沒有用 所以民國初年 為什麼會把 這個 孔孟思想丟到 毛坑裡面啊 要全盤西化 你看全盤西化 把我們中國人的根 全部都拋除 那拋除了 這棵樹呢 快要孤枝了 快要孤死掉了 喔 在還沒有孤死掉之前啊 還好有覺悟啊 覺悟到說 這是我們的根本啊 我們必須用根本來救自己啊 不是靠西方的那個藥物啊 喔 你跟西藥我們都知道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那你頭痛怎麼來的 不知道 反正把你頭治好就好了 腳病 腳的痛怎麼來的 無所謂 讓你的腳不痛 那就對了 這個就是西醫啊 那麼我們中國人 為什麼 不發展西醫這套理論啊 我們的祖先 為什麼都沒有這套理論啊 那是因為 那根本不是究竟啊 中國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要醫病 只要醫源頭啊 你這個源頭 不醫的話 你裝 裝醫那些表象有什麼用 腫瘤來了 好腫瘤把它割掉 那就沒事了 要整到其他地方 要其他地方再割掉 這裡有病動 那這裡把它開動 都是用這種方式 你看 這個 非常殘暴 殘暴的原因就是因為 腫瘤 我們說一些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的產生啊 其實 都是我們的 這個業障所產生的 我們講過病的三種原因 內陰外陰不內外陰 內陰就是因為我們 吃了不乾淨的東西 我們這個 這個 起了一些 心浮氣躁的念頭 外陰呢 就是外在的 外在的這個 風寒鼠絲造火 外在的壓力 外在的這種干擾 外在的困頓 這個都算了 那不內外陰呢 不內外陰講得更廣 講得更深的 不是外在不是內在的 那有可能是你跟冤親在主 類似的冤親在主 當然這個中醫不講冤親在主 中醫講習氣 你的習氣 那習氣弱就會引發 你外在的這些干擾 比如說你的習氣是乾 你容易動怒 那麼乾 在動怒的每每動怒的情況下 就顯得比較脆弱 那脆弱的同時呢 可能就有這些外在的干擾 這些冤親在主 我們說的夜障病 它就附在肝上 讓你產生病痛 或者是說 不是冤親在主 而是呢 你自己習氣累積太久了 這個怒氣呢 產生太久了 那怒氣產生久了 當然就生病了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啊 慢慢分析啊 這個要開專題來講 我們才能夠把它講清楚 講明白 我們今天只講幾粒粒人 所以你粒一粒好了嗎 你先問問自己 公老父子三十而立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達到聖人這樣的高明 那麼我們至少也要四十而立啊 五十而立啊 好 立不是你成家立業 搞錯了 聖人的標準不是這樣子 那只是一個外在的 外在的利 你要內在的利 也就是說 你的夫妻關係有沒有弄好 父子關係有沒有調好 你跟這個老闆的關係有沒有相處好 你跟朋友的關係有沒有對待好 這是五輪的關係啊 你的仁義理智性 裡面你是不是哪一條還沒有做好 有哪一條圓滿了 這個是利己啊 所以幾毅力啊 你必須在這個功夫上好好樂效 你在公司你就做好員工的角色 做好老闆的角色 在家庭做好父親 做好子女的角色 做好媽媽的角色 在外面 在外面 同事之間 同僚之間 同學之間 你要做好你 該有的本分 那你要 幾毅力而立人 立人你要達到君親師的標準 根據你的經驗 根據你的經驗 根據你的智慧 你慢慢的來做 聖賢人沒有教你一下子要圓滿 你總是要慢慢做 慢慢的去體會 那麼君親師這個標準啊 就是教我們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你要做君 你要做親 你要做師 這樣才叫立人啊 你才有辦法幾利啊 所以損人立己這句話是錯誤的 損人決定沒有辦法立己 損人是害己 只有呢 立人才可以立己 這個觀念我們必須了解 我們諺語有一句話說 人不畏己啊 天諸地滅 那麼大家呢 把這句話呢說得習以為常 結果呢 經過聖賢人的教化之後 我們才知道這句話呢是很大的傷害 很大的錯誤 你用傷害別人的方式來幫助自己 那這個呢這個幫助絕對是有限的 而且呢這個幫助呢也是你命中有的 但是呢你用幫助別人的方式來幫助自己 那這個幫助呢才是很長的 才是久遠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你要想一想在對方的立場 即使自己受委屈了 受責備了 你也要忍下來 一切法得成於忍 你的忍的功夫做到了 那麼你才可以做到其他的這個德行 真的所謂吉利利忍 所以菩薩 這些賢人君子 他們哪一個不是從忍之中做起來 那所以他們為了什麼 為了要立己 為了要立真 從教化眾生的這種過程 來幫助自己覺悟 幫助自己成就 那你說幫助自己不就是師嗎 對啊 所以老實講 公中有師嘛 活佛恩師裡面他有講 你看他說 這個師啊 師忍的師這個字啊 這個字呢 就有一個公 公的一個字 字根在裡面 那這個公呢 就有一個師的字根在裡面 欸你看這個比喻巧了 那這個比喻真的是很妙 所以公師不二 公師為一 那大道 不是二啊 二法不是大道 佛法不是二 佛法是一 佛法是不二法門 所以從這個道理啊 我們才知道說 己利利忍不是兩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必須要清楚 那麼我們剛開始 還沒有辦法幫助別人 你看 從零歲到二十歲 我們都要靠父母 靠這個師長 靠這些長輩 來給我們拉靶 給我們教育 所以 人生的這個春天的過程 幾乎都是接受外來的幫助 你二十歲以後成人了 二十歲到四十歲 是夏天 人生的夏天 就是你要開始去努力的 你要開始去回饋這個人 人世間了 那麼你怎麼做呢 那麼我們這裡大致把它分為四個項目 四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養生命 養生命 你的生命是父母給你的 那麼你至少你的生命 你要保持住 讓他健健康康 讓他活得自自在在 這個是養生命 所以這個養生命 我們說養生 其實這個裡面有很深的道理 單單養生 在莊子裡面就講了不少 那我們現在說的養生 主要在講這個正命 也就是說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經濟生活 我們的經濟生活 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那現在女孩子比男孩子還會賺錢 女孩子可以獨立自主 不需要靠男孩子的臉色 所以這個是時代的不一樣 那男孩子呢 那更需要養生啊 養這個事業 所以你要在事業上 要紮下基礎 但是現在事業率這麼高 沒有收入的人特別多 尤其是男生 沒有收入的靠在家庭裡面靠父母 那這個都不算自立 都不算立即 所以你一定要 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生活 你要去努力 那麼事業率怎麼辦呢 其實事業率是自己所造成的 你看社會上 工作那麼多 怎麼可能會找不到工作呢 沒有錯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這個是比比皆是 其實事業率就是這麼來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但是呢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之前 你也要磨練一點社會經驗 喔 你的人生的資料 也是要繼續的去磨練它 所以不是沒有工作 而是你不願意做 沒有不景氣 只有不爭氣 你想想 這些 以前的人講的話 想一想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自己願意爭氣了 那麼你去掃馬路 你去掃廁所 這個都有工作可以做 現在清潔隊的工作 人家真的要 因為收入穩定 一般的人還找不到 那麼你剛才說明一種現象 就是呢 很多人 不願意委屈求全 他一口氣忍不下來 那尤其是呢 大專畢業的大學生 碩士生一大堆 教育之門大開啊 結果呢 形成教育之亂 我們的教育沒有教育到 結果呢 教一些呢 這個 有文品的 的 這些學生啊 那他有文品之後 他們呢 自視太高了 自命清高啊 不願意委屈求全 那他們 不願意去幹這些誤會的工作 或者是說卑賤的工作 所以呢 必須引進外勞 所以這整個社會現象 是這樣形成 所以說來說去 還是 人跟自己的關係沒有處理好 那沒有處理好 你連基本的經濟生活 都沒有辦法立足 那麼你還有其他的呢 你有什麼興趣 你有什麼這個 使命 義務 這個都不用談 有一句話說 法輪未轉 十輪先啊 你這個法輪還沒有動 這些大法都還沒有 你要這個教化眾生 普通眾生的事情都還沒有做 你要必須先填飽肚子 你要有力氣做啊 你連力氣都沒有了 你怎麼去轉法輪 所以十輪先就是叫你說 要先填飽肚子 所以我們這裡說養生命 其實啊 就是要先 在你的身體 生活 的這種維持啊 你要有一個穩定的來源 再來就是養晦命 養晦命 就是說 我們的人生的目標 人生的價值是什麼 人生的價值 我把它定位在成勝成賢 那麼有的人不是這麼定位 有的人就是喜歡做 做工程師 做做科技人士 做這個董事長 那麼我們要必須清楚 什麼叫會命 會命是永恆不斷的 相續不斷的 會命是長久的 我們要追求到這個會命啊 必須拜明師啊 明師才能夠指引我們這一條 永恆不喜的這樣的一個大道 所以在這個會命上啊 要去得利公利眼 三不朽 要把這種心啊 把它調適到最圓滿的境界 所以人道圓滿 天道才會圓滿 這個是屬於養會命 然後呢 你可以培養自己的 嗜好 你的興趣 你可以寫書法 你可以看書聽音樂 等等 或者是說呢 插花聊天研究道理 這個都是人跟人相處的之間 一些移情養性的方法 有的人以修道半道 來作為自己的興趣 這個更好 所以人是要有興趣的 他活下去呢 長久活下去了 還有一種綜合調劑的 那個味道出來 沒有調劑的這種 這種調味料啊 那麼你每天在那裡沖啊 你也會沖狂 會沖淚 那我們要學習更多 法門無量試願學啊 我們要學習更多 得讓我們自己 有那個壽命啊 壽命夠長 你才能夠學得夠多 那麼這個 細水長流啊 這種方式啊 就是你要培養自己的興趣 再來就是人的 義務 人的價值 人的願力是什麼 你在 對於這個人 處在這個世間 你有一定的 這個使命要去完成 這個使命呢 也許你不知道 但是呢 你後來一定會知道 你總是喜歡做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呢 對於全世界 國家人民有幫助的 那麼這個就是你的 這個使命義務 所以你要讓自己 有那個慈悲心 服務的心 拔苦的心去幫助別人 這個叫做 慈悲嘛 慈悲 悲就是拔人的苦 慈就是給人家快樂 所以我們說慈 是吉達達人 悲是吉利利人 先以拔苦為主 所以吉利利人的標準就是慈悲 這個條件立足了 你才可以說呢 你才可以說呢 幾利利人 你才可以說呢 這個人道圓滿 天道圓滿 我們說 我們說宇宙事就是分內事 哇這個道理呢 相當的深 如果說我自己 能夠在這份責任使命價值義務上 能夠把它做好 其實就是在完成整個宇宙的秩序 所以宇宙的秩序就是我的使命 宇宙的秩序啊 就是我的工作 我一生 要來幾利利人 幾達達人 就是要跟整個世界 整個人群 和何為一啊 沒有彼此 沒有對待 沒有妄想 沒有執著 我就是為了完成整個宇宙的大使命 所以為人有己 而又人無哉 你要做人 我遇人 私人自已啊 你想要做人 這個人就會出現 你想要做人 是要靠自己 由自己來發動他 不是靠外來的 不是靠師長 也不是靠父母 你必須靠你自己的力量去發動他 你自己的力量去發動他了 你自己立了 當然就可以 試的去 去立你的家人 立你的這個社區 立你的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甚至整個世界 那是這個 那是幾利利人啊 那我們講到這個宇宙 那更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們要跳脫輪迴 跳脫輪迴就是回歸到我們的本來面目 回歸到本來面目 就是整個宇宙 的一個現象 整個世界就是我 我這個世界是因我而成立的 所以我如果能夠跳出這個世界 然後再來看到我 那麼這個我的事情不就是我的 宇宙的事情不就是我的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幾利利人 我們想到孔子 曾經講過 他說呢 不患無畏 患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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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孔子的意思呢 是叫 人們啊 不要去擔心 你的事業前途 不要去擔心呢 你有沒有高官位爵 那應該擔心的是什麼呢 換所以利的意思 那就是 你沒有一個立足點 你沒有一個扎根之處 你憑什麼扎根呢 那麼你要在社會跟人家立足 你以什麼點來跟人家立足 好跟人家打拼 那你這個點就是你的特色啊 那特色呢 不在外 而在內 也就是說你這個事業 你的公司 你的企業文化是什麼 哦 現在呢 進中學會 一直在推廣 弟子規的企業文化 用弟子規的條文 來作為他們 公司約手的一個制度 那這樣很好 啊 弟子規是 古人 將論語 將這個孟子 古聖人的這些道理啊 把它集結在一起 成為一種 生活的典範 讓他名為弟子規啊 表面上看起來是弟子 要學習的 那我們古時候稱為弟子啊 就是小朋友 同盟的時候呢 就要教他了 但是我們想一想 那你教導同盟 用這些聖人的道理 但是呢 小朋友 學到了這些聖人的道理 回到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說回到社會上 那看 看父母 看這個老師 看同學 所作所為啊 都跟聖人的教法不一樣 那你說 他還要相信聖人的話嗎 那所以可見啊 要推行這個聖人的道理啊 你一定呢 自己要站在一個立足點 這個立足點是你的根 這個根呢 是從自信而發 自信呢 不外乎 做人的道理 那你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你遵守到哪一點呢 那麼那個點 就是你的立足點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你在社會 可以去跟人家打拼 跟人家呢 這個 推廣 甚至呢 創造你自己的事業 你看我們大學講 齊佳而後治國 這個治國之中啊 他還講 摻雜一個立業的道理 他沒有特別表明出來 但是呢 這是必經的過程 那因為中國人 把範圍擴大到整個國家 以國家人民為重 那所以呢 立業這個道理啊 他就涵蓋在齊佳 治國的裡面 那所以 我們要問你自己 自己要問自己 你的立足點是什麼 你如果說 我的立足點 就是這間佛堂 那麼這間佛堂 如何做你的立足點呢 如果你待人處事 都不圓滿 都是滿恨無理 大家會接受你嗎 或者是說 你偷懵拐騙 這個 無意之人啊 你住在佛堂 有什麼用呢 人家還不是照樣的排斥你 甚至呢 把你逐出 佛門 逐出道門 所以你讓人家可取的是什麼 這一點可取 不在於說 你有多少錢 你有多少才能 或者是說你都會辦事 這些呢 都是不足為道 畢竟這些呢 都只是生活上的附屬 那真正生活上所要擁有的 是我們的做人的道理 我們要問你的孝道做得怎麼樣 你的師道做得怎麼樣 你的五常之德做得怎麼樣 如果你能夠在一個至上好好的歷行 歷行到非常圓滿的境界 那麼你就可以認為自己已經有了立足點 你就可以幾例立人了 所以幾例的到底啊 是必須呢 透過自己來修煉的 不是說你賺錢了 你就可以去 去招募這些員工 來給資助這些員工呢 工作機會 那只是小例耶 那小例呢 不是我們整個生命的現象 我們的生命是要呢 以春秋的大業為例 以這個千秋萬事為名啊 那春秋的大業 就是教人家了脫生死 出六道輪迴 教人家成勝成賢的大業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立足點的道理 我們上次講到 宇宙式就是分內式 這是宋儒 路向山所講的一句話 所以呢 這個路向山 我們已經 種種的這種課堂上啊 在強調過 他是直氣孟子的心法 發明這個孟子的理論啊 來加以發揚光大 所以他 在他的文集裡面 那他曾經講 宇宙即無心 無心即宇宙 宇宙內即分內式 即分內式 乃宇宙內式 所以他這個道理啊 看得很深 他這個道理呢 講得很廣 很深是因為 人不曉得 我跟宇宙萬物是一體的 因為這個一體的道理啊 相當的深 所謂深 在於你的這個誤解 你對於這件事情 誤的能力啊 還沒有達到 我們說功夫不到架 火候不到處啊 沒有人會知道 宇宙萬物跟我是一體的 那這樣的道理 那這樣的道理 只有透過修行 只有透過了 這個 放下 你才可以 一層一層一層的去頓入 去了解 那麼陸香山先生呢 因為體悟到孟子的心法 所以已經了解到這一層 那麼什麼叫宇宙分類式啊 如果這個道理 我們能夠從 佛的說法來解釋的話 那就會更清楚 畢竟儒家 他所講的 都只是點到為止 那佛呢 把他說得透徹 這個 佛認為 宇宙是哪裡來的 整個 岔土是哪裡來的 眾生又是怎麼來的 這個道理啊 在佛陀以前 婆羅門教 就已經看到了 整個事情的現象 但是呢 他們看到 歸看到啊 他們不曉得為什麼 不曉得那個道理 這個塑本追遠啊 來龍去脈啊 還不清楚 所以婆羅門教的這些修行人 雖然有所謂的先知 可是呢 他們畢竟沒有辦法 跳出六道輪迴 那佛呢 來到的世間 就是要幫助眾生 開世 誤入佛羅之間 讓他們了解 佛的成佛的一個道理 那在這裡 向山先生已經把這件事情點到了 宇宙式是分內式 那宇宙式就是我自己立足的 的事情 我要在這裡立足 所以你立足 不是在 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或者是說你的團隊 而是整個宇宙 你看推幾幾人的道理啊 就是 幾粒粒人啊 那推幾幾人之外 你要給予萬物 給予整個宇宙天地 所以 陸香山他講的這句話呢 可以說道理很深 那我們剛才講 佛說 整個宇宙 是什麼來的 整個岔土是什麼來的 宇宙 代表天 岔土代表地 那麼天地是怎麼來的 好 現在的科學家 哲學家 他們呢 用盡各種方法 要來解釋 天地的行程 眾生的來源 可是呢 他們所講的 這些理論啊 沒有辦法說服人心啊 真正有思維 真正有這個修行的人啊 他們聽了呢 會覺得不以為然 也許他們自己說不出 為什麼不以為然 可是呢 就是呢 好像隔靴燒氧 燒不到氧住 你看這些 這個科學家 他講宇宙的來源 就是大爆炸 一個爆炸呢 就產生這些 星球 那空間呢 越來越膨脹 星球越來越多 就形成了這整個宇宙 所以 岔土呢 也是在這 大爆炸裡面呢 形成了 那這個說法 普遍的人接受 可是也有一些人 不接受 包括科學家本身呢 也有人不接受 那如果學佛 學道的人 像我們講三教合一 那麼我們也要把佛所講的道理 把它呢 分析清楚 從 從相三先生這句話 用佛的說法來解釋 那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為什麼宇宙是 是分內式 那麼他這個佛說啊 整個天地的行程啊 是人的這個不覺 一念的不覺而產生的 這個有點像清淨經裡面所講的 清者濁之緣 動者靜之機 人人常清淨 天地西皆歸 所以動者濁之緣 如果說我們這個岔土 我們這個紅塵世界 是濁 是代表濁的話 這個大地是代表濁 那清呢就是代表天 這個宇宙就是代表天 那一念的不覺 就產生了 整個宇宙的現象 宇宙的境界 那一念的不覺 看你迷到什麼程度 那它顯現的境界 就是到什麼程度 那麼 我們人 所形成的這個世界 那就是人 修五界 所得來的一個境界 那麼人 本來是佛 為什麼會變成人呢 那就是妄想 分別 執著還沒有放下 那麼也許 這個程度呢 比喪惡道的眾生還要輕 所以呢 成為人 所以有善有惡 可善可惡 我們看的境界就是這樣子 有山有谷 有 有海 有河流 有樹木 有這個森林 等等呢 這些我們所看到的 自然的景觀啊 其實就是人 所變現的 那這個道理呢 很難去 體悟它 體悟 因為不能夠體悟它 所以佛才來告訴我們 這個世間 並不是 生命的終點 不是生命的現象 因為生命的現象呢 是永恆的 那這個永恆 是不生不死 那所以因為呢 我們的自性 有一絲好的無名 變動 所謂無極生太極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五 就是這個道理 那這個一跑去哪裡呢 一就隱藏起來的 隱藏在我們的境界裡面 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什麼時候你要看到一呢 只要呢 你把這些分別執著妄想 通通放假 放下 那個無名呢 自然就消失 所以佛告訴我們 切莫求真啊 除妄就是真啊 你不需要再去找真的 你把這些妄想分別執著放下 放下了 那你就得到真的 得到真的 你可以超脫 整個天地的束縛 跳脫六道輪迴 這個是我們 整個人生來到這裡 壽明是一支點 最主要的 一個目標 好 那我們我們講 那到底宇宙內四 極份內四 這句話是怎麼解釋呢 剛才我們講的這些現象 你想想看 如果說這些境界 宇宙剎土眾生都是 這個 心性的變化 那心性的變化 心性不是就在我們身上嗎 性是我 那個心也是我 性是真的 心是假的 所以叫做 叫做呢 心線事變 心會顯現出來各種境界 那那種境界是 為什麼會顯現出好壞的境界呢 那個力量是什麼 那個力量是性 性是不會顯現境界的 性是如如不動 清淨淨淨的 但是呢 它有那個能源在 那心呢 是依附在性這個能源 所以呢 心能現 事能變 事是有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清淨心 我們的覺悟心 在迷惘的過程呢 就產生的 這樣的一個分別的意識 動念的意識 這個意思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阿賴也是 莫娜事還有六四 這些事呢 造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這些境界 你看有的人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的人把這個地方看成像天堂 有的人把它看成像地獄 無所不堪 有的人想要呢 一心求生淨土 有的人呢 在此樂此不疲 那這個呢都是心的變化 所以整個淨土 淨土 淨土是在哪裡 淨土在心 所以自信彌陀 自信彌樂 那彌樂佛 他所給我們的淨土 也是希望我們 透過這些先佛的教法 回歸到我們的自信的淨土 如果我們都做到了 那麼我們也就回到彌樂淨土 不是死後才可以回去 所以彌樂佛代表什麼 代表我那個真性 我那個自信 那彌樂佛給我們的 這個形象 就是在我們的心性上 要顯現出來 他那一份慈悲 那一份寒暢 那一份無量無邊 就是我們心性的變化 所以你看你一個動念 一個動念就會產生了整個 天地的變化 所以佛經講水災 是人的貪心所引起的 那我們想到最近的八八水災 摩拉克颱風 造成南部地區 嚴重的這種人命財產的傷亡 那佛說這個是人的貪心所引起的 當然我們現在如果說 你們就是因為太貪心所以要引起這個 那一定呢受難者沒有辦法接受 普遍的人也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我們想一想 古時候如果遇到天災地變 這個危急到整個 大範圍的縣或者是城 那麽皇帝本身 那麽皇帝本身啊 他自己 要 這個 閉門思過 謝過 悔罪 然後呢要摘戒沐浴 要來向上昌祈禱 請求 把罪降給在自己的身上 那不要去 讓人民受到傷害 那這是有德的皇帝 他會這麽做 那皇帝如果 這麽樣的德性啊 他可以聘印到全國的百姓 達到一種風挑與順 國泰民安的境界 那 那 所謂官親 官親 官親風與正 做官的人 心都清了 心無所染著 無所貪污 那麽整個國家的立志啊 就會生平 那這樣的道理 在古時候的人心啊 是非常的得意 用得很 可以用得很有效果 但是現代人大概不相信這一套了 那你一個天災地變 你這次的水災 你跟我 我做現場有什麽關係呢 跟我做總統有什麽關係呢 那就是天災而已嘛 你看就是 這個 這種動念 這種思想上的不同 那這樣的動念 就是一種妄念 那這種妄念呢 就加深了人們的迷惑 加深了國家的問亂 天地災 災變啊 這個形成更快速 那所以要怎樣 要聽佛的教禁 如果說水災是貪心所造成的 那麽就要有人 有這樣聖賢君子的人物啊 或者是佛菩薩 來到這樣一個災區啊 來教化百姓 以身作折 用這個言語的教化 身體的教化 來立行 這種百姓的這種心靈的教化 讓百姓知道 真的貪心會造成水災 那麽你們如果不信 那麽你們不要貪心試看看 不要呢這樣 爭鳴奪利 不要再這樣 抱怨謾罵 不要再四處要求 你們做好自己的本分 安分守己 不要再為了錢啊 急急盈盈啊 我們說錢也是一種個人的福報 那你會賺多少錢都是你的福報 你幹嘛要這樣急急盈盈呢 你只要做好你這個本分的事情 那真的就天下太平了 那如果有一個聖賢君子人物啊 那個住持在這裡 即使還沒有開始教化 但是呢他的這樣的一個名聲啊 就會影響百姓 影響整個社區的人心啊 那這個社區呢 肯定沒有天在地邊 這個是真實的啊 你看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在在說明 以前都有這種 這個清官 正立 這些清官 這些正派的官員 他如果能夠來到這個縣市 用清正聯盟的心 來治理百姓 那這個百姓啊有福了 這個縣 是一個很有福報的縣市 當然這個百姓自然呢 就會學著受到感化 如果有一個聖賢君子的人物啊 當然清官正立也可能是君子 那也有可能是聖賢的化身 那如果說能夠提高到聖賢的人物啊 的一個境界 那麼不只是他的縣市 他旁邊的縣市都會跟著好轉 那民生無於潰乏 整個天災地變 不會發生 那如果一個聖人出事啊 那甚至呢 整個天下國家 都會得到長治久安 所以中國人以前他不講世界 他講天下 天的下面是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眾生 這些國土 通通都包括了 所以以天下為己任 這個是聖者的懷抱 那也是我們修行人應該有的懷抱 我們極力力人 力就要力在這裡 力在呢 以天下為己任 那所以你自己立了 還要去立天下人 天下人就是整個 宇宙分裂的事 那我們不太可能 管到外星球的事 但是呢 自己地球的事情都管不好了 你怎麼會想到要 要把整個三千世界 大千世界都搞好了 所以 這個聖賢人 他沒有要求這樣子 聖賢的標準 就是呢 整個天下治理好了 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 把天下呢 都能讓他呢 太平 讓他和平 那這樣呢 這個聖賢的標準就做到了 所以 為什麼說宇宙內視是分內視啊 今天為什麼天災地變這麼多 為什麼呢 整個這些落後的國家 人禍災解這麼多 人禍災解這麼多 要曉得啊 那不是那個國家的問題啊 那是我們的問題啊 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德性沒有辦法 批應到他們 沒有辦法影響到他們 我們的身心教化 沒有辦法讓他們得到教育 以至於呢 他們那個地方呢 落後 災難 戰事 頻傳啊 那我如果說 這個生命共同體 宇宙是我的事情 那麼你就會知道 整個地球 遭到破壞 整個眾生 遭到劫難 這個都是我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把它做好 我沒有辦法把德修好 那所以呢 我要更加的 捨 我要更加的捨掉 我自己的 內外財 用這種言言行 用這種身教 來感動眾生 來教化眾生 那這個才叫做 宇宙是 乃分內視 分內視乃宇宙是 你看你做的事情 影響到整個天下國家 你看天象是印著人心在變的 那聽說在 這個八八水災的前一天晚上 有一個攝影家 正在照天空的美景 因為真的是太美了 紅色的雲啊 一大片 整個天空都是紅色的雲 我們古時候 小說形容 同雲密布 就是這種現象 哇 那他是用攝影學的觀點 會覺得這個天象是很美的 但是呢 並不曉得說 原來災難就要來了 就隔天呢 大水災就來了 這是我看新聞的報導 那所以說 幾分內視是宇宙式的 幾分內視你自己有沒有 不貪不稱不吃 你自己有沒有做好君子的行儀 有沒有做到佛菩薩的標準 你如果有 你這個德行能批應到你這個縣市 批應到整個社會國家 乃至呢 整個天下宇宙 這個不就是分內視 是哪宇宙式嗎 所以說這個道理是不是很深呢 當時佛陀之前的人 佛羅門教的這些修行人 看到的六道輪迴 他們可以在六道輪迴裡面呢 遨遊自如啊 透過禪定的功夫 然後呢 悠遊自得 但是不曉得說 他們這個悠遊自得 人還在這個定數之中 就是呢 還在天地的數 這種掌控之中 他沒有辦法 跳出天地的數 沒有辦法跳出六道輪迴 那怎麼跳出呢 只有呢 深層的定功 佛家來講 定功是要透過戒律 嚴格的修行 戒律就是儒家講的 這個守禮 那儒家講克己負禮 你看克己負禮 就是嚴格的戒律 那你守到嚴格的戒律了 那麼你就能夠得到定 儒家也講 靜定安律德 你就能夠定中得到德 德就是什麼 德就是你的道德 德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你有這個智慧 你有這個道德 你可以呢 教化整個天下的眾生 你可以呢 己利利人 你要幫助別人也要立起來啊 立起來是要幫助他明理 幫助他呢 知道整個事情的來容始末 所謂這個理啊 道理這個理 理不出心性 事情的事 事不出因果 你看這句話呢 是不是講的很有道理 這個事間這個理啊 都是我們心性的變化 那心性的變化呢 你一念偏執 一念之差 就可能產生整個 往三二土去了 在六道輪尾之中 跳脫 跳脫不出來 所以呢 性性 性跟心 其實就是 天跟地的關係 性是天 心是地 天是如如不動 那這個心呢 心會隨時變動 讓我們把心 性把它調和起來 讓心呢 不要呢 心原意嘛 讓心呢 捨望求真 求回到原來的那個真心 因為性它所造顯的是真心嘛 它不會造忘心 會造忘心的是因為 心呢變直了 可是性還是造 但是呢造出來那個 那個形象已經變直了 譬如說 這個靜子 它靜子不管你好壞 不管你呢 沒醜 它就是把你造出來 相應出來 你是好的形象 它相應的就是好的形象 你是不好的形象 相應的就是不好的形象 所以靜子呢 其實是 我們人的性 性顯出來的其實都是好的 都是自善的 我們最美的一面 最美的一面是什麼 就是禮義廉恥啊 就是三綱五常啊 這是人類的這種生活的秩序 手裡的境界就是最好的一面 但是呢 一念不迷 有人呢 一念呢 把這個性啊 加了一層灰塵 加了一層灰塵之後呢 那他呢 就會呢 虎搞瞎搞 自己亂來 所以在靜子面前顯現的就是他 虎搞瞎搞的一面 是妄心啊 妄心做事啊 所以 向山先生 他講的這句話呢 實在是道理相當的深奧 那 後學如果沒有好好的講 大家也會聽不明白 但是呢 後學還是講的不夠究竟 所以呢 只能夠從這個 知智片眼啊 所謂靈毛奉爪 來 擷取一點智慧 來為大家講受 那他還說了一句話 他說呢 東海有聖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那麼 接下來的 東西南北海 都是用這樣的話 此心同此理同 千百世上 有聖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千百世下 有聖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此理同 所以你看他重複在講這句話呢 他已經把整個時空 跟這個 定位啊 都講出來 時間跟空間都講出來 有聖人出 什麼 什麼時間 什麼空間 都有聖人出 那這個聖人出 他講的道理 他所顯現的心 都是跟我現在所說的 這句話是一樣的 都一定是支持我說的話 所以這是見性的話 他看到了這個 那個見性的部分 所以他才那麼有自信說 我講的話跟聖人講的話沒有兩樣 你跟釋迦牟尼佛說 他 他從來沒有講過 什麼話 沒有講過自己的話 他講的話呢 都是古佛所說的 一字一句呢 從來不曾參加自己的意思 那如果有人說他有說法 那就是毀謗佛 這個是我們在金剛經可以看得到 孔老夫子說 無數而不做 信而好古 你看他數而不做 意思也是一樣 孔老夫子只是將了 古代這些聖 聖王這些聖者的道理 把它記述下來 把它傳述下去 因為我相信他們的 我現在印證 我現在體悟跟當時聖人的體悟也是一樣 所以我非常相信 信而好古 好古我非常喜好 那個古道 古德 那個古人 古人就是老人 我們說啊 不聽老人眼啊 吃虧在眼前啊 老人是誰呢 老人就是這些 那這些聖賢這些菩薩 他們是老人啊 你不聽他們的話 結果呢自己吃虧了 你看先佛菩薩 來到我們道場 喔 借俏 開卵 披殺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呢 只不予怪力亂神 那這個不是怪力亂神嗎 沒有錯 在很多宗派的眼中啊 在很多宗派的眼中啊 一貫道的都是怪力亂神 他講的這些話 所記錄的這些經教啊 是毫不可信的 尤其是佛教 對一貫道是非常的不認同 那因為佛這個一貫道的勢力啊 已經遠遠超乎佛教世上 那所謂的勢力當然講 不管是人 不管是地 甚至是說法財 那個影響力都是遠遠超越佛教 那佛教又講三教合一 那所以呢 一貫道最受批評的 當然就是在佛教 我們常常講佛說 常常講這個佛經說 結果呢 他們認為我們抄襲 引述他們的經典 所以你看是 你看如果你是釋迦牟尼佛 你會認為別人講你的話 是錯誤的嗎 他恨不得眾生 了解他的話 傳述他的話 實踐他的話 他怎麼會認為說 你講佛的話 就是錯誤的 他要開除你 沒有這種事情 佛不會排斥人 何況你要講他的心理心法 佛高興都來不及了 當然佛菩薩沒有高興 我只是這樣形容 佛歡喜人家講佛話 做佛事 那先佛也是一樣 我們這些先佛菩薩來到人世間 借著三才 借著卵筆來跟我們訓事 他講的話呢 你認為有受用的 你就把它拿起來做 慢慢去做 好好的去做 做到了你自己有一個扎根之處 有一個立足點 那麼你就是成功了 好 向山先生這句話 好 各地方都有聖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那先佛菩薩 跟他講的話也是一樣 那如果都是見性的人 那沒有不需要再講什麼話了 那講的話都是那些話嗎 所以孔老夫子 跟老子 跟釋迦牟尼佛 耶穌基督 穆罕默德 他們五個人如果坐在一起 那場面就是 都沒有話 以沒有話來對話 那這是最高境界 沒有話到底是什麼話呢 那玄外之音啊 世間的人 誰可以聽得懂那種玄外之音 那他就有功夫了 同樣的我們看這些聖者 所留下來的經典 先佛所批的訓文 你能夠看到這個訓文裡面 先佛所表達的那一份玄外之音 那你又能夠把它實踐出來 那這個真的是有功夫啊 而且是有功德 六祖會人講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你看 向山先生他講這句話 此心同此理同 那是見性 見性是功啊 因為他講的這句話是見性的話 所以是有功 平等是德呢 是眾生一律平等 也就是說整個生命是一個共同體 整個天下宇宙都是同一體的 分內式就是宇宙式 就是平等 所以你現在再也不會把其他的民族 落後的國家當作是看不起 的對象了 那你不會把你的冤親在主 看成是你的敵人 你不會把你討厭的這個同學 同事 或者是同修 你會 你不會把他認為是可惡的對象 你再也不會了 感謝他 感恩啊 懺悔自己沒有那個包容心 沒有那份雅量 沒有那份平等心啊 我自己也很懺悔 我受到了這個障礙 不管是凡事上 聖事上所受到的障礙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有些人都不能夠講的 那我知道只能夠忍啊 默默承受啊 喔 金剛金獎一切法得成於忍 那只能夠用忍 暫時用忍 那忍你要如果把它劃掉 劃掉的方法就是你要轉移念頭 你要把這個惡事啊 變成好事 你要把對待的事呢 變成融合的事情 你要把這種 這個 阻礙你的人 障礙你的人 打擊你的人 對他感恩 喔 為他祈禱 這個才是真正的 化解你的災難 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災難 要怎麼化解 把心都變成感恩 都變成懺悔 都是變成祈禱 一切呢 為眾生著想 這個呢 就是化解全世界的災難 那麼你的德 能夠聘因到多少人 這些人就是得到你的聘因 這個地方呢 不會有天災地變 人禍的產生 這個是真實話啦 我這樣講課 我是告訴我自己 各位聽眾 各位同修 你不要聽了 用這種話來質詢我 我做得到嗎 我是告訴我自己 我每天用一小時的定功 在這個佛菩薩的教會裡面 來叮嚀 教戒自己 我做不好 我做不到 可是呢 我不斷地在改 不斷地在做 我希望呢 正能夠為眾生好 真正的能夠來度化眾生 真正的來負擔呢 迷惱了家業 為師尊師母呢 盡一點心力 這個是我的期望 也是我一生的職責 那所以說 向山先生的這些話 用來解釋幾利利人 那是非常貼切 有這個時間 我們也應該 好好的來研究一下 這些宋元學案 宋明 人 辱家 他們的這些道理 那接下來 我用一個歷史知名的人物 來介紹我們幾利利人 他的一個做法 這個人是誰呢 范仲淹 那范仲淹呢 是一個賢人 他在孔子廟的相仿裡面 是我們要拜到他的 那范仲淹的德行呢 流傳後世影響很大 他在當世啊 影響當時的天下 就非常的大 他留下來的這些文章 留下來的這些典範 都可以讓我們作為 一個修行人的標準 范仲淹他兩歲的時候 父親就過世了 那父親過世了 母親為了生活 只好改嫁 那改嫁之後呢 范仲淹也從 這個繼父的姓 姓朱 那他年輕的時候啊 當然受到 繼父的一個 一個生活環境的調教啊 他就有不少的機會可以學習 但是呢他年少就有不凡的 這種情操啊 一直到他呢 大概十五歲的時候 他懂事了 那了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了 這個五輪之道 五常之德 他也漸漸的懂了 懂了之後呢 又清楚自己的身世的來源 那所以呢 他就跟母親持別 那母親怎麼會捨得呢 當然不忍他去啊 可是呢他跟母親 好好的溝通 他認為呢 他認為呢 他是姓范 不是姓朱 他要做范家的子弟啊 那母親沒有辦法 被他這一番 齒言益政啊 感化了 所以就讓他走了 那我就靠了自己啊 刻苦力學啊 當然有一些親朋好友的幫助啊 那他呢在這一方面呢 真的是 這個刻苦自立 奏業不息 那他覺得自己呢 要效法聖賢 喔 孝勝法賢 那一直到他 考上科舉了 喔 公民成就了 他在這個國家 喔 也立下了很好的典範 他遇到的君王 也是呢 一個很有德性的 國王 皇帝 喔 當時宋朝是仁宗在位 你跟仁宗那個時代啊 出現很多能臣 喔 良臣 忠臣 都出現在這個時代 所以宋朝雖然呢 表面上呢 國力積弱 可是呢 民心安定 喔 國內呢 幾乎說呢 一片祥和的景象 尤其是在宋仁宗這個時代啊 那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君王 那宋仁宗之後 宋神宗 那也算不錯 所以呢 宋朝的這種 瓶子啊 也就是說他安泰的一面啊 也持續了一段時間 那都是得 得利於當時的這些 這些 能臣這些將相 喔 范宗淹是其中之一 你看那個包公 你看那個司馬光 喔這些我們 瞭解的這些歷史上的 名人啊 很多 都是在這個時代 喔 這個狄青 一個大將軍 喔 還有一些人 記不太清楚了 總之呢 這個時代 出很多能臣 那 那范宗淹呢 他當時啊 他在一個文章之中 這一篇文章呢 是流民千古的文章 那岳陽柔記 哇 他裡面的文章啊 真的是 拍案叫好 那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 就是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喔 你看這種境界 是多麼的高尚 當然這句話呢 應該是出自於孟子 那孟子說 憂以天下 樂以天下 然後呢 經過他這樣 微妙的這個文筆啊 一把他寫出來 就變成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喔 真的是 就這樣流民千古 那讓范宗淹流民千古了 其實不是因為這句話 而是因為他真的做到了 他做到了 又留下這個經典典範 所以呢 讓後世的人 更加的平調他 追念他 甚至呢 連到現在 八百多年了 可能九百多年了 都還有范室的祖先啊 的子孫啊 這個 生活到現在 那聽說台灣也有 那聽說台灣也有 你看先天下之憂而憂 這句話呢 是多麼難的一個境界 能夠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 只有佛菩薩 只有聖賢君子啊 那才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以預見未來 他們可以知道呢 人繼續這樣搞下去 一定會發生什麼災難 我們說 貪心 是會發生水災啊 稱心會發生火災啊 那麼魚吃心 吃心會發生風災啊 這個是佛告訴我們的 那佛留下來的這些智慧啊 透過儒家 聖賢君子的學習啊 那把這個 這句話給落實了 他叫人不要貪心 不要有抗爭的心 喔 不要有這個 這個欺詐偷巧的心 那他不要有這種 這種愚昧的心 他教人這樣子 那范仲淹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 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大略 來舉幾件喔 那范仲淹的一個 他曾經在江南這一帶 曾經做過 做過這個 縣亞 縣立 那他在這裡呢 他的這個住的地方呢 他都 住的很清平 很節儉 然後呢 他都趁這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當時當然也有經濟不景氣 農民啊 拋售這個田地啊 他就去把這個田地買下來 那買下來之後呢 只要說有他的縣民啊 沒有田耕種的 他就租給他去耕種 租多少呢 沒有收租金 你就是種 你種了多少你就拿多少 那農民趕他的恩啊 當然種的這些 到古食糧啊 就會拿來這裡 县衙裡面來 施捨啊 那麼因為放的田 放出的田地太多了 所以呢 當地的百姓啊 很多人都受到他的照顧 那他自己呢 也開了一間藝學 請老師 請這些師資來教導當地的 這些學子啊 來受教育 讀聖人的書 受聖人的教化 後來因為他要開藝學 這個人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多呢 他就必須呢 要有更大的地 他就請 請人啊看一下 看一下風水地理喔 要怎麼整建 那麼呢 這個風水地理啊 就跟他講啊 你的要開設學校的這個地啊 不是 他說你住了那個房子那個地啊 地理非常好 如果呢 你在這裡繼續運作下去啊 你的兒子會做到三公以上 三公就是宰相 會做到宰相這樣的一個關節 這個範中醫一聽啊 就想說 我這個地這麼好啊 那如果每一個人都來我這個地這樣讀書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宰相 那不是更好嗎 他就那個家也不要了都拆掉了 做學堂 把做學堂讓當地的這些學子啊 沒有能力學習的 或者是有能力學習的 通通來這裡學 沒有能力的不收錢 來這裡學 用聖賢的教法 聖賢的制度 聖賢的這種行儀 來教導他們 當時宰相的官員呢 受到范仲淹教誨的很多很多 那麼范仲淹呢 他捨棄自己兒子做三公的機會啊 給這些天下的讀書人啊 那這個因德啊 更大了 聖賢到他的子孫啊 一直到現在八九百年的 他的子孫 還可以得到他的因寵 得到他的庇護啊 他的子孫都還過得很好 有的呢都是修道人 所以他在越洋樓 樓記留了這句話 先天下之幽而幽 後天下之樂而樂 你看他已經看到了整個天下的憂慮 所以他事先做 這個世間的憂慮是什麼 你沒有人才 沒有聖賢君子啊 他就趕快培養聖賢君子 給國家使用 這個國家呢 不斷地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宋朝呢 文風鼎盛 雖然國力不很強啊 但是呢 整個宋朝的 那個人民生活的水準啊 是蠻高的 很多文人都出自在唐朝 唐宋 尤其是宋朝這些 我們知道 這個都是有連帶關係的 後天下之樂而樂 那這句話意思就是說呢 整道整個天下百姓 都能夠享受到 安居樂業的生活了 他自己呢 才願意過這個安居樂業的生活 他跟百姓一起 他沒有特別突顯 他在享受快樂 百姓快樂了 我就快樂了 我們現在休閒的標準 整個民眾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回天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講到 道之宋史 第十八句的經文 己達達人 我們上次 講到 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是一個賢者 他真正的做到 己利利人 己達達人 從他的一田 一學 就可以知道 他把整個心思啊 都放在 天下眾身上 那尤其教化 學子這樣的一個課題啊 他特別的 用心啊 所以他把他們家最好的風水地理 拿來給這些學生讀 那雖然 不一定說他相信風水 但是呢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寶地 就不應該自己享用 要拿出來給大家共同享用 所以呢 人家說啊 福地福人居啊 那范仲淹為什麼會有這塊地呢 他也不知道 反正就莫名其妙 他的官邸就是設在那裡 那他又想半學 所以他才知道這是一塊福地 那可見呢 我們說啊 這個靜隨心轉 一個人 他的心 得一個慈悲的能量 利人達人的這個能量啊 達到什麼地步啊 老天就給他什麼樣的福報 多大的福報 這完全是靠自己 真誠心的發落 這個 范仲淹 一心為人啊 沒有自己 所以呢 他把他的風水跑地 奉獻給 這個學校 奉獻給這些百姓的學子 結果真的造成 北宋年間啊 學子的風氣是很盛的 那麼北宋在整個大環境 這個人格的操守上啊 這個人格的操守上啊 品德的要求上啊 那北宋也是很好的 比起其他的朝代 那算是很不錯的一個標準 所以當時呢 文人特多 那因為文人特多 那所以呢 一些學術就會很發達 我們看到北宋五子 這些理學家 就是在那個時代產生的 像這個蘇東坡啊 像李清兆啊 李清兆可能還要晚一點 那這些大文學家 歷史流敏的這些人物啊 政治家 韓齊 這個 還有包公 你看都是出現在這個人世 這個時代 那所以說 這個如果每一個人 都是為整個天下眾生而想 那麼整個大環境就會改變 所以這些 這些賢人 這些君子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造成北宋的風氣也是這樣子 所以想想我們今天 要求一個 安居樂業的生活 求一個沒有天災地變的生活 那麼我們要向誰求呢 學學范仲淹的例子 那就是最好了 他曾經說啊 餘長求古人人之心啊 獲一二者之為何哉 不予物喜不予己悲啊 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名 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 是禁憂憂退憂 你看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啊 那如果沒有從一個德性上 那一份真誠的一個流露啊 那一份一心為己啊 一心為公這樣的一個胸懷啊 他沒有辦法說出這樣的話 他的意思是說呢 他要去尋求古人人的心 那這個古人人的心跟我現在的心 到底還差啊 差在哪裡啊 那我為什麼追求不到呢 那如果說我已經做到了 那其實呢 古人人的心啊 那個忍者的心 聖賢人的心 就是我現在所要蠢的心 這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他說核災沒有不同啊 哪一點沒有不同呢 不予悟喜不予己悲啊 不會因悟而來高興 不會因自己得到悲傷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你不會因為外在的 這些事物啊 家住在你的身上 那麼你就會特別高興 譬如說你做官 人家給你送紅包 送禮物 那麼你會特別高興 外在的環境 給你了十足的供養 你就特別高興 他說他不會特別高興 那他也不會特別悲哀 他居住在辛苦的環境 居住在呢 這個生活條件非常不足的 的這種環境上 那他還是一樣 甘心自如 自願過一個清貧的生活 他不會因為這樣而產生任何的悲傷 你看他這樣的一個境界 就有點像炎回所視線的那個樣子 一旦是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 我也不堪其樂 他炎回的樂 就是現在范仲淹的樂 所以說范仲淹真的是 有達到這種聖賢人的標準 如果說當時他們也有名師 在傳道的話 那我相信范仲淹 也能夠成就為一個聖人 他說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敏 廟堂就是在這個殿堂 皇宮 在皇宮裡面做山宮 做租大臣 那麼他就憂慮 各地方的百姓 生活怎麼樣了 他們的那種農作物 是不是都可以安然的自掌 各地市農工商的人 是不是都能夠 追求到他們理想的願望 這個是憂其民 這真的是聖賢人的憂心 那聖賢人的憂心 你看跟佛菩薩沒有兩樣 佛菩薩雖然說講超世間的 但是世間也是需要人家去照顧 你世間的事情都處理不了了 如何解決超世間的事情 所以聖賢人給我們做一個典範 這個一心為公 沒有為自己 沒有自私之利 完全的這個真誠慈悲 親近平等 那麼楚江湖之遠 者憂其君 好了他不做官了 或者是說呢 他被貶到這個離京城平原的地方了 他也擔心這個國王啊 這個皇帝啊 他能不能夠把政事處理好 那也沒有一些呢 邪 奸 奸 奸奸奸 邪人 在皇帝的旁邊這樣挑撥是非呢 讓皇帝下了這個不政策的決 決斷呢 他也擔心這個 所以說 他在宮廷裡面也憂慮 在這個百姓之家也憂慮 都懷著一股憂慮 這個憂慮呢 我們說啊 這個就是 菩薩一種 同體大悲 一種慈悲喜捨的心啊 這是范仲淹 一個儒家的聖賢給我們做的示範 那他除了做到幾立立人 他也做到幾達達人 那我們今天的課題 放在幾達達人 這個達的意思呢 就有通達 發達的意思 達就是達到那個目標嘛 所以一個人呢 他在這個人世間 除了說他立下 他的這個 基本處啊 立下他的一個根本原則之外呢 他還要能夠通達 他不是只有 單單的坐在那裡啊 他必須往外拓展 要呢 自立立他 要來正己絕仁 這個呢才是 一個聖賢人 君子以上的修行 應該有的懷抱 佛家講自決決他 你要幫助眾生覺悟 你要教化眾生 讓眾生呢 成就 了解 各種事情的真相 那他們呢 就不會再繼續造惡 不會再繼續迷惑 那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喔 教育這件事情啊 在中國 自從漢武帝以來 一直到清朝 通通沒有 偏廢 沒有斷絕過 每一個國 國王啊 每一個皇帝啊 都知道 教學的重要性 所謂建國軍民 教學為先啊 建國你要建立這個國家 你要軍民就是說 你要主導這些人民 你要用教化 你沒有教化的話 他們不懂 喔 所以 這個皇帝 派這些大臣來教化 派這些讀書人啊 做官來教化百姓 所以稱為父母官 父母官是要解決 眾生這些民眾的 生活上的各種問題 你看父母不就是這樣嗎 幫助子弟 幫助他的這個子女啊 解決任何生活上的困難 喔 身心上的疑惑 這個是 每一個父母 一不容辭的 那一個父母官呢 當然也是這樣子 所以要做到幾立立人 幾達達人 你現在呢 要更進一步了 不只是說呢 要讓百姓有一個立足點 有一個軌道可以遺詢 你還要讓他達到目標 那麼 達到目標 又不能夠說 你去為非作膽 去做違法的事情 那這樣也不對 所以呢 你必須呢 死死的去導正他 這個叫幾達達人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 范仲淹 他是用教育 我們說教化 教化的這個言行 來教化百姓 他依據古聖賢的道理 來教化這個人心啊 我們說 讓他達到目標 就是佛家講的 這個 慈啊 慈悲的慈 慈就是娛樂嘛 就是給他快樂 那他為什麼會快樂呢 因為他達到他的目標了 那悲呢 是拔苦 拔苦就是說他還深陷在泥沼裡面 他不能夠頂天立地 因為他沒有立足點 那麼幾立立人呢 就是要給他一個立足點 立足點之後呢 還要幫助他呢 能夠呢趕快達到目標 那就是要幾達達人 所以幾立立人跟幾達達人 是一體的 是不能夠分開來講的 你看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現象 有很多人他不曉得 他做了這個的事情 是錯誤的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麼甚至呢 他們這個家 世世代代 都以某一種事 這個事業 做他們的這個發財的依據 生存的依據 生存的依據 所以呢 這些呢 我們沒有辦法 來一時給他們糾正 但是你說糾正 他也會認為到底是誰錯誰對呢 他也想糾正你 譬如說 我們說台灣最多的現象 就是抽地下水 那抽地下水 人人啊 這些民眾啊 為了自己的方便 超抽地下水 每一個人都在這麼做 所以呢 這個地區呢 整個地層下陷 地層下陷之後呢 就會造成 海水倒灌 那如果下雨 造成水災 這個地層下陷的地方啊 就特別容易灌水進來 那灌水進來 就會產生 這個地區生命財產 重大的傷損失啊 那麼損失之後的這些人民 他們呢 並不會想到說自己的生活 有什麼錯 我們看到的都是 抱怨 批評 要求 那所以沒有辦法 政府必須呢 來計劃這些 整個造地的方式 解決這些人民 他們的一個百年大忌 但是呢 又不能夠說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你必須要有一個 一整系列的 一種運作跟規劃 那麼這樣的一個 一整系列的規劃當中啊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要教育他們 你要教育百姓啊 你要不斷的跟他們 溝通 讓他們知道 你抽 抽地下水 你不知道 下面的水 一倍抽空 整個地層就下陷 下陷不是你家下陷喔 是整個地區下陷喔 所以你害到整個村莊 你這個 這個城鎮啊 都是屬於一個 非常危險的一個範圍 那麼你要教他這些觀念 那麼甚至教他呢 你抽地下水來做養殖漁業 那麼養殖漁業 在修道人來講 這個就是殺生的工作 那你殺生的工作 他們累世累代都靠這個 魚來養活他們 那他們不殺 那他們要怎麼過活 所以這個是政府沒有辦法做的 這個要靠誰來做呢 靠民間這些宗教團體 這些呢 有修行的人 來告訴他們 你看你養魚 給人家吃 殺來給人家吃 那造成眾生更多的殺業 那麼你 你是蟲犯啊 那吃的人是煮飯 你是蟲犯 所以你們兩個人都有罪 那你一天要賣掉幾條魚啊 哇那可能是數以百計 數以千計 那這些生命要向誰去討命啊 有沒有想過這種問題呢 一般人說我不相信因果 好你不相信因果當然可以 可是呢你就可以不用受因果的報應了嗎 你想想看 我不相信交通規則 我就可以不用受交通規則的約束嗎 不可能啊 所以你不相信因果 因果還是一樣存在 你該得的報應還是會得到 那我們說報應 我們不要一直把它想壞的 你做好事也會有好報 這個是好的報應 做善事也有善的報應 這個都是好的報應 那麼你殺生你抽地下水 危害眾生危害人的生命 所以呢你家 就會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嘛 那這樣的道理誰清楚呢 沒有人清楚啊 這個世間如果沒有真正修心戀性的人 沒有真正的在道場 落實聖賢之教的人 沒有人會清楚 沒有人會告訴你這件事情 現在的政府官員 我們說的父母官 他不會懂得這種事情 專家學者對於因果當然也不太可能相信 那所以 今天這種教育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些修道人 來出來推動 來出來弘揚 來出來以身做法的話 那麼他們這些人民 要如何受教育呢 要如何開導他們呢 甚至說開示誤入這種佛的知見啊 幫助他們離苦得樂啊 真正的做到自決決他 正己成人啊 這個才是打的真正的意義啊 所以自己通達了 也要讓別人通達 那有沒有可能說 我自己雖然還沒有通達 可是呢我盡量去幫別人通達 這個呢理上是講不通的 理上講不通就是 就是因為你對於這個道理 你根本還沒有完全清楚 所謂理不出心性啊 事不出因果 你看所有的道理 都在心性的變化之中 我們曾經講過 世間上的變化 沒有比心性的變化還要來得快速 還要來個多樣化 所以能夠掌握心性的人 就能夠定 所謂定靜安慮德 那你要達到德 其實就已經是打的意思了 那德的功夫 你看這中間 靜安慮這些過程 你還是要親身去經歷啊 那眾生人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體諒 讓他自己做 好我好不容易發心 要做到這種 這種改變 改變他目前的 這個求生存的方式 改變他抽 地下水的觀念 殺這些 魚主的生命 這種觀念 他好不容易要改變的 當他去改變的時候 然後呢 發現到說 他以前的習慣 他以前的動作 他以前的認知 通通都是在這種 抽地下水 養殖漁業等等上面 你現在叫他去做什麼 那他現在做了 好做不起來 他三餐沒著落了 這個家庭妻兒 沒有飯吃啊 生活沒有依靠啊 那你有辦法幫助他嗎 那個推變的過程是很痛苦的 那很痛苦 你必須要經過這一關 沒有經過這一關呢 沒有人可以跳脫出來 這個事情真的是 下大決心的人才有辦法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是在這裡下功夫 好啦你他對變不過來 他沒有辦法生我了 他只好啦 又回去做 養殖漁業 繼續殺生 繼續抽地下水 他只能夠這樣啊 過一代算一代嘛 反正我這一代過了 下一代的事情 下一代再說 你看都是這樣子 陰形苟且 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這種觀念 誰有立志說要改改變現狀 誰有立志說呢 能夠讓自己立自己答 還要幫別人立別人答 這個事情啊 沒有聖賢人 他講不清楚 他做不出來 今天我們的道師宗旨講 己答答人 那你自己必須答 你要真的做到了 你才有辦法教人啊 你答就是說已經達到目標了 你已經通達了 你可以呢 這個無外的 無外你看無外就沒障礙喔 沒障礙所以你能夠通達 你沒有障礙了 所以呢 你才可以教別人怎麼樣可以沒有障礙 所以 教別人沒有障礙 那你必須呢 一點一滴啊 你必須呢 以身作者啊 你要不斷的 在他的這個 生活環境裡面 不斷的出現 不斷的跟他講 不斷的跟他說 不斷的做給他看 這個就是 你看我們的這些聖賢人 我們這些佛福撒 他不斷的來到人世間 一直在講講講講這件事情 教人家徹徹底底的放下 徹徹底底的看破 這人世間一切呢 都只是一種幻象 都只是一種假象 都只是一種過程 那不是結果 我們希望呢 能夠擁有好的結果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努力 你現在不努力 你的結果就沒有好結果 你就不能夠通達 你就不能夠 能夠做到幾達達人 所以 我們看自古以來 先佛 倒裝降世 出現在人世間 那他的記載 是這個主凡不及被載 你看我最近看那個 耶穌的傳記 那耶穌的出現啊 也是令人非常動容 他用道成肉身的方式 來到人世間 他的這個母親啊 未婚生子 那他為什麼會 會懷孕呢 不知道 就是突然呢 天上飛來一個種子 進入他的肚子裡面去 然後他就生出來 這奇蹟顯化 奇蹟顯化 但我們儒家不講這個奇蹟顯化 我們講他的精神 你看耶穌的精神 他是一個 這個農夫 的兒子 那甚至呢 他出生之後啊 跟父母親的關係呢 也非常的淺 長大他懂事之後 他就離開父母了 自己去傳道去了 那道成肉身 他就是天 天子 人子 天父之子 也就是說他是 這個神 神聖的代表 神聖的這個化身啊 那神聖的化身 他必須要跟人 是一樣啊 你不能夠變成 一隻狗的樣子 來講經說法吧 你也不能變成樹木的樣子 所以呢 你要變成人的樣子 那就是呢 道成肉身 這個道呢 變化成肉身的樣子 然後呢 講經說法 所以你看 耶穌在講道 他沒有 沒有什麼根據的 講的話都是自信而漏 而流漏 這個人 看他這個樣子 他需要什麼 他講給他聽 唯一強調的就是信 信德 相信上帝 相信天父 相信呢 這個 回天堂 這條路 只要信 你就可以得救 所以是信德 那他呢 他呢 又有一些 奇蹟顯化的力量 所以呢 很多人就相信他 那麼聽說 在 他那個時代 只要受過他指點的 那都可以回天了 那這是 我們到場 能夠 去跟老師 遨游禮天的人 回來講的 當然他的意思是講 一個名師啊 耶穌基督算是 一代的名師喔 他是 這個基督教的名師啊 這教主啊 在教主的地位當中啊 他是跟釋迦牟尼佛 孔老夫子 這些都是同樣的 即使他講的境界 沒有像佛講的境界這麼高 但是呢 那個地方的眾生 那個時候的人民啊 就必須要用這種方式 來讓他們通達 來讓他們知道呢 整個 這個生命的過程 整個事件的現象 都是虛而不死 他們要回去天堂 天堂才是我們的老家 天堂呢 才是真正的 打 達到這個打 那回天之路呢 就是 耶穌基督他講的方法 人家打你 又臉頰 你要把手臉頰給他打 人家用一顆石頭丟你 你要繼續讓他丟 不要反擊 人家罵你 你也不要 反駁 讓他罵 你要去愛世人 你要對世人 幫助 等等呢 他的教法 都是勸人為善 他沒有像佛經那樣講 很高深的心性的道理 但是呢 你只要相信去做了 那麼你就可以得救 這些都是在儒家講 一些聖賢人的表率 那麼儒家的這些聖賢人呢 他也是用 道成肉身的方式 變成人的樣子 跟人呢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長 一起奮鬥 甚至呢 比一般的人呢 還要貧苦 那麼他們一生呢 做這樣的示範 就是為了教導眾生 我們有一個 可以歸止的地方 可以歸止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聖賢人要說清楚 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他打 我們講子於至善 剛才基督講 天堂 佛家講 這個 回歸法性 一生法界 這些呢 其實啊 雖然 都有他的 說法上的不同 但是呢 那個動作都是同一個 就是 離開這個虛妄的 回到真實 只有這個動作是一樣的 那不管他指的是什麼路 用的是什麼方法 無非就是要教人 幾立立人 幾達達人 那麼我們想一想 我們今天 德育民事一指 又逢到大開普渡的時候 如果說 我們能夠發願 去度視度人 賴天宣化 廣救 這些元胎佛子 那麼這個是 佛家所說的 上聖大法 那麼我們要知道 這個動作的前提 是你已經 可以自度了 你已經可以自救了 你已經自覺自悟了 自清自靜了 你要自己很 清靜 很明白 你要自己很圓融 你要達到這個境界 所以你才有資格說 你要去幫助人家 正己成仁 自覺覺他 我們這裡講幾立立人 幾達達人 你要有這個境界 所以你要下功夫 你要呢 這個二六時鐘 不理這個 那這個道理呢 我們都清楚 在道場的道清 對於這些道理 可以說是 聽到不願其反了 那不願其反是很好啊 但是如果聽到會生反呢 那表示呢 功夫還不到家 對於這個真實的道理啊 聽是沒有辦法幫助你的 聽只是一種引導 你必須呢 真正的下功夫去做 真實的 真實的 將這些 真理大道啊 把它實踐在你的 言行 日常生活之中 你才能夠 這個自立 你才能夠自達嘛 那你要這個立人 要達人 那你必須呢 再把你的這個力量 發露出來 其實 那個是順勢 只要你幾立了 你一定 會想到要去立人 你幾達了 你一定會想到去達人 這個是聖賢人 佛菩薩 他們的心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回歸剛才講的 人民的教化 如果說 這些 養殖漁業 或者是說這些 做餐廳的 等等 有違背因果的 有殺生害命的 這些人啊 我們都必須透過教化的方式 來幫助他們 只有透過教化的方式 他們才能夠真正的覺悟 你說明師傳道給他 但是呢 他也不曉得道的寶貴 他也不會修 那你求這個道 完全是沒有意義 他也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 你看佛陀講經說法 49年 孔老夫子周遊列國 也有14年的功夫啊 那孔老夫子講經說法 從35歲 一直到 他這個69歲 其實是到達73歲了 那也是 這個三四十年的功夫 這些聖人所做的 都是 都是古佛 都是古聖在做的事情 所以孔老夫子講我素而不做 孔老夫子說我講的道理不是我講的 你不要說是我講的 因為我沒有創造 我沒有創一些新名詞 我沒有搞一些新的這個活動 我都是遵照古聖所做的這些事情來做 所以這個叫素而不做 他說天何言齋 事實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齋 天根本沒有講話 那天沒有講話 需要靠人來講 靠誰來講 靠聖賢人來講 那天沒有 那麼前人還沒有達到圓滿 所以聖人 他的一個作用 那就更加的 備受需要 所以孔子視線 把天地的這種關愛 講給人 知道 教化民眾 教化百姓 看到這個農夫跟他講做農夫的道理 工人呢 工人的道理 商人 商人的道理 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道理 講這個給他聽 讓這些人呢 從這種聖人的教法之中 得到啟悟 得到開發 得到了通達 這樣呢 他們才能夠 這個痛定思痛 他們才能夠從他們的這種 音群苟且的習性之中 去改變他們的習慣 去把這些妄想 把這些分別 執著 各種的煩惱 把它 撥云除霧啊 把這種 這種遮蓋啊 要把它撥出來 見到真正的光明 這個是聖人告訴我們的 那如果沒有 隨時隨地在他旁邊講 這哪有辦法 你看我們這個修行人啊 你說死死處在這種 法樂之中 死死處在這種 定境之中 那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何況又一般人呢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講 那我們現在 其實 講啊 可以透過高科技的這些產品 來講 當然還是需要人講 也就是說 人去跟人對講 這個是還是有需要的 但是呢 人跟人對講 你畢竟有時空上的限制 所以你要利用高科技 你看現在眾生 最喜歡接近的是什麼 最常常接近的是什麼 就手機啊 電腦啊 現在這個電腦輕巧 方便 走到哪裡可以上網到哪裡 那還有這個 電視啊 電視不斷的24小時 在你家出現各式各樣的節目 想一想 如果這些都變成 聖人的教化呢 那這樣的影響力 是不是就可以無遠伏界 所謂的禁虛工騙法界 是不是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你看我電視打開了 我聽到的就是獎金說法 我需要獎金說法 我需要這些聖人的知道 但是呢我沒有辦法看到聖人 我透過電視 透過電腦網路 透過手機 這個為什麼不行呢 當然可以啊 科技之害 雖然讓人類產生 這種很嚴重的現象 所謂得不償失啊 我們得的比失的還要少 真正得了 那個表面看是得的 可是呢 卻是傷害我們的自信最大 你看電視24小時所播放的這些 這個恩怨情仇 暴力色情 這個八卦花編 或者是 或者是 阿諭 或者是說阿諭 調侃 這些知名的人物 電視都是在報這個啊 那電視新聞所報的呢 都是負面的 今天哪裡殺了人 今天又有哪裡 有人跳樓了 有人自殺了 有人發生車禍了 都是在報這個 真正的幾粒粒人幾達達人的事情 一樣也沒有報 所以我們真的是 很擔心啊 那些電視從事人員啊 自以為高尚 都在改變社會 都在改變社會 媒體的力量啊 那個影響社會層面之大 是沒有辦法忽視的 但是這些從業人員呢 並不曉得這一層關係 這種利害關係啊 這也是我們今天 需要出來講的 也就是說他們要受教化 受聖賢人的教化 這些媒體人 如果能夠得到聖賢的一些訊息 把聖賢的一些道理 做在裡面 那還有一點啟發作用 那如果沒有 那影響社會之深 之廣 之大 那都沒有辦法想像 那我以前在做編劇的時候 在寫布袋系的劇本 那麼布袋系呢 就是古代的人物 有一些神仙的人物 三教的人物 所以會把一些三教人物的對話 把它寫到劇本裡面 那要適合這個人的身份 適合那一段的這個氣氛啊 我一時都想不出來 所以呢 只好去看訓文 抄仙佛的訓文 來成為布袋系人物的一個對白 那這種事情 好不好呢 這個事情啊 原則上 跳賊了這個仙佛的智慧 但是仙佛的智慧就是要讓人家知道的 透過這種 這個傳播媒體 娛樂的這樣的一個視訊 然後來教化眾生 這也未常不是一個方法 只是說影響的有限 如果說我們今天 能夠真正的做到 這個媒體啊 這個24小時都在講經說法 都在演說這種政治證件 都在傳播這種聖賢人的訊息啊 那麼這樣的影響啊 也是無緣佛界啊 也是不可思議啊 現在的台灣 電視台啊 我們所謂的宗教性的電視台 能夠 能夠 專做這種 講經說法 宣揚這個 正知正見 那這樣的媒體呢 這樣的電視台呢 我看起來是只有 華藏衛師 華藏衛星電視台 因為呢 他只播一家之演 進攻老和尚的話 然後呢片段跟片段之間呢 會插入一點 這個念佛的聲音啊 佛教的音樂啊 欸這個不錯 那麼所以我跟我太太講 我們今天 不知道教化小孩子 每天晚上回到家 就是看電視 看電視就是暴力色情 就是恩怨情仇 我們這樣呢 影響小孩子 不曉得多聲援了 那現在呢 可以選擇性的電視台啊 看來只有華藏衛星電視台 我們現在呢 只有看這種衛星電視台 看金空老和尚的教會 把這種方式啊 不斷的強梳 灌入這個孩子們的這個腦海裡面 所以我要求跟我太太商量 只要有小孩子在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看其他的節目 就要看金空老法師的 因為沒有儒家的啊 沒有儒家的電視台 沒有道場的電視台 你看如果道場有有心人士啊 能夠發心來做這樣的一個電視台 來宣揚師尊師母的教法 宣揚一貫大道的話 那這個影響人心之大 那也是不可思議啊 我們現在道場 我們看到的是蓋大廟了很多 真正的在這方面用心的 這個不多見 除了 除了去向人家買時段來播出之外 好像也沒有一個專屬的電視台 那麼 我跟我太太這樣講之後 這個小孩子啊 每天晚上就被 這種阿彌陀佛的那種搜射 久而久之啊 他也知道阿彌陀佛 他也會唸阿彌陀佛 那他聽課聽不懂啊 啊 才四五歲怎麼聽課聽得懂呢 所以呢 他在聽課的時候就繼續玩 但是呢 你還不能夠轉換其他的頻道喔 你一轉換了他就 他就讓你叫了 叫什麼 我要看阿彌陀佛 我要看阿彌陀佛 你轉錯了 欸我就覺得說欸 這還有作用喔 那還不錯喔 至少他可以唸阿彌陀佛 那好啦 現在呢 上課的時間啊 老法師在講課了 他不聽了 又在旁邊玩 我們想去看一點其他的節目 你看我們的習性都還沒有辦法改 這樣看一點其他的節目 來小孩子不准啊 就是要你看阿彌陀佛 你不看阿彌陀佛 他就讓你叫 叫你亂 那小孩子 我們本來說要叫小孩子 結果呢 小孩子反過來教我們 這真的是 父子得利啊 所以呢我也是好 安心的來看老法師的電視台 聽老法師的經教 在 老法師耳辱目染之下 了解人生的道理 了解這種 經文的意義啊 甚至呢 也了解到 整個經 整個這個佛經 他的這個旨意 他的表達 大概有一點清楚了 那他講的一句話 讓我非常受用 那就是一門深入 那一門深入呢 就要常識熏修 這句話呢讓我非常受用 我知道說修道是必須要這樣子 博學多文啊 那個是讓學者專家去做 我們不要博學多文 我們要一門深入 因為我們的根性 沒有像天人這樣的根性 沒有佛菩薩聖賢人這樣的根性 我們必須呢 在一個領域裡面呢 不斷的下功夫 不斷的去研究 不斷的去 不斷的去參悟 然後你才可以了解 了解 這個經中的這種奧義 他的指趣是什麼 你就會通了 一經一切經 一步 所有的步 通通通了 不管是你是儒家的 道家的佛家的經典 只要你有一本經典你通了 那麼所有的經典你都看得懂了 那從他的一個教化之中啊 讓我了解到 那我也必須來一門深入 那所以 候學呢 願意在 觀聖帝君的經典 好好地下功夫 那事實上呢 這個在還沒有聽到 老法師的教化之前 我就在道場 講陶衍明聖經 也講了很多年 那麼對於 這個官帝的教法 推崇備至 對於官帝的感應啊 也是呢 鳴謝在心 我要感恩報恩 就是呢 要將這個聖人的教法 把它推廣於世間 讓這些聖人的教法 有更多人 能夠知道清楚明白 能夠做出來 你看包括我們現在在講 道之宗子 道之宗子完全是儒家人 那現在應運 官聖帝君也是儒家人 雖然道家 佛家 也把他們列入他們的神 但是呢 官聖帝君的 祖子 他的宗子 都不離開儒家 他講的教法 也是儒家為主 那所以你看 只要一門深入之後 連小孩子都得到感應了 連大人的都受到好處 得到利益了 現在呢 變成我們想看其他節目 那小孩子想看阿彌陀佛 那晚上的時候他常常會跟我們講 爸爸我要去阿彌陀佛那裡睡覺 你要不要去 我這個一聽啊 去阿彌陀佛那裡睡覺 好啊 那就一起去吧 阿彌陀佛那一起去怎麼去 那他呢 我覺得他可能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但是呢 這無非是一種先佛的視線 先佛的視線 教我們要一門深入 你要在你這個修道的領域裡面 要真正做到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不管是說你是修什麼的 我們今天既然得到明示一指點 那麼我們修上聖大法 就是呢 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從心上下功夫 這才是最上聖的修法 如果說我們今天遇到明示在傳法 遇到大道在普渡 結果呢 我們失之交備 或者是說我們不願意用功夫 沒有像地藏王菩薩這樣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 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不度盡天下的眾生啊 我不成佛 不度盡地獄三二道的眾生 我不成佛 你看這些菩薩都有不成佛的這種大願 老前人 他也講 我的願呢是無始無終 沒有開始 也沒有終了 可見老前人也是一個再來人 他也是道成肉身 來度化我們這些眾生的 所以老前人 他一生呢 只用白水老人做他的名字 連做神了 回天了 他也用白水老人 但是呢被這些後學啊 一直逼啊 一直問啊 逼到沒辦法 只好包一個聖號 白水聖地 這樣的一個聖號 我覺得那是不得已爆出來的 那白水聖地好啊 那就有一個聖號可以叫了 也安定道場 安定人心啊 那對老前人來講 沒有任何影響 你叫你的我做我的 我的願還是無始無終 我還是要度化眾生 我還是要去開荒山道 打幫助道 所以我們是老前人的後學 我們也要幫著老前人 幫著師尊師母 打幫助道 開荒山道 我們也要做小技工 到處去弘法 所以後學選擇 用獎金說法的方式來弘法 雖然我很希望 自己 以前能夠 以前希望自己做一個醫生 做一個中醫能夠呢 幫助大家 但是沒有緣 只好呢 只好呢 依至好放棄了 依這個遠而走 那我現在呢 又有一個新的願望 希望呢 先佛加持 我們師尊師母加持 那這個願望 如果能夠實踐呢 那麼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那我希望我自己 也能夠 走向老前人 的修辦之路 我們師尊師母的修辦之路 來幫助送生 破米開悟 來幫助送生呢 這個斷惡修善 最後幫助送生呢 轉帆成聖 大家都能夠回歸禮天 大家都能夠跟著 這個 彌勒佛 我們的彌勒祖師啊 來到這個龍華三會 倒裝這樣 再來度化 眾生 再來普收 這個九六億元胎佛子 這真是後學的希望 那後學用這個光碟 來向大家 來向大家弘法 來向大家呢 宣揚真理真道 這個是用高科技的這種方法 來弘法 那麼我希望呢 能夠藉著這個 弘法的光碟 也能夠做到一點開荒 燦道 達到一點 搭幫助到的一個作用 這個 師尊師母慈悲 老賢人 初天先佛 觀聖帝君 能夠呢 庇佑 讓我們這個春秋學會 有更大的力量 更大的這個 能量 更長遠的 這樣的一個奮鬥 來達到這種 己利利人 己達達人 的一個目的 好 那我們呢 明天就要出發到泰國 所以今天講完課 就要準備一切 要北上住宿 跟苗栗的道心 一起在 那麼我們今天的課程 跟上一次的課程 已經中斷了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 那這段期間呢 我們到了泰國的 清邁 還有中國村 羅永這些地方呢 來弘法 成全道清 那泰國的道清呢 他們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他們本身 就有這種佛的思想 那他們那邊的男生呢 都要去做短期的和尚 所以基本上對於小成的這種佛法修為啊 都有很一定的認知啊 那這樣呢我們來講大乘的佛法 講這個大道啊 我們就比較好入手 那所以在那邊呢 為什麼大道可以辦得這麼樣的紅展 那泰國當地的政府 也非常的肯定 一貫道的道清 我相信這也是跟他們 累劫的善跟福德 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們的程度也算很高 所以呢 透過翻譯啊 要來講這種心性的道理啊 後學也是不容易講 出了這個四面啊 才知道說這個世界的大 以及個人的渺小 那當時呢 後學就想到一句話 孔老夫子他曾經說 無常奏日 不死 無常奏夜 不寢 以思 無意 不如學也 那孔老夫子這句話的意思呢 他就是大概的 翻譯是說呢 他曾經呢 整天的不吃飯 整夜的不睡覺 用來做 思考 用來思想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呢 用來這個殘坐 他說無意 無意就是沒有益處 沒有什麼益處 只是坐在那裡思考 對他的這個生命的進入 沒有什麼益處 所以呢 他說呢 不如學也 不如呢 好好的去學習一件東西 那孔老夫子的學 他就有在這個生命中覺悟的意識 那麼我們看到孔老夫子 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透過道德的實踐 來慘發出對於心性的光與熱 那麼他對於生命的那份認知啊 都是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 所以他這裡說的 不如學也 不如好好的來學習 從學習中來反思 人生的道理 來覺悟生命的這種爭議啊 所以 在現在的這個時期 我們稱為末法時期 那這個末法時期的眾生呢 你要教他用這種禪定的方式 或者是說透過這個打坐 到透過密教 透過這種神通 這樣的方式呢 來修行呢 以達到正悟啊 這個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現在的人心很散亂 那麼誘惑也很多 天地之間的災結更多 那麼在這麼樣的混亂的這樣的一個時代啊 一個人想要在這個紅塵俗世啊 保有那一份親近平等真誠的心啊 那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那所以 想到孔老夫子這句話 不如呢 我們好好的來學習 你跟後學在 這個台灣的講課 還自以為呢 自己很有心得 不管講什麼課 其實都可以不用準備 上台呢 自然會講 但是呢 到了泰國 才知道自己的膚淺 因為泰國 要講課必須透過番話 那透過番話的這段過程啊 這個思緒就被打亂了 一時就沒辦法習慣 而且呢 面對了不同樣的民族 這個智慧就沒有辦法開啟 所以呢 在泰國的這個紅法課程啊 那是可以說沒有智慧的 只能夠用 用自己的知識跟見解 來講述課程 沒有所謂的先佛和靈 跟天地為一體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是後學個人覺得 自己呢 還沒有 見識太深 沒有領悟太過深入 下功夫還不夠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表現 那還好這是官聖帝君加持啊 講到陶淵明聖經啊 畢竟累積了幾年的這種經驗啊 講起來會比較順一點 那麼至於心法的課程啊 後學覺得自己遠遠不如 這個是在這個修學路上啊 在新興的功夫探討上啊 一直呢沒有很深入的去瞭解 所以公老夫子叫我們說 不如學演 你不如好好地來學習 你透過經典 你透過聽經 或者是說透過呢 這種文字般若的學習啊 透過這種法會 研究班課程的學習啊 你也許啊 你也許啊 還比這種禪坐 反省 密宗的這種修煉啊 還要有用一點 那這個是因為呼應了現在眾生的根器 來說的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儒家應運 那儒家應運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儒家在講的道理啊 完全都跟人 脫離不了關係 沒有人呢 那這個 這個世間呢 是一切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看道之宗子 他在講人跟心性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還有人跟自然的關係 這三種關係呢 的重點都放在人身上 那人 從這個天地之中抽離啊 那這個天地也沒有意義了 那所以呢 為什麼 在仙佛靈壇的時候 老師查查常教我們 我們在家庭裡面 有沒有把自己的本分敬好 你夫妻有沒有敬好夫妻之道 這個父子有沒有做好父子 在公司裡面 你有沒有做好君臣的關係 這些呢 都是現代人 必須重新來學習的課題 有人認為說這是老掉牙的東西啦 為什麼還要在學這個呢 大家都想聽深奧的道理 深奧的佛法 但是呢 但是呢 對於實際的這種 人情的毅力啊 卻呢 沒有什麼著力處啊 你跟人講話有信用嗎 你對待事情 這個有真誠嗎 你對待你的這些 老闆 朋友 你有講中心嗎 等等的 你看這些 這些基礎的道理 是儒家的 基本訴求 那麼其實也是現代人 最主要的 這種做人的標準 那如果說連這些做人的標準 都沒有達到了 哦 光是要講這種 深奧的這種道大道 深奧的佛法 或者是說 心理關係啊 這是有一點 這個不著邊際啊 所以呼應著今天的課題 幾達達人 我們要清楚了解 你想要讓別人離苦得樂 哦 這個 你想要讓別人通達 你必須呢 先讓自己通達 哦 也就是說 誤後啟修這句話 在佛教裡面 他講了給我們這樣的一個訊息啊 對我們修行人來講 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的 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認知啊 哦 你看儒家講正己成仁 哦 只有呢自己先端正了 才可以成就別人 只有自己脫離痛苦了 你才可以幫別人脫離痛苦 只有自己覺悟了 你才可以幫別人覺悟 所以我們講到幾達達人啊 自己都不達了 那如何讓別人通達呢 那所以經 經由這樣的一個訊事啊 就是我們要讓自己 達到這種通達的標準 那通達最終的目的一定是子於至善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 孔老夫子所說 無意不如學也 不要只光靠想要去追求那種 好高悟遠的心性的道理 你實際上的這種做人的道理啊 你要先去學 哦 從這個生活之中呢 去了解去體悟 然後去驗證 然後這之中呢 你才能夠覺醒 當自己覺醒了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在你的生活上 你的生命上做任何的改變 那當自己的脾氣毛病被發覺了 你有勇氣去改正它 那這個就是你產生的智慧 你還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去幫助別人 那你就是有這樣的人心 所以呢 你就自人勇三達德通通具備 三達德的具備 那表示呢 你已經達到這種 己達達人的最低訴求啊 那所以說 己達達人啊 就很像佛家 所謂的這種慈悲的說法 我們說慈就是語樂嘛 悲就是拔苦 那麼這個慈啊 慈就是有一點我們現在說了 己達這個達的意思 就是給別人快樂 給別人呢 達到那種 這種熱獸的境界 那熱獸的境界當然 佛家所追求的是淨土 極樂淨土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最終的熱獸 那麼在儒家來講 就是呢 你要去幫助別人 去通達 讓他了解到 這個世間呢 其實處處都是天堂 處處都有樂土 那這是儒家的做法 所以己達達人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確認自己 自己已經達到什麼程度了 這個達的定義呢 自己是不是已經做到了 做到了標準 那就是呢 你是不是有這種真存心 你是不是有這個平等心 你是不是有這種覺悟的心呢 你對於世間的這種人情義理的看法 你是不是能夠處在一種很平等的狀態 所以我們說 這個平等做佛啊 平等做佛啊 才可以說是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了解 沒有平等心 那麼你沒有辦法看到佛心 你也沒有辦法止於至善 你看什麼是平等 在我的身體裡面 在我的身體上面 耳朵跟眼睛 鼻子跟嘴巴 這都是平等的 那誰最好用呢 誰是第一呢 沒有第一的啊 通通都是第一啊 沒有誰最好啊 大家都最好 那麼在這個身體之中啊 大家都表現出那個最好的那個狀態 那就是第一啊 那麼在我們的人世間也是一樣啊 誰是第一呢 那你會說總統是第一啊 這個皇帝是第一啊 那其實未必然 他們在表面上的這個明文力量上 看起來好像是第一 但是呢在他們的這個精神領域上 他們卻是無比的痛苦 這個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而且呢歷史證明也事實如此 那所以呢 在這個人世間 皇帝第一 那乞丐也是第一啊 我們這些四農工商 各個都第一啊 那乞丐有差 有差的定位裡面 他可以活得很安然自在的一個生活 那他在現實的環境之中啊 他就是處於一個第一 一種最好的一種角色 四農工商 四農工商 四農工商也都需要有他的角色 所以呢各個都是第一 沒有人第二 那麼你看這個人 動物跟植物 乃至這些三個大帝 哪一個是第一呢 沒有第一啊 各個都是第一啊 你看牛 牛第一 喔 羊 羊第一 你怎麼可以說 人類第一呢 喔 人類處處處於第一的狀態啊 那麼他們會反撲 那他們造成的力量啊 就會形成一股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你看最近 吃牛肉的人多了 那吃牛肉的人多了 就引發一種叫狂牛症的病症 那所以現在大家人心惶惶 不太敢吃牛肉了 那不幸的人還是照樣吃啊 那這個牛肉一吃多了 它發生突變 它裡面有病菌 會讓人產生很不可預期的 這樣的一個病態出現 現在也沒有醫藥可以治療 那這些天災地變的行程 也都是這樣子 喔 所以呢 一切法從心想生了 心平等的看一切法是平等的 看心的清淨的看一切世間是清淨的 那所以你要去哪裡看淨土呢 就在此時時地 不需要到彼岸 你在現在這裡就可以看到美麗的淨土 因為你的心清淨的 你看每一個人每一個事物都是清淨的 你的心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沒有高下 每一個物種都是平等的 後來你還會發現到說 原來每一個物種 每一個眾生都是我自己 你看佛家想依報隨著正報再轉 那麼我自己呢 我不是這個肉體 我是這個自信 我呢跟這些三而大地是一體的 那這些呢 這些三而大地呢 它是應現我的境界而產生的 所以我會看到他們 我會碰到這樣的一個災難結束 通通都是我的心的變現 所以宇宙從哪裡來 宇宙是自己的心產生的 三而大地哪裡來 三而大地就是自己的心的變現 天災地變從哪裡來 天災地變也是自己的心的變現 從自己的內在的這種妄想 煩惱所產生的 如果說依報隨著正報轉的話 那麼依報的好壞 就是因為我正報的好壞所產生的 佛家講心限事變 心能夠顯那個像 可是呢 事能夠變化那個像 那麼心裡面還有一個性 性是如如不動 性跟心是一體的 那麼當性呢 它是清淨的 它是無染的 那它顯在心上面的這樣的一個像 就是清淨無染 可是呢 心上面還加一個事 事會變化 這個變化呢 就是一念不絕 那這個不絕的現象 就產生了無明妄想 所謂沉沙煩惱 見思煩惱跟無明煩惱 產生這些煩惱呢 就讓整個 這個三個大地產生了變化 產生了六道輪迴 產生了死法界 那所以呢 要脫離思法界 真的能夠挑出六道輪迴 要做到幾達達人 你必須呢 把你的心 把它清淨 那性既然是清淨了 性就不用清淨了 但是心呢會受到事的變化 所以呢 你要這種捨視用根 根是心 把你的意識 把你的這種 所謂的煩惱 通通把它去除掉 放下 看破 你還有什麼好執著的呢 這個世間什麼是你的 你想想看 你可以舉出一個例子 來說什麼是你的嗎 你留了錢財給子孫 結果呢 造成子孫的分裂 子孫的這種 不孝 那麼你留了名聲 也造成子孫後代的 這種聖明之類的 那麼你說身體是我的 身體如果你可以控制 那當然是可以是你的 問題是身體你也不能控制 你可以天天保持 他在18歲的狀態嗎 年輕力盛 然後呢 有朝氣又美麗 你可以天天保持嗎 事件上大概沒有一個人 能夠做到這樣子 除非是化身的 仙佛菩薩 那麼只要是人 我們就沒有辦法 控制我們的肉體 那麼我們連自己都沒有辦法控制了 我們哪有辦法去控制別人 那所以呢 你要放下 你要去控制別人 去管理別人 你要掌控一切的思想 沒有一樣是你的 放下這樣的一個念頭啊 你才能夠正 漸漸的讓自己的心 達到那個平等的階段 端正自己的心啊 端正自己的心 你所顯現出來的像啊 那才會是正的 清淨的 無然的 那所以 一切看破 一切放下 就能夠通達無愛 所以不能通達 就是因為有阻礙 有阻礙誰造成的呢 阻礙從來沒有在外面 阻礙的原因 從來都是要從裡面去找起 別人沒有阻礙你 只是你自己阻礙自己 別人給你障礙 被你打擊 給你折磨 其實呢 那個都是因緣的聚合 那個因緣 這種因果的現象啊 也是一種短暫的假象 如是因如是果 我們呢把這種因果了斷了 那麼我們也可以坦然面對因果 所以 你看佛菩薩 成佛了他還是有因果 但是呢他所受的因果 跟我們的心態就完全不一樣 噢 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 有三個月 吃馬麥 沒有東西吃了啊 只要吃馬的糧食 那麼他已經成佛了啊 怎麼還會有這種報應呢 這個就是過去生中 他曾經呢 這個 他曾經布施 做布施的時候 沒有 沒有布施 給修行人 他只是顧 只顧自己 那所以呢造成了 他自己三個月 沒有糧食可以吃 所以佛也會受因果 那麽因果不空的道理啊 那麽因果不空的道理啊 那是應該一種相敘的相 造成我們認為 因果一直都存在 其實因果也是空的 因果一直都存在 是因為呢 我們還沒有達到那種 親近平等的決心 還沒有達這種幾達達人的打 我們沒有止於至善 那沒有止於至善 所以呢你所看到的境界 就是有高有低 有大有小 有好有壞 喔 是非對錯 這樣的一個 這種相對立的這種觀念之中啊 那到之中子 要我們打破這種相對立的觀念 你必須呢 讓自己通達 讓別人通達 那麽你才可以呢 真正的通達 做到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那這樣的一個 條件啊 你才能夠成就自己 你看無緣大慈 緣就是一種條件 無緣就是沒有條件 那麽沒有條件的 對於眾生 起大悲心 起慈愛心 那麽為什麽沒有條件呢 沒有條件的原因是因為 我用右手幫助左手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謝 這是沒有條件的 為什麽不用感謝呢 我都是一體的 要感謝什麽 我左手來仰了 右手出來說 不需要感謝啊 我們都是一體的嘛 喔 我的眼睛需要看 我用眼睛來看 我不需要感謝眼睛 我需要吃東西 我不需要感謝這個嘴巴 我們都是一體的 這個都是一體的 不需要感謝 那麽想想 我們跟眾生何嘗不是一體的呢 如果說 我們是老母的兒女 那麽 老母是本靈 我們是分靈 那麽我們是老母的分靈 你也是老母的分靈 他也是老母的分靈 他也是老母的分靈 大家合起來不就是那個老母嗎 不就是那個本體嗎 那所以呢 我們還在分什麽 沒有分啊 這都同時是那個本體 這是見性的話 可是呢 可是呢 不一定可以做得到 只有見性的人 才可以 講出這種見性的話 但我沒有見性 所以我講的話呢 也沒有通達 我只是學著 這個 前嫌的話來講 那麽你們如果做到了 你們今天做到 明天就通達 當下做到 當下通達 那麽我不做 我還是照樣 六道輪迴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想到 在這個絕世真經裡面 喔 當時後學註解絕世真經 那觀聖帝君的感應呢 可以說呢 非常的顯硬 那我曾經呢 在這裡面註解說啊 有病痛的人啊 念絕世真經七遍 在佛桌前 供一杯這種供水 我念完之後呢 將這杯供水呢 很恭敬的浮相 喔 只要誠心啊 功夫到了 自然就會感應 那結果真的有人這樣做 喔 那他的病真的好了 他回頭來感謝我 可是我自己呢 我也沒有做到 所以做到的人 他成就了 沒有做到的人 繼續淪落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今天在道之宗子裡面 我們跟 先佛一樣 我們像先佛所說的話來學習 那麼你真的學習到了 那麼你成就了 喔 那你不只是在知見上的見解 你只是在文字波羅的了解 你沒有去觀照 你沒有去實證 那麼你的智慧呢 就永遠停留在那裡 那這是退步的現象 所以呢 當下就要把他扭轉過來 所以 有一句話說 這個理不出心性 事不出因果 你看這個理是因果的關係啊 都是在這心性的變化之中 道理不出心性 你跟世間所有的一切道理 都是心性的變化 喔 那個性跟心的關係啊 就有一點像我們說 鏡子 你看鏡子 那個鏡子啊 是如如不動的 但是呢 有一個像出來了 有這個像出來之後呢 這個像呢 所呈現的也是最真實的原貌 像就是心的呈現 那麼心相對於親近心的呈現啊 也是最真實的 那所以我們說 你看孝梯中性 我們說理義廉恥 我們說這些德目 通通都是自性的流露 是呢 這個子於自善的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自性本體的 的一種做法 人世間的很自然的一個行為 但是呢 當加入人的意識之後 加入人的這種 無明妄想煩惱之後呢 那麼這些德目裡面呢 會產生變化 那這個變化呢 就是在鏡子裡面所呈現的像 已經不是這個本來的像 而它是一種 經過加工過的 經過這種掩飾過的這樣一個像 那麼經過加工掩飾這個就是是 所以性、心、是這樣的一個變化 同這個鏡子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真心流露出來的 無不是做中做效 無不是呢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人世間 要達到一種和平的世界 達到一種和的狀態 就是要回歸到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麼 就是那個本性的狀態 本性的狀態 就是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在人類的這個秩序啊 你把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個做到淋漓盡致 那麼你就可以回天教職 你就可以見到本來的本性 其實儒家就是這樣子 那麼有的人認為說 沒有佛家空性的道理 那麼你專做儒家的這種人倫鋼場 那是沒有辦法超生了死 那這句話呢 在現今的這個時代 那是不一定正確 如果說儒家收遠的話 儒家運運的話 那麼儒家教我們的話 他沒有離開過人世間 那麼我們心內在的這個精神 去追求至善圓滿 跟佛家所講的這種心性空極的狀態 其實是一個道理 但是儒家還強調 你必須把它落實在生活之中 這個落實啊 就比我們所知道的其他的宗派 還要更積極 你必須把三綱五常、五輪八德做出來 那麼你才能夠說 你真正的流露出你的自信 你真的能夠有這個自善的這種表現出來 所以剛才講無言大慈、同體大悲 這是在人情、義理裡面做到的 不是說你顯現神通 你顯現一種特異功能來幫助眾生啊 這完全是錯誤了 這大家要相當的清楚 當我了解到 我跟眾生是平等無二的 他只是現那個像 比如說他是一條狗 一條狗的像 那我是人的像 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人會認為 人比狗高貴 其實呢 人怎麼會 怎麼覺悟到 他那個性是一樣的 我們人有佛性 那這個 三合大地有法性 有情的眾生呢 也是有佛性 所以呢 佛性跟法性是一個性 都是老母的 的這種分靈 所以三合大地跟我是同一個 同一個靈 我合起來不就是這些三合大地嗎 那所以了解到這個道理啊 你會真正的感覺到謙卑 感覺到了自己的渺小 因為我只是其中的一個分子 那所以呢 當我能夠成就了 我已經通達了 幾利利人幾達達人的 那麼所有的世間的眾生跟我一起通達 所以重點在誰 重點在自己 自己沒有通達了什麼都不用說 自己通達了 所有的一切眾生就跟著你通達 那所以我們常常講 這支筆 筆會成佛嗎 如果按照剛才 佛家所說 依報誰的正報轉 那麼正報是我 我成佛了這個依報當然就成佛了 所以筆會不會成佛 筆當然會成佛啊 但是重點是你看到的是筆嘛 你看到的是筆他不會成佛 你看到的是法性他會成佛 所以當你呢 證物到的 證物到你的佛性的時候 你看到所有的眾生一切都是法性的變現 那個相就是性 所以叫做性相不二 你看到的這個相 沒有錯他是有各種不同的相 有六道倫為的相 但是呢那個性是一啊 性是一 所以呢你跟他是無二無比 你成佛了他就跟你一樣成佛 你通達了他就跟你一樣通達 所以呢整個禁虛功騙法界都是我自己 沒有別人啊 你要想想沒有別人啊 你還以為你在度化眾生 你還以為你在成全別人 沒有 你都是在成全自己 你都是在度化自己 你自己都沒有成就了 你不可能去成就別人的 自己都迷迷糊糊了 你還想去度化別人 那是 摸不著根啊 我們說瞎修行 真眼說瞎話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很清楚 所以呢當我們修行 要了解到自己內在的那一份 本心本性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世間是多麼慈悲啊 天地是多麼的這個仁慈 他為了成就我一個人 他創造這個一個天地 創造這整個三二大地 創造這一切眾生來成就我 所以 天地夠不夠慈悲 那麼你自己 還要不要精進 想一想 你還要在迷雾嗎 還要在搞六道輪圍嗎 還不知道回到老家嗎 這個就是幾達達人 所以達是通 通的境界 通就是沒有障礙 人跟人之間 為什麼會產生障礙 會產生隔閡 不理解的 那就是因為沒有通 沒有常常去溝通 其實呢 當對方的這個 不好的言語視線的時候 對方的一個向視線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是你的心的對顯 你的心對顯出這樣的向出來 所以呢 你怪的是自己 不是怪別人 一切反求諸己 不是看別人怎麼都這樣對我 別人都怎麼樣 別人怎麼樣都是自己造成的 這個道理要很清楚 所以這個幾達達人這個幾 一定要認清楚 自己才是真正的那個目標 那麼人我不二 自己通達了 別人通達了 自己成就別人成就了 這樣才叫做正幾成人 所以說如果還有我 我最大 我是第一 別人第二 那麼這個還是反覆 這個還在六道輪迴 你還有一批的煩惱還沒有破 那麼你還不能夠見到本來的面目 那所以 當你大慈大悲 去幫助眾生 去解救眾生的時候 你不需要眾生感謝你 喔 不需要眾生心存感恩的心 你還要眾生心存感恩的心 那你是凡夫啊 你要趕什麼恩呢 你要趕什麼恩呢 右手跟左手抓一抓 這樣要趕什麼恩呢 都是一體的嘛 所以你從現在開始 你去幫助別人 你去度化別人 都是只是在度化你自己 你不需要別人感恩 這個才是真正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的心聲 那麼在 泰國他們那邊 那主要就是 念經 主要就是研究這些經典 所以呢 他們還停留在這種 小乘的 佛教的思維 對於這種人 人法兩空啊 心性不二的道理啊 對他們來講還是很深奧 那所以在佛教以前啊 到現在所謂的二乘聖人 阿羅漢屁之佛 這些聖人 他們雖然說已經跳出六道輪迴的境界了 但是呢 他們畢竟呢 只是知道我空 我這個是空的 但是不曉得法空 我空是什麼道理呢 我知道我不可得 我只是一種 這種 虛幻的假和啊 短暫的現象 所以我是空的 但是他不曉得法空 法空就是說一切眾生 一切的這些事件的現象 也是空的 也是不夠值的 我跟法是一體的 人我是一 所謂生佛一辱啊 眾生跟佛是 是一個道理 那我們常講 佛是已經開悟了眾生 眾生是還沒有成就的佛 那麼那個性是一啊 相雖然有二 性是一啊 所以為什麼說理不出心性 這個道理呢 不出心性的變化 心性的變化 如果了解了 所有的這個 世間的理啊 我們就清楚了解 那釋不出因果 所有的這個 世間的這些 因緣果報的現象 這些事情啊 都是因果關係 因果呢 因果呢 產生一個各種 連續的這種 相續相 讓人家覺得說 因果不斷的 在演變 因又變成果 果又變成因 那連續不斷的在翻滾 就形成了六道輪迴 那所以要跳出六道輪迴 你要了解到說 原來六道輪迴也是假的 那跳出六道輪迴的人 在這個世聖法界 那他們呢 比較清楚自己 是在做夢 可是呢 還是在做夢 六道輪迴是一場夢 六道輪迴的人 的眾生呢 不曉得自己在做夢 那麼我們在生活之中 不斷的在做夢 夢中之夢 至聖法界知道自己在做夢 可是呢 他還沒有辦法 叫自己不要做夢 真正回歸到 一張法界 回歸到那種 良知本性的原始狀態 那個才是 跳出了 所有的束縛 那夢裡明明有六句 絕後空空無大千 大千世界在哪裡 什麼都 都是一場空 什麼都沒有 良知本性的狀態 就是一種虛靈不昧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這個道理啊 在人來講 很難去瞭解 所以呢 悔悟方知啊 只有正悟到的人 才能夠瞭解到那種境界 那麼我們尋著 這個古聖先賢的話 來講這些道理 無非也是希望透過這些話 來自利利人 來擠達達人 其實也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呢 在整個 宇宙 這個 時空之中 我們是一個孤獨的旅行者 這個孤獨的旅行者呢 因為有因緣的聚合 所以呢 產生了一些 四向上的變化 那麼如果說 不了解的人 他會陷入在更深的情質裡面 更深的情質 其實就是講六道輪迴 我們在想說天界已經很高了 可是呢 天界還在六道輪迴 那麼人界呢 雖然是三三道 可是你看人 人的這種 執念啊 他那種固執啊 已經是很深了 那如果說呢 在掉落到三二道 那那種 那種煩惱啊 更是揮之不去 你要累結累世啊 你要到哪一輩子啊 才有辦法 聞到佛法 才有辦法切勿到這種真理啊 今天如果說 沒有明師傳到給我們 沒有大道在普傳 這些真理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呢 即使是說 有這些聖人的經典 記載在這個經訊上 我記載在這些經典上 可是呢 如果沒有人去講清楚說明白 我們還是不懂這些道理 這些道理呢 看過就隨著而過了 我們不能夠去體悟到 他那一份 那一份道理的這種圓滿 所以禮 道理的禮啊 就要越講越明 禮要慢慢去講 要講的氣禮氣機 所謂氣禮就是合乎這種 聖人的旨意 佛的旨意 氣機呢就是符合眾生的更新 那麼從這兩個管道呢 來同時下手 那這樣呢 才能夠所謂的吉利利人 吉他達人 那麼有的人道理講得很好 可是呢 人家不喜歡聽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講的不符合眾生的更新 譬如說他講的太高 取高何管 人家聽不懂 聽不懂 那就不想聽了 那麼現在眾生的更新啊 你講太高 人家也不想聽 講太久 人家也不想聽 你要氣機 氣機就是說 呼應這個眾生的需要 你講到一個 他們達到滿意的標準 這樣呢 就可以產生效果 現在眾生沒有耐性 所以你不能講太久 講太久了 他們聽不下去了 結果呢 你把精彩的都放在後面 後面沒有講到 那他們沒有聽到 所以後學 就想到說 以前在講明聖經 一講啊 都是要講兩年 那兩年呢 雖然明聖經可以講完 可是呢 眾生沒有耐性可以聽 到了下半段呢 幾乎是 應付的來聽了 已經沒有辦法 氣入那個 那個 氣機了 所以後學現在 講明聖經 如果有人 還要齊勤來講明聖經 那就不需要講那麼久 那除非呢 這個 我們攝影棚啊 要錄製啊 會詳細的講 了解到眾生的根性啊 我們要用各種方法 來幫助眾生解決問題 那我們用這種方式呢 那我們用這種方式呢 也是試著 要 來 幫助眾生 解決 他們的這種 生命的困難 所以呢 幾利利人 幾達達人 是可以用各種管道來做 那所以 一個菩薩的修學啊 他是要 做到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他要知道呢 人法兩空的道理 從這個人法兩空之中啊 去觀測到自己所做的 哦 觀測到自己 跟所做的 跟對方 都是空的狀態 所謂三輪體空 沒有做善事的我 沒有接受善事的人 也沒有說做善事這件事情 這是三輪體空 這是真正的幾達達人 所以當你在度化眾生 當你在成全道清的時候 你在做幾達達人的功夫 可是呢 你不要心存你在幫助眾生 你不要心想你在成全別人 你成全的都是自己 沒有成全別人 這些眾生呢 只是暫時用眾生的角色 來讓你成全 他們是佛啊 他們不是眾生 真正想 需要成就的只有我啊 我還在迷妹啊 我還在六道輪迴啊 所以 我不是去成全別人啊 我要成就自己 所以我們修行到底有沒有見到功夫了 這個我們要好好的深思反省 那見到功夫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很簡單啊 你只要跟你去年的你 比一比看你就知道了 去年的你有沒有說 跟現在的你比起來 現在的你有沒有比較 煩惱輕一點 智慧長一點 清淨多一點 染污少一點 那如果有 那你比去年進步了 那麼聖人呢 聖賢人啊 他必須呢 每個月比 每個星期比 每個星期比 甚至呢 每天比 我昨天 跟今天 有沒有進步 我這個上一分鐘跟下一分鐘 有沒有改勝 死死人 死死人都在呢 提升自己 死死人都在 改進自己 那這樣呢 才算是 學 孔老夫子所說的學 我們說學如逆水行咒啊 不進則退 那麼學這個道理啊 你要去習慣它 覺悟了之後呢 你要把它生活 變成生活的習慣 所以叫做學習 所以習不是溫習 習是要讓你做出來 要讓你成為一種 你的習慣 所以學之中你要覺悟 覺悟你才有辦法習慣啊 你不落實在生活上 你學的東西都只是變成文字般若 只是知見上的了解 那沒有用 那沒有辦法幫你 跳出輪迴 沒有辦法幫你止於至善 你一定要能夠讓它落實 你所聽到的道理 聽到一個道理就要趕快去做 得益善而全權福音 趕快去落實 一個字就成就一個字的功德 那麼你在這個字成就圓滿了 其實呢就可以 就通遍了所有的萬德 所以這個法不要學很多 我們為什麼一直強調 法要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啊 你就在這個法上好好的用功夫 用功夫用到你貫通 你清楚明了了 了解到這個本體了 那麼你一切就豁然貫通了 就好像這五根手指頭 你雖然有五個選擇 可是呢你只要從一根下手 用功夫用功夫用 用到這個最根處了 最根本了 那麼你就貫通到所有的全部 所以一門深入是很重要 這個自古聖賢人學習啊 修道啊 醉計啊 旁渣 所以這個 以前 朱熹夫子叫我們博學 審問 聖師 明辯 度行 那麼他這個博學 他是叫我們在 各種的法門之中 去了解 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 那麼畢竟呢 你自己一開始並不曉得 自己要走哪一條路 那你可以透過各種的 這種學習啊 了解到 自己的這種 這種善根 自己的姻緣 然後呢在這個法門 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博學 後學認為應該是這樣來解 那真正的 要修行得利益啊 修行有功夫啊 必須呢一門深入 必須在這一門上呢 好好的下功夫 好 譬如說你就學儒家 就在儒家上好好的下功夫 那麼你就可以通達到所有的各中各拜 你修佛家的也行 你修佛家的也行 修道家的也行 只要你修一家 你不要做通家 你什麼都學 什麼都會 結果呢 什麼都不會 那個什麼都會的人 其實是很讓人家忌諱的 畢竟我們現在 所謂的這種通家 全財啊 在這個現今的社會啊 是非常困難 你跟博士 博士也才學一門科啊 我們說的博 並不是廣博 而是精 而是深入 他在這個領域呢 很深入 所以呢 得到博士的學位 那其實呢 他也是一門深入 那他如果沒有一門深入呢 他沒有辦法 成就他的學問了 那麼世間的學問是這樣子 我們生命的學問也是這樣子 所以後學呢 勸大家 你一定要呢 要在一個法門 好好的修持 那後學自己啊 所要選擇的法門 就是從講 講經 教學做起 我要學這個 這個孔 孔老夫子 學孟老夫子 學子師 學這些聖賢人 他們的教學 然後祝書立說 透過這個文字般若 來 勸化自己 勸化眾生 來 立自己 也是立別人 答自己也答別人 那所以 我要一門深入 那我很希望 能夠在 觀聖帝君的經典 尤其是 這個 陶寺民聖經 爵士聖經 这些经典好好地深入 那有机会我们 必须把这个陶影明圣经 详细地来给他讲一遍 把他录制课程 做一点这种 做一点见证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把国语的台语的各讲一遍 各讲一遍之后 再细细地来分析其中的道理 其实陶影明圣经 已经贯通了各家各派的理论思想在里面 如果能够把陶影明圣经 那个下功夫读通了 那么你也就通了 不但观圣帝君高兴 诸天心佛无不欢喜 那么你自己也成就了 你的九玄七祖也成就了 那么你的冤亲债主 也得到了他应该有的报偿 你成就了所有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你今天 在听道之宗旨 及达人这句经训 所最重要的题物 只有你自己通达了 别人才会通达 所以我们觉悟到人生是没有所有权 人生有所谓的使用权 我们在这个人生呢 在这一段呢 就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这种时空 我们这个肉体 我们这个道场的资源 好好的来下功夫 好好的来修学 让自己的真正的测误 让自己真正的明心见性 了解到这种自辱的本体 这种虚灵不昧的道体 那这个才是我们今生啊 求得大道 不忘了来走这一招的这一个目的 那这是真正的几达达人 所以孔老夫子讲这句话 几利利人几达达人 无非呢就是要教我们 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 那么为什么圣贤人 他们都是在成就别人 因为呢他们已经在成就自己了 那自己觉悟了别人也跟着觉悟了 有情无情的众生都跟着成就了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那觉悟的道理一定是在人世间 人世间的成就 这些三纲五常五轮八德的成就 才让我们有那个扎实的根呢 你的根是建筑在你的念经缠作的基础上 那这是没有根的 你必须要扎在你的人伦基础上 那这样才是有根 才是真正的做到 几达达人这样的一个功夫啊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早安 道之宗旨 讲到第十九句 晚世界为清贫 那么我们必须先了解 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它为什么又变得不轻不平了呢 那这个现象啊 在我们之前的讲课之中 已经讲了很多论述 那么呢 这个道理啊 必须一遍一遍的说 一再一再的 这个说明啊 这样呢 听的人呢 才会有更深的印象 才会更清楚了解 那虽然我们有讲过这样的观念 但是呢 我们 必须呢 一再一再的 再把它强调出来 加深大家的印象 那会更清楚 整个 这个原文 这种经文的 这种来龙去脉啊 那首先我们讲 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佛经 那有一句话说 万法皆空 那万法皆空 其中有一项的 原理原则 它是不空的 所谓的因果不空 那么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啊 那因果是不是在万法之中呢 其实因果也是在万法之中 那如果万法皆空的话 那么为什么 说因果不空呢 那我们讲这一句 又跟世界清贫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必须来讲 所谓万法皆空 那就是呢 本来世界也是空的 世界也是万法之一啊 整个宇宙 整个三个大地 这个都是空的 那怎么变现出来的呢 佛经讲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那我们的心 变现了这样的一个净土 那么净土的好坏呢 就依照 人的这个意识 那这个意识呢 储存在我们的八字田中啊 所以呢 叫做阿赖也事 这个阿赖也事啊 它会分别 会去执着 所以呢 它就变现成 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样子 那么每一个众生 所累积的这个 夜阴 这种果报啊 都是重要 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人 人道在这一道里面呢 它累积同样的 这样的夜洗种子啊 积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 整个世界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 有这个天空 有大地 有山 有海 有这个植物 有动物 等等这一切的现象啊 都是人的 心变事现所造成的 那世界是这样造成的 国家呢 是依照人心 这个物种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是华夏民主 华夏民主的这种生活 它的这个文化 它的语言 等等的条件啊 聚集在一起 所谓人以群分嘛 物以类聚啊 那人呢 依照文化的不同 然后分别 各种的民族 那组成了 各种国家的不同 那所以你看我们在春秋战国 那个时代 那是非常多国家了 大国就很多了 小国无数多了 所以这个国家的形成 那都是人 人因为有了生活之后 所变现不同的整个一个面貌 所以世界国家 乃至社会的形成 都是这样子 那回心所现 回事所变 但是呢 我们这个道字中子 他是讲儒家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所以儒家不讲回心所变 回事所变 那儒家呢 在中国文化里面 它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啊 那这个儒家的思想 其实 跟道家的思想 是一体而两面 我们以前也在 武教圣人之经典 里面强调过 当我们在讲儒的时候 就是在讲道 那在讲道的时候呢 同时也是在讲儒 这个是一体的两面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玩世界为清品 要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啊 那么在《易经》里面 它把它笼统地解释为 无极而生太极 太极而生两极啊 那么无极一动啊 一动就会产生太极 太极就分叛成两极的现象 那这个一动呢 在佛经上讲 就是一念的不觉 这个不觉的现象啊 这个起心的妄念啊 分别执着一个念头 就产生了整个山河大地 整个世界的不同 我们说净土上的不同 那所以有的 天人 他所在的净土 那是非常高原的理想 在人类看起来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净土 可是呢 佛经上要告诉我们 有所谓的这个 佛所化现的净土 那这样的净土呢 又更是美好 那所以 你看我们的祖师 弥勒祖师 金公祖师 那他化现一个弥勒净土 让我们呢 可以回到那个净土 然后呢 再继续的修炼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原始根本 那之中呢 还有很多的过程 要去经历 所谓的普渡收缘 平收万教 这些过程呢 我们还没有 能够完成 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为什么 先佛的愿 都是无始无终 那无始无终的 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心量 已经跟弥勒祖师的心量 弃而在一起了 那所以弥勒祖师 什么时候能够 平收万教 什么时候能够收缘 这个九六亿云太佛子 那他们的愿呢 就是什么说 那么我们再 把它回来归宿到 世界的起源 当无极一栋 而生太极 太极而生两仪 两仪 两仪有这个四项 再来是八卦 再来是种种的万事万物 那这些呢 在佛间的理论上讲 这个现象呢 从无极一直到 八八六十四卦的现象 乃至无数卦的现象 它是一时顿线的 也就是说呢 刹那之间就成就出来了 并不是我们现在历史学家所说的 慢慢的演化 所演化出来的 那么可见科学家跟这个 佛它的认知认解 有一点程度上的不一样 那因为佛这种高超的智慧 人类还没有办法了解 那什么叫一时顿线呢 这个用人的智慧 很难去理解这种东西 那么我们只好 用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来比喻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 我们现在的有线电视 有一百多个频道 那么只要呢 我们打开电视 拿着这个遥控器 随便一按 你可以跑到那个画面上去 比如说你要看新闻台 你要看戏剧台 综艺节目台 或者是说这个 自然动物的国家地理频道 这种电视 你一转 它那个画面马上就变现了 那之中当然也有色情的 也有暴力的 也有种种 让社会 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呢也有教化的画面 也有纯教化人心的 也有宗教的画面 那所以呢 当你在选择这个选择器 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啊 那个就是你的 这种 事变 我们刚才讲 新线事变 你的意念变现出来 比如说你想看新闻台 好 一按下去 新闻台 马上出现 这个马上出现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时钝线 那它不是慢慢形成的 而是一下子就形成了 那人的意识呢 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 那么我们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 那所以世界的形成啊 就形成这种五花八门啊 形形色色的各种物种 各种色相啊 成立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世界呢 从太极到 从无极太极 一直到两仪四项 这个呢 这种过程啊 那就是一种 很自然的形成 你说无极为什么会变成太极呢 无极一动 变成太极 这为什么 这个动是为什么 这个动呢 是没有原因的 你看以前我们的 这个书本里面记载 尧顺那个时代 他们的这些人民啊 都非常的善良 所谓的 路不时宜啊 夜不庇护啊 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非常的清贫的 那他们这些人呢 来到人世间 完成他们的使命任务之后 然后就回去 回去本来的家乡 回归本来的面貌 那他们呢 在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需要来治理这个世间呢 那么可见呢 这个人的一个 一念的动啊 有太深的这种执着 也就是说 人的动啊 已经是一种 一种很 好像力行性的 这样一个轨迹在走 无极一定会动 而生太极 那太极呢 就演化成两仪四项 这个呢 就是一种自然的道理 那所以啊 先佛要派人来治理世间 这个道理呢 也就是因为 人的这个 一念不绝 一直在重复 在产生 那世界的形成 也是重复在产生 你看世界 本来是没有世界 后来变成有世界了 这个 洪荒的世界 一直到 这个文明的世界 到现在科技的世界 这些呢 都是在 人的变现当中 不断地在 在这种 演变的过程 那整个过程呢 都是随着 人心的意念 来变现 你看现在人的 新的意念 已经进步到 这种科技的时代 如果没有灯光 没有这些电器产品 那么人在 今天的生活 可能呢 会过得很痛苦 但是回归到 一百年前 那时候呢 还没有灯光 还没有这些电器 科技用品这么发达 人呢 还是在那个环境 生活 生活的 很自在 那为什么 现在人回到 古时候的生活 就不自在呢 那可现了 那个新念 新的事 已经 不断地在变化 那在不断地变化 就产生我们今天 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 就是世界清贫 的一个问题 那世界 为什么 不清 不贫了呢 那么在 摇天顺日 那个时代 是儒家 也是我们 华夏民族 也是所有的修道人 所要 这个努力达成的 这样的一个净土 他那个净土 那不是佛菩萨 化现的一个净土 而是呢 从无极太极 一直到两一四项 这样呢 变现出来的 一个净 一个 一个国度 一个文明圈 那么 当人 心有所不觉 他那种不觉的 理念 意识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就造成 整个世界 它那个波动的现象 就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整个 整个世界的层次 会越来越混杂 那如果说 我们用 仪器来检视 我们的这种 脑波的状态 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思念 我们的意念 会这么分杂 那么 也可以呢 体现出 今天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么分乱 那么世界 的分乱 就是起源于 人的心念的 这种分杂 所以当人心 不轻了 我们轻相对于 就是 人的这种迷惑 人的一种 邪思 人的一种 染拙 所以造成了 整个世界不轻了 那么 我相信 摇天顺日那个时代 人 人人安分守己 那么守着 整个国家的 法律制度 还有道德人心 那他们的心呢 是达到一种 比较 亲民的状态 那种状态的人 他很好教化 所以圣王出现在人间 只要一条法令 规章下来 那他就遵守 他只要照着圣人的 的话去做 那他就可以回去 那现在的圣人 即使出事了 他极力呼吁 也没有办法将 人心导向归正 那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 整个混杂的程度 已经越来越 越乱 而且呢 越来越多元 那所以呢 在人心 迷惑 偏邪 以及呢 污染的状况之下呢 已经不轻了 这个地方 已经不是净土了 而是一个 着土 我们说五卓二世 那五卓二世这个名词啊 在佛经就有记载了 所以可见呢 在佛陀那个时代 整个红尘世间啊 就已经成了五卓二世 那所以到现在 三千年来 人心的变化 更加的严重 没有圣人 没有佛在教化 所以呢 在这个末法时代啊 老母不忍心 所以降下大道 然后呢 来挽救人心 那么这个老母 也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主宰者 那他呢 是因应了整个 世间的栽结而降的 也就是说 现在世间呢 已经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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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到一团纷乱了 一团纷乱了 你总是要有人来 收拾残局嘛 所以呢 有所谓的风神榜 那么现在也是进入一个风神的时代啊 那么把这些呢 这些呢 所谓三腰水怪啊 通通都收 收起来 那各收各的園 所以聖人收聖人的園 这些佛弟子收佛弟子的園 那当然了三腰水怪收三腰水怪的園 各收有圆人 大家都要封了嘛 已经要整个封起来 世界要重新开始 所以必须 这个时候必须有一条 很正规的大道 来引导这些善良人士 这些有缘的佛子 能够回归到他们本来的家乡 那个家乡是所谓清的 清明的 所谓平等的一个净土 所以平 平这个字眼 是相对于对待 这种高下 好坏 是非 而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平 在净土是没有所谓的不平等 人人都平等 那么人人平等的出发点 是基于 整个佛性上的平等 自信上的平等 我们记得 讲过 人人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各个都第一 在各种万物之中 每一个万物都是第一 我们做 用我们的人生做比喻 耳朵 耳朵在听上是第一 眼睛 眼睛看是第一 鼻子 闻是第一 那么嘴巴呢 嘴巴是 肠胃道 讲话第一 它各有它的第一的功能 所以无可取代 那么在这个第一的 这种观念之下 就产生了所谓平等 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第一 每一个人呢 都是有它的立足点 那么相对于在我们 整个世间的环境 也是这样子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 很安然的立足点上 去从事 它的人生的义务跟使命 这个就是平等 那它的人生义务跟使命 如果已经完成了 那它就会回归到 这种世界的进度 那你又说 这个是佛家的观念 但是儒家的观念 也是这样子 那儒家呢 虽然是允许 我们人世间的不平等 但是呢 这个就是人世间的现象 所以不平等 才是真的平等 所谓世上不齐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那么观圣帝君里面的 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做了 这个平治 最好的注解 那么世上呢 一定会有各种不平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这个是相对的世界 红尘俗事 那红尘世间里面呢 一定会有对待 有高的一定有矮的 只要你现那个相 那个相呢 就有所谓的分别 那么谁能够把相 看到性呢 从相看到性 那这个人呢 就是开悟的人 就是圣贤人 性相不二 那么性相不二的道理 在儒家讲 就是观圣帝君的这句话 事上不齐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也就是说 每一个众生 他都存在一个真诚的原点 用这种真诚的原点 来带人处事 那么这样呢 就是产生了一个平等的世界 也就是说 虽然你现的相 有可能是圆外 有可能是官员 那么你是富贵人的相 那我现的是乞丐 我现的是平民相 但是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是平等的 那就是一个真诚的原点 那这个诚呢 是我们自信的流动 也就是说 我们自信的代表 那么这个自信是平等 我们可以成为圣人 可以成为佛 就是依平的我这个真诚点 那么你可以成为圣人 你也可以成为佛 也是依平的 这个跟相没有关系 跟世间的这些 依报啊 是没有关系的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从乞丐身上 看到了他的这个 自信的原点 看到了那一点佛性的话 那么你就能够说到 真正的是性向不二 真正的做到 全凭一点真心啊 这一点真心呢 你用你的自信把他流露出来 然后呢 将这个真心呢 付诸在你所看到的人事物身上 那你就做到真正的平等 那所以说我们说 玩世界为亲平 那么这个 玩世界为亲平 我们现在呢 不管说 太极 变两仪 两仪变四项 已经不要去管那个 为什么会成为世界 世界的这个来由啊 我们大概有一点基础上的了解 但是呢 我们现在重点 是要放在如何玩 如果将这个亲平 再把它挽回来 现在亲平已经不见了嘛 那么在怎么样的条件下 怎么样的做法下 我才可以 让这个世界挽回亲平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末法时期 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那么国父曾说 他说国者人之鸡 人者心之气 所以国家的自乱 系于社会之隆污 人心之正米 那么同他这句话呢 可以了解 国 我们把它说为 是一个整个世界 那国呢 是人所累积而成的 那人呢 又是心之气 人又是一种心的一个容器 也就是说 他整个控制权是在心 那整个控制在人的心 所以呢 这个人心上面的一个调整 成为宛世界为亲平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枢纽 那所以如果宛 宛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 那人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心怎么会把整个世界 搞到这样子乌烟瘴气呢 其实啊 这个我们不是在说现代人 只要是人 从以前到现在 只要是人 都会慢慢的走向 这种温乱的现象 因为人本来就是在 这种恶元对待的世界 所以呢 他一定会有偏心的一面 那么完全放下 完全的这种秉除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清静的状态啊 那除非是 做到这个圣贤人的标准 做到佛菩萨的标准 那所以呢 圣人 他要透过 这种世间的教化 透过圣人的经教 来将这种圣贤大道 介绍给百姓 介绍给民众 因为民众 不懂 他们这个清静平等 的状态啊 跟圣人是没有一样的 他们不懂 那他们不懂了 就要有人去教 那这个教 现在谁在教呢 现在就是透过 经教来教 那么我们已经 没有民师 民师离我们而去 这些大德者 渐渐的离我们而去 那么我们要 依止什么样的 言行 来做为一个标准呢 只有透过 经教 透过经教呢 来做为我们 修身处事的 一个标准 那么经教呢 必须要有人 去推动 那这个推动呢 包括呢 你去实践 包括你去演说 弘扬他 所以我们今天说 道之宗旨 道之宗旨已经传了 这个二三十年 但是呢 道之宗旨 如果没有人去讲 没有人去推动 那么道之宗旨 还是没有办法 落实在社会上 每一个角落 你说 晚事皆为清平 那么这个 不清不禀的原理 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我们知道 已经人心是引起了 那么人心呢 它为什么会 不清不平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 人这个肉体 需要活着 那活着呢 你需要一个物质 物质就是 所谓的经济条件 那这种经济条件呢 通常会 打乱我们心的清贫 而致使呢 我们为了经济条件 而呢 忘记了 我们是 这种 人心的一个原理原则 大家追逐 这种经济条件 中国人讲 这个叫利 孟子讲的更好 上下交争利 这国为义 上下每一个人 从国 国王一直到平民百姓 都是为了利 而在生活 国王为了想 得到更多的 国土 更大的 这些人民 来支持他 那么他在城市呢 也怀着利 来侍奉国王 市农工商呢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利 而来从事 他们的工作 整个国家的 充满的利 那么这个国家 就会败亡 因为了利 占满了人心之后 清贫的现象 就没有了 你怎么能够 没有迷惘 没有邪思呢 没有污染呢 已经是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儒家里面 第一个修身的方法 叫我们格物 处事的方法 叫我们自知 所以格物自知 是整个修学人 他一个很重要的 最基础的 入门工夫 所以这个世界的清秉 就是 从这种格物自知下手 当然像上下交增力 那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那尤其是到了现在 21世纪了 这种交增力的现象 那已经是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人们为了利 可以这个不顾一切 那不顾一切的 结果 就造成整个社会 一个大动荡 大紊乱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的时代乱 世界乱 这个乱的根源 就是从 我们的心 要去追求利 而把这种义 给放弃掉了 人本来就有的这种公义 这种仁义 这种正义 他不要了 他只追求眼前的享受 眼前的利益 那么眼前的利益 就形成一个贪字 你看贪这个字 是不是金贝 那就是眼前的利益 眼前的利益 他不管了后代 他不管了 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当他照项了这些因 二三十年之后 要尝受这个果的时候 就痛苦了 你看我们现在 台湾 就承受了二三十年前 大家不晓得 维持清品的一个心态 要种下了今天的果 大家就要去承受 地震 斗石流 气候异常 整个气候暖化 那现在已经十一月多了 天气还这么热 所以造成了 整个世间的一种大动乱 人心更加浮动 更加不安 这是上下交生力的现象 那么一个利益的 一个源头 人放弃的这种平常的道理 做人应该有的这种原理原则 人放弃了 那么应该有的原理原则 在儒家告诉我们 就是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这些五常之道 你不管说你是说哪一个 所有的轮常之中 你只要做好一个 那其他的 其他的就会跟着做好 所以 左传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人气藏着妖心 人丢积着这个常理常道 那么妖魔鬼怪就会兴起 是不是看到 我们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说 还有一些有志之士 不断的在那里呼吁 不断的在那里推动 在那里强调 整个圣贤人的教化 那么现在的社会 真的是不敢想象 世界末日 一定会有到来的一天 那只是说 提前到来还是延后到来 那么我们 接受 圣贤先佛的教化 我们有责任 让这个世界末日延后到来 延后到来的原因是因为 让人民能够受教化更多 在这个更多的 虚喜之中 让他能够 开启他的那个自信的觉知 那一份 这个迷惑 那一份邪思 那一份染拙 通通禁除掉 然后达到一个真诚的原点 这个就是 玩世界为清贫 一个主要的做法 那么常 是我们说的肠道 肠道 在我们的人的生活之中 就是所谓的五轮 当然五轮里面有八德 八德是对内 那么五轮呢 是对外 五轮就是我们人 生活在每一个条件之下 所要面对的一种原理原则 父子有亲 这个均诚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性 这个是五轮的一个常道 那你不管在哪一轮里面 都具备着这种八德 的一个操守 具备着这种五常的一个原则 五常 仁义理智性 八德呢 孝地忠性 理义廉耻 或者是说 忠孝仁爱 心义和平 所以人气长 者妖心 这句话 是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警醒 现在呢 五轮之道 没有人在强调 不管是在哪里 在台湾 在中国 大家都为了力 大家都向前看起 那么力呢 这种观念不处的话 我们这些 轮场之道 很难去恢复 那么力没有错 我们应该有一个 基本上的力 维持我们的生活条件 经济条件 或者是说物质上的条件 这个是作为人 必须要有的 一个生活基础 但是呢 如果说太过 过于追逐 或者是说 你放弃你的原来 去追逐力 那么整个生活就变掉了 整个人生的就已经扭曲了 那这个太过的现象 就形成今天 大家这样追 追民逐力 的一个现象 那人心不安 社会动荡 为了眼前的小力 他不惜 以身犯险 坐肩犯科 犯下种种罪行 甚至呢 不惜呢 照下种种因果 也不晓得 自己后来的果报 会怎么样 所以呢 一味的去 追逐 但是如果细细的 你把它分析下来 如果说 我们能够从 从小 就建立这种 五轮之道 让这些学龄前的小孩子 就接受到这种五轮的教化 那么是不是呢 整个这个家庭 社会 那他就会比较 达到一种正常运作的轨道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为什么圣人 佛菩萨会硬化在人间 他就是为了 让人导向 一种正常的生活 回归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么 就是五轮八德 我们说父子有亲 你看父子有亲 这是整个 儒家教学的一个原点 我们出生 就一定有父母 所以呢 父母跟子女之间 有一种 亲爱的关系 这种亲爱的关系的 那个爱呢 是自信的流露 这种爱的范围 会扩大 所谓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那这样的爱呢 他会扩大 扩大到整个 这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 所以呢 每一个 每一个宗教 他们都讲爱 人爱 人爱 慈爱 这个博爱 都是在讲爱 那么这个爱呢 跟世间的爱最大的不一样 那就是这个爱没有私心 世间男女之间的爱 有私心 有私心就会造成占有 就会造成执着 那么占有执着 就会形成一种 这种 迷惘 邪思 染污的现象 就是不亲了 你会 把对方看成是 独一无二了 那就是不平了 那不亲不平了 在你的这个身上 产生出一个 温乱的现象 那你的磁场呢 就会干扰到 整个环境的磁场 譬如说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的团队 就会形成一种 混乱的现象 这个混乱的现象 如果扩大 就会形成 整个世界的混乱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世界末日 造成的来源 你没有办法 自身事外 那你不要说 这些都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呢 跟你是息息相关 而且呢 一切都是因为你 才造成这个现象 那这个 这种现象呢 很有趣 在西方科学家 有一套叫做 蝴蝶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呢 就是 有一只蝴蝶 在中国 一只蝴蝶 它拍动了一下翅膀 那个翅膀 这种引起的风的震动 对 就形成一个连锁效应 结果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 形成一个大风暴 就是这一只蝴蝶 产生出来的 那么 这怎么可能呢 它说有一只北极熊 那它跳到北极海里面 这个北极海 它那个波啊 水波就这样一直涌 一直涌 涌到印度 造成印度的那种 大海啸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 再说天方夜谭 其实不是天方夜谭 如果我们想一想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的话 那么你应该相信 这句话是真的 这个理论是实际存在的 那这个理论说明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每一个整个世界的灾难的产生 都是从一个很维系的范围 很维系的这种原因 所产生的 那这种原因呢 因为累积了这种巨大的能量 然后爆发出来 我们看到了这些灾难的产生 所以今天气候异常 这个已经不是说 一时 或者是说一个人产生了 它是一种能量的累积 是在我们人 每一个人 它在点点滴之中 累积成那个巨大的能量 造成现在整个世界的灾难 所以是谁造成的 是你造成的 是每一个人造成的 所以罪魁祸首 不要怀疑 罪魁祸首就是你 所以呢 要改变世界 要从你开始 你自己开始改变 或者是说 从我开始改变 每一个人从他自己开始改变 我们现在科学家 努力的在扭转 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他们发明了很多种方法 如果我们有详细去看过 那个国家内里频道的报道 我们会发现到很有趣 科学家应用科学 所极尽之能事 想要改变 整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尤其是减少碳的排放量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 从整个因上来分析 其实科学家所做的 它的范围很有限 然后它的范围呢 所能够扭转的现象 没有办法阻止 整个气候异常 或者是说 整个大灾难的这种发生 那还是会发生 如果说我们再从 江本胜博士 他那个水的实验 来说明整个现象的话 会发现到说 原来每一个物体 它都有法性 这个性的存在 跟我们人 那个自性的存在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他有法性 所以呢 他有见闻觉知 他会听 会看 然后呢 他也会表达 所以当人 对于 这些事物啊 他用一个平等心 来对待他的时候 那么万物所呈现出的状态 他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他会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种回报 但是呢 人用不平等的心对待了 比如说招踏 这些纸张 招踏食物 招踏这些万物 结果万物呢 也是用不平等的心 来对待我们 所以世间就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说万物也有法性的话 那么我们要尊重 他也会成佛 那这个未来佛 我们现在教他 结果呢 自己受果报 受果报的现象 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你看看科学家 他们用 从果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呢 没有解决问题 但是呢 也是有他的好处了 他不断去强调 让人们有所觉醒 那真正的问题呢 要从因上来解 因上解 那就是从人心 他的清品上面 去把它扭转 不要让他再迷惑 不要让他再存邪思邪念 各种染污的这种念头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心存清品 那么整个世界就会改变了 那么每一个人心存清品 这个事实似不太可能 但是呢 他可以 他从江本胜 这个博士他水的实验 他可以告诉我们 人的信念可以影响一切 有这个静中学会的人 那么他呢 做一个实验 他希望呢 南北极的兵 减缓融化 那他用什么方式呢 用念佛的方式 他念观世音菩萨 希望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号啊 能够阻止 南北极融化的速度 结果呢 在同样的兵中啊 对于有佛 有念佛了 跟没有念佛的 那么这整个速度上就差很多 融化的速度就差很多了 那所以他这么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 人如果能够时常起这些善心善念 圣贤菩萨的心念 来面对这些万事万物的话 那么万事万物 这些依报的现象啊 他会呢 减缓他的毁坏 也就是说减少 他的一个动乱的现象 那么他 给我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生活在好的环境里面 那么自然呢 就会回馈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身心呢 会更加的会觉得珍惜 更加的要去维护他 所以 从这样说起来 一个人 只能不随时把持住 他的心念啊 孔子他曾经讲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啊 为之诗无邪 他说诗经啊 他整理出三百 多条的这样的一个诗文 那他都把 把这些民间的歌曲 民间的这个 我们说 礼语啊 或者是说民间的这种 民谣 把它截录出来 把它栽选出来 那他说整个诗经 用一句话来说 就叫诗无邪 思想没有邪念 没有这些邪师邪念 他们思想都很 纯 很精 很平 所以诗经那个时代的人民 他们呢 可以处在一种 很清贫的状态 可以生活 那他们呢 有点像姚天孙 如果说他们能够 这个听受圣人的教化 那他们呢 做完使命 他们的责任之后 他们也可以回去 那么我们现在呢 读了诗经三百 也不可能诗无邪 那么必须怎样呢 必须透过 圣人 佛菩萨 不断不断的 来教导他 所谓长期勋修 所谓一门深入 那你不断的 透过这种 讲学 透过这种力行 去教化百姓 让百姓呢 真正了解到一个 本性本性的 发落 一种清品的 这样的一个修为 那这样才有办法 来改变整个世界的现象 你看诗三百 他这个背后的意义 他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人们的这种歌唱 各些民俗 这些民谣 他的出发点是很纯正 孔子用这些出发点纯正的歌谣 来教化百姓 那么我们现在 也可以用 这些戏剧的方式 也可以用各种 唱歌的方式 用这个 种种方式 来教化百姓 只可惜啊 我们现在 还没有 一家电视台 还没有这种 专门在教化百姓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都把它归属于宗教 其实呢 教化百姓 并不是宗教 它是一种自然的教化 一种社会的教育 你看演戏 以前演的都是中校结役 演的呢 都是这些正面的形象 那这些呢 透过民间的这种戏剧啊 来把它表彰出来 让整个社会的教育啊 更能够得到一种 落实的 这种化育啊 所以以前的戏剧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戏剧没有了 这个是非常可惜 当然我们也不期待 现在这样子 但是呢 必须有人去做 也就说整个戏剧的倾向啊 除了说 声光效果 除了说整个 这个剧情的带动 我们应该在里面 融入一点 这种道德 这种道德 这种社会自然的教育在里面 当然这个是必须经过巧思啊 现代的人你直接跟他讲 伦理道德 他是听不进去的 那么即使是修道人 对于儒家这一套 那他也是 见怪不怪了 所以呢 要把它透过一种 很自然的包装 包装成一个现代人 可以接受的 一个产品 然后呢 把它发表出来 那这个产品呢 是可以有教化作用的 我想到以前在写布袋戏的时候 那么透过这种布袋戏啊 将先佛的讯文 把它发表出来 因为布袋戏是古代的人 那么三教九流都有 所以三教九流之间 有一些比较高格上的对话 那这些对话呢 我们是可以从这些对话之中 把它展现出那个教化 所以我就去抄那些 先佛的讯文 把这个先佛的讯文 把它写到剧本里面 那当然了 一部剧情 这个一百分钟 假设一百分钟里面 有十分钟这种教育的 教育的这些文词 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呢 就已经达到作用了 所以很多人 他看布袋戏 他就可以得到一些 教育上的一个省思 伦理道德的一个反省 他也可以从剧情里面 得到一点 圣人的教化 所以一个人怎么搞得起来呢 一个人没有办法 所以孟子说啊 天下逆源之以道 你可以想见他所说的道 如果 从我们道场现在讲 单单这个明是一词 单单这个明是一词 是一个 正知正觉上的认知 这个是毁庸置疑的 但是明是的 这个词啊 需要透过人的教化 去宣扬他 去推动他 这个人 是先佛的时候 没有办法扮演的 因为先佛呢 他没有办法在每一个 人事物的环节上呢 来出现来教人 那只有谁可以教谁 只有圣人 只有圣贤人 只有这些君子 所以才叫说 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 你大德敦化还不够啊 你还要小德川流 小德川流 才能够带到每一个 这个街头下来 每一户人家 所以你看长江 长江是一个 一条主要的河道 可是长江的那个支流 非常非常的多 有了这些支流 然后会集成一个巨流 然后呢 就能够润哲百姓 那才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所以我们刚才讲 诗经 然后讲到戏剧 所以想到说 我们每一个生活上 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 圣贤君子在其中 那各行各业 有君子人物 有圣贤人物在其中啊 那么圣人的教化 就会呢 永恒不衰 这个民事的教法 也会呢 持续的流传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说剃头发 没有出家 没有出山洞 这个就是因为 儒家的一个修行 就在每一个生活里面 那生活里面要有道 道在哪里显现呢 在你的言行举止之中啊 在父子有亲之中啊 在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之中 所以我们特别 把这个五轮之道啊 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那其实呢 那只是点到为止 他没有办法说尽里面的道理 我们抓出来 这种根本的重点 那就是父子有亲 父子有亲这样的一个伦常 能够确立出来 父子 父母亲对儿 儿女们 是一种慈爱的表现 敬人父母应该敬人责任 那为人之余呢 对于父母进行孝道 敬儿女应该敬的本分 那么整个轮场就可以贯通起来 而且呢 这些轮场也可以周遍起来 你是一个孝子 那么你到了公司 一定也是一个忠诚 你一定也是一个敬职的员工 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一个 言论有信的朋友 你自己你的家庭 一定也是一个很圆满的家庭 所以齐家嘛 你看从父子有亲一直到 整个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呢 这是环环相扣 归结点都是在那个 父子有亲 这个亲爱的部分 所以人 需要爱 大爱 需要这种仁慈的爱 需要这种虎伪的爱 这种爱呢 是往事皆为亲品的一个 主要的力量 这个爱的出发点是 因为没有迷惘 没有污染 没有邪念 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众生 你把众生呢 看成像是 把他 把他看到他的本性 看到他的佛性 看到他的法性 那他的佛性 到之宗子 我们继续讲到 往世界为亲品 那我们上次 有提到说 世界的乱源 是人人的 争民逐利 每一个人自私自利 所导致的 整个天下动乱的现象 那么为了争民逐利 会产生各式各样的邪说邪见 充斥在整个人世间 那么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被迷惑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为迷惑 才来到人世间的 那所以 圣人 佛菩萨 才会降世到人间 来跟大家开导 所以孟子有一句话说 古之学者糟糟 使人糟糟 今之学者昏昏 使人糟糟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古大德 用这种开悟的方法 用明理的方法 测误到整个 良知本性 整个人 的这种 道德全体 那么他用他的测误的经验呢 来教导学子 使他们也走向光明的绝路 这个就是糟糟 所以这个肇室 是 蒋 mock 解这个 招 那他说呢 金之学者 以其婚婚 使人糟糟 金之学者呢 用他迷惑的道理 婚就是 婚魅嘛 迷惑了 用他婚魅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讓自己昏昧的這個語形 要幫助人家來開明起來 開悟起來 那這個是完全錯誤 也就是說已盲已盲 這是不可能的 本身不明的不可能使人明 沒有迷失的教導 你不可能成為一種開悟的人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所以孟子講的這個古智學者 金智學者 我們可以發現 在孟子那個時代 對我們來講 已經是很古了 2000多年的時代 那麼他都還有這種感嘆 那麼2000多年前 在孟子之前的學者 用開明的方法 開悟的方法 迷你的方法來教導學生 那他那個時代的人呢 用這個不迷你的方法 迷惑的方法來教導學生 那所以你看 孟子那個時代已經是迷惑不甘了 那麼何況是 又過了2000多年 到現在21世紀 那孟子裡面呢 提到兩種人物是最需要排除的 那就是呢 揚末之徒 揚朱跟末子的理論 被他稱為 被他稱為無腹無君 那麼無腹無君呢 就是野獸 所以孟子很不客氣 就直接點出這些人的思想 就是野獸的思想 把人民引到野獸的路途 也就是說三二道 所以你看在孟子裡面 立闢揚末之說 為了排斥這些異端邪說 孟子用了很強烈的這個字眼 以及很大的篇幅 來述說這種現象 他說 事衰到尾 邪說暴行右坐 陳是其君者有之 子是其父者有之 聖王不作諸侯放智 楚是橫一眼 揚朱莫底之眼迎天下 你看這段文章 是在孟子童文宮的下篇 那所以呢 揚末之道不喜 孔子之道不住 也就是說這些邪說邪行 如果沒有從世間上消失 那麼聖人這種聖王的道 孔子的道 就沒有辦法彰顯到人世間 那用這樣的觀念來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二十一世紀 如果說 那這些邪說邪見 這些邪思邪行 如果沒有能夠消失 那麼我們這些聖人的這種真理 明師的大道啊 就沒有辦法圖傳 大家呢 會任講為真 以幻作真啊 那這個呢 這種現象呢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 我們可以看到是 比比皆是啊 揚朱莫底之眼 現在已經超越了揚朱莫底啊 現在各種邪說都有 所以為什麼說 佛陀曾經在任言經裡面講過 末法時期啊 《邪師》說法 《邪師》說法 《如恆可殺》 《邪師》到底是誰啊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如果好好的反省 其實呢 現在的媒體 現在的報導 現在的新聞 這個呢 都是邪說邪見 你看那些報導 八卦的 花邊新聞的 或者是說 政治口水的 那些報導 對人的良知本性 有沒有作用呢 沒有作用 不但沒有作用呢 而且呢 污染了 我們的政治政見 現在的一個政治人物 帶著辣妹出去玩 結果呢 被爭相報導 被爭相呢 這個 挖掘啊 把他的內幕啊 把他通通啊 把他挖出來 最好呢 連他的祖宗八代的內幕消息啊 通通把他挖出來 這個 新聞人員啊 極盡他的職務之能事啊 把人家的隱私啊 全部都挖出來 那這種現象呢 那這種現象呢 其實就是邪說邪行 這些人就是邪師啊 所以我們說邪師說法 如橫而煞 那邪師不是一個老實的樣子 而是 各種引導人的 那種 理論跟說法 你看媒體是不是引導人 他每天播放的這些訊息 他每天播放的這些訊息 在強調的這些畫面 不斷的充斥在我們的腦筋啊 我們的眼耳鼻舌 深意 接觸到這些東西之後 結果呢 漸漸的就被他染污掉了 這個是邪說啊 這個是楊 這個孟子啊 所要立僻的楊末之眼啊 這些言行 如果沒有相迷 那麼聖王之道 明師之道 是沒有辦法補傳在這個世間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作為一個 擺養的修行人 我們更是需要呢 要把這些邪說邪行啊 要把它排除掉 在彰顯我們這種明師的教法 先佛的教法 我們不能夠再用昏昏的道理 來幫助人家開悟 以及昏昏使人糟糟 這是不可能的 用迷惑的道理來教人 一定呢 使人迷惑 絕對沒有辦法說 使人開悟的 所以你看明師才會出高徒 那麼這個迷思呢 迷思怎麼可能會出高明的徒弟呢 那迷思教出來的 的這個徒弟啊 一定也是邪思邪見 那所以我們這種道理啊 要認就清楚之後啊 來想到 孟老夫子他講的這句話 古之學者以及昭昭使人昭昭 當然我們 不可諱言 古人總是有 這個跪古建經 這樣的一個思想 即使到現在呢 都還是這樣 我們修道人也是這樣子 那麼畢竟呢 古人他們的那一份 這個修行啊 他們的道德良知啊 還有他們的那種染著啊 總是呢 比比現代人呢 還要少 那他的見解呢 總是比現代人還要還要深 因為呢 他的 他所接觸到的這個訊息呢 很少 很少呢染著就少 染著就少了 所以呢 他這種 很自然的那種自然之道的流露啊 就會比較多 所以古人比較善良 這個是無庸諱言 古人要開悟比較容易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那麼現代人 開悟的 我們幾乎沒有聽過 不要說看了 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麼在這些 中派之間 沒有開悟的人 那麼我們到底要依止誰呢 那誰才是 今天能夠玩世界為親品 的一個主要的方針呢 所以老子 所以這個老師啊 他告訴我們 今天是末法時期 白養時期 白養時期儒家收緣 把這句話呢 用對方向那就對了 真正的課題就是用儒家 為主要的思想 為主要的 這個生活的依據啊 儒家的思想 成了我們今天 玩世界為親品 最大的一個根據 那儒家思想 他在哪一方面呢 這個 孟子他曾經說 天降生命啊 坐之君 坐之師啊 那大學又補了一句 坐之親 所以呢 坐之君 坐之親 坐之師 是現在呢 往世界為親品 的主要的做法 那麼這個是誰在做呢 是每一個人在做 這個不是明師在做而已喔 也不是老闆喔 也不是父母喔 這個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呢 都能夠做到君親師的標準 那麼每一個這個 我們就可以帶動這個家庭 帶動整個社會 帶動整個國家 乃至世界 所以要玩 玩世界為親品 一定要從自己 這種正己成人 開始下手 你才能夠以其招招死人 招招啊 那麼我們今天 必須要清楚了解 我們本來 就是聖人的原貌 喔 我們本來就是佛 那麼今天為什麼 我們不能夠成為佛 不能夠成為聖人呢 那就是因為 我們那個昏昏的知見太多了 我們迷惘太久了 喔 所以呢 這些業障啊 累結的習氣啊 造成我們今天 沒有看 沒有辦法看到 我們的良知本性 喔 沒有辦法了解到 我跟眾生是一體的 這樣的一個 覺悟啊 以至於說 其實要做到君親師 我自己都沒有辦法做到 那所以 你必須先要求自己 你要求自己 要回到本來面目 回到本來面目 不是明師給你的 所以明師並沒有傳到給你 也不是呢 先佛加持給你 你要曉得 這個 求佛 求佛 求神啊 這個是表象上的恭敬而已 如果說你內在的那一份 虔誠恭敬的心啊 沒有做出來 那麼你求的 只是口頭的功夫而已 神不會幫助你 神不會幫助你 先佛也不會加持你 你要知道 你的這個習氣毛病 你的這個 邪師 邪見 都還處在你的身心之中 你的八四田中啊 那麼即使先佛有心要救你 你也會婉拒 你也會不能夠接受 所以修學人 今天最大的一個課題 就是呢 你要懂得放下 把一切的這個 邪師邪見啊 不正確的知見啊 通通都要放下 所以我們還記得 在法華經 佛陀出現在人世間 他就是要告訴眾生這件事情 幫助眾生開示誤入佛的知見 所以佛跟眾生是兩個相對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麼眾生如果成佛了 就沒有所謂的佛跟眾生的差別 但是因為眾生沒有辦法了解到佛的境界 所以佛必須用佛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這樣的一個言行啊 來教導眾生 所以放下 放下你的邪師邪見 放下你的貪真摯愛 放下你的這個明文力養 我們要我們知道說 放下呢是從內心真正的下功夫 不是換對象 你今天把你的這些外在的工作放下 你專門在道場服務 可是呢 你在道場服務還是有明文力養 還是有這些貪真摯愛 那麼你只是換個對象而已啊 你並沒有真的放下 放下不是要你換對象 不是要你換工作 那這個觀念呢我們必須清楚了解 所以呢有的人認為說 我什麼工作都不要做了 我就是專心呢在道場為人民服務 為眾生服務 好 佛沒有叫你放下你的工作 先佛明師也沒有叫你 必須放棄你現在的工作 他只是要你在你的二六十中啊 隨時保持住你那個覺悟的本體 你這個良知本性啊 你學學死死呢要能夠知覺 他就在此時此刻 就跟你身心合為一體 所以你身心的這樣的一個follow啊 是這種良知本性的 良知本性這個道體的視線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呢你的良知本性呢 所視線的變成只是了一點點 他沒有辦法真正的主持用事啊 所以身體被這種習氣毛病 無欲染著所牽纏了 以他們做主 所以你的言行都是脾氣毛病 而且呢脾氣毛病不是發一發就 就了事了 那是越發越多啊 哦 越爭越嚴重 越直 越厲害 這個是脾氣毛病 其實呢這個就是邪說啊 這個就是邪思說法 如果不是這個邪思啊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不會說 用昏昏的道理 來使自己昏昏 想要幫助別人 糟糟 這個 我們要仔細的去思索清楚 去思索這個道理 還記得 以前 有一則新聞報導 也震驚整個世界 那就是非諜會的預言 那這個非諜會呢 是在美國的一個團體 他這個主持人呢 聽說也是華人 那他說呢 世界快要毀滅了 但是呢 上帝要救 這個善人 所以呢 加入非諜會的人 就有資格接受上帝的救贖 那他曾經在報上發表一個消息 就是說在1998年3月31號 上帝呢 將會 派遣非諜 來接引這些人 接到哪裡呢 當然就是他所說的淨土 他們說的天堂 那麼他在報這個電視上 新聞媒體上發布這個消息 這個 大家呢 都很期待 上帝架非諜來救他們 那到了3月31號那天 晚上的指示 一大堆人都在那裡等 等非諜的到來 也等上帝的到來 那當然很多新聞媒體 也要來報導這件事情 所以呢 滿山滿谷都是人 要來見證這一件 歷史的大事 結果呢 我們大概也可以猜想得到 結果呢上帝沒有來 非諜也沒有來 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那麼人家就問這個主持人 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上帝沒有來呢 你說的話到底 能不能做做主啊 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說他 他不曉得為什麼上帝沒有來 他這個上帝為什麼會騙他 所以他打了自己也打了一個問號 所以他打了自己也打了一個問號 結果呢 非諜會就這樣了 消聲匿跡了 再也沒有聽過 那想想這樣的一個訊息 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一聽啊 就知道說 上帝不會 派非諜來 上帝他本身就沒有肉體了 他為什麼 還要派非諜來接人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這個六道裡面啊 我們所謂的天人 我們中國人講神 這些神神人啊 他們來到地球 不是做 做非諜來的 有的人認為說 外星人其實就是 我們說的天人 就是這些神 其實這個認知是錯誤的 因為天人呢 他來去是 不需要做交通工具的 他來去都是用動念的 也就是說他一個念頭就可以來 一個念頭就可以走 對他而言呢 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這種限制 這個才是天人 的一個能力 那如果說還是需要做非諜來的 那個定義啊 在六道裡面還是人類 那不是天人 也不是神 外星人不是神 那我們現在道場 很多道經呢 還是有這個觀念 認為說呢 其實外星人就是一種 我們說的神 那麼他們這個 能夠來來去去 以光的速度 做非諜到處遨遊宇宙 那如果說 他們是神的話 他們不需要做非諜 這個非諜是人製造的啊 那人製造的給神做 那不是神不如人嗎 那這才很奇怪的說法 那麼如果神 神要來去 神是那種能量的視線 這種能量的視線呢 他可以一下子來一下子去 所以以前我們看過這筆記小說 在中國很多的 這種神仙顯化的事蹟 神仙就突然出現了 化身成一個人的樣子 然後呢幫助你做什麼事情 給你什麼 然後呢 然後呢又化身 咻一聲就不見了 這個是 我們的筆記小說裡面 記載了很多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可見呢 神是一種能量的視線 他不是物質啊 所以非諜是物質 那神怎麼可能還需要物質 來到人世間呢 這是第一個存疑點 那第二個存疑點就是說 上帝 怎麼會派人 來接這些人到天堂呢 我記得耶穌基督 他曾經講過 人們要進天堂 天堂啊 比那個真眼 還要小 那個天堂的門口啊 比真的那個眼 真眼還要小 所以一般人是找不到門口的 那找得到門口的人是誰呢 只有背著十字架的人 能夠真心 跟隨主 奉獻主 然後呢為主做事的人 這個主是誰 主不是指耶穌基督那個人 主是我們的良知本性 懂得這個道理啊 我們才能夠回到究竟的天堂 所以呢 所以呢 上帝不會派人 來接你 如果要回去 一定是呢 你自己 證悟到那個境界 然後呢 你才可以回去 更不用說上帝呢 派妃蝶來了 這個是荒謬之極 當然 他們那些信徒 可能不會這麼想 但是呢 想到孟子這句話 經知學者 以及昏昏死人遭遭啊 現代的這些人啊 這些宗教人士 這些異端寫說 用他昏昏的這種理論啊 要使人踏上淨土 使人覺悟 這個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非諜會呢 給我一個很好的視線 這種視線就是說 自己沒有辦法 民心見性 沒有辦法 絕證到自己良知本性的人 那麼你是不可以 不可能幫助別人 證見到自己的良知本性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到說 你要讓自己 能夠 坐之君 親師 然後呢 來達到這種 萬事借為親品的 一個目標 首先呢 你必須學會放下 只有呢 你自己放下 你才能夠證得 你那個圓滿的 的那種 良知本性 我們原來的那種親近的面貌 因為呢 這個一直都存在 都存在我 之中 一直都存在 那麼我呢 用這個肉體的形象 一直出現在肉 這個六道輪尾之中啊 我不曉得我自己 有這麼圓滿的良知本性 那所以 證悟的人告訴我們 先佛菩薩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有 我們的本來面目就是這樣子 我們回老家的方式 就是只有這一條 那麼你只要跟著 聖賢菩薩的腳步 一步一驅啊 你不用特別去發明什麼 創造什麼 你只要一步一驅 你跟著他的腳步去踩 那麼你就會成就了 所以為什麼說 佛陀他曾經在金剛經裡面講到 他沒有說過任何一法 如果你有說 這個佛陀有說任何一法 那麼你就是半佛 釋迦摩尼佛自己 不承認他有講過任何法 那釋迦摩尼佛為什麼會講這種話呢 他明明講了這麼多法 留下這麼多佛經 他為什麼說他沒有說一法呢 人家如果說他有什麼法 他就是半佛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道理我們必須了解 釋迦摩尼佛他所說的這些話 他沒有自己的法 他不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他不是自己用他自己的意思 來告訴眾生這些理路 他都是傳述古佛所說的 古佛怎麼說 他就怎麼說 所以他完全沒有發明 完全沒有創新 他都是按照古佛所說的 所以他說他自己沒有說過一個法 是因為這些法人家早就講過了 他不需要去創新的 這些所謂佛佛回傳本體 古佛跟金佛他們所講的道理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 都是在講信德 都是在講良知本性 那一份圓滿的 那一份親近的道理 所以那一份圓滿親近 你不需要增加 你不需要減少 也不可能增加減少 所以釋迦摩尼佛 才說他沒有講過一法 那麼同樣的在儒家 孔老夫子也講過類似的話 無數而不做 孔子所講的都是 古聖他們所講的話 古聖他們所講的道理 我只是傳述古聖他們所留下來這些話 繼續交給眾生 所以為什麼說孔老夫子講這句話 無數而不做 我沒有創造 我沒有發明什麼 我沒有留下任何的什麼言論 我都是依許古聖的道理 所傳下來的 來交給你們而已 你看佛家主家 同時講了這樣的觀念 可以知道說 那麼古佛是誰 古聖是誰 那個佛佛迴傳本體 師師密附本心 那個佛那個師到底是誰 其實說穿了 就是我們 良知本性的證物 就是那個古佛的道理 古聖的道理 沒有兩樣 你不需要另外再去安裝什麼 再去加入什麼東西 根本沒有需要 因為它是最圓滿 最具足的 你加入了 你都是化蛇天竹 化蛇天竹不是良知本性的原貌 所以佛跟儒都講這些觀念 那也可以想到 今天我們到場 為什麼老前人 他一向不喜歡創新 一向不喜歡標榜 所謂現代人的理念 尤其是他非常反對立案這件事情 到怎麼可以立案呢 你跟釋迦摩尼佛在傳道 有去跟國王說我要立案嗎 孔老夫子在傳道 有說要立案嗎 從這個古來的這種祖師大德 從來沒有說得到政府的許可 然後呢你才去傳道 從來沒有 如果有那已經是變成教了 那不是道 所以老前人很反對 一貫道去立案 他的道理 我們必須深思 老前人不想創新 老前人不想加入任何的 個人的資金在裡面 因為道就是最圓滿的 道就是最具足了 如果我們還記得六祖會能開悟的講的那句話 道 本質親近 本質具足 本來圓滿 然後呢 人生萬法 這一切都是道的化現啊 我們還想在道上面 加件什麼東西嗎 如果把道變成成的樣子 那就是上帝的化身啊 我們怎麼可能還要建議上帝什麼 希望上帝能夠變成什麼 這個是邪說邪見 這個不是正法 所以 為什麼老前人這麼反對 但是呢 老前人的反對 也沒有辦法阻擋那個力量 你看那個 這個力量呢 道變成教的力量 那本是一種 自然的流傳 老子說啊 道師而後得 德師而後人 人師而後意 義師而後禮 你看 一層一層失去了 道失去了 結果呢變成禮法 變成禮教 最後呢 禮教吃人 禮教呢 如果禮教還不能夠防守 那就變成了 武力啊 大家訴諸戰爭啊 整個天下大亂 所以 我們今天才知道說 為什麼老子 他很反對儒家這一套 事實上呢 他不是反對儒家 他是崇尚自然 儒家刻意的 用這種人義道德 要把他扭轉自然 那麼他是反對這種刻意的現象 但是我們要知道 儒家發展到現在兩千多年 但是人類的歷史呢 可能已經很久很久了 人類呢 這個遵循自然的法則 已經好幾萬年了 經過考古的這種印證啊 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 有好幾萬年的歷史 可是我們的記載 從搖順到現在 最多不過五千年而已啊 所以呢 你看 從這個幾萬年到現在五千年 人類的歷史啊 已經漸漸的走向了這種教化的路途 走到教化的路途 你不得不按照這些規章制度 按照這些禮法來走 不然呢整個世界大亂了 所以你要清楚了解 孔老夫子的用心啊 因為人沒有辦法 有那麼高格調的走向這種清淨無畏的路啊 走向民心見性的路啊 已經沒有了啊 沒有要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只要照著人的本分 好好的來安住你的本位 定住你那個點 那麼呢 整個社會呢 依循的一個正常的法則來走 社會還是一樣長此久安 國家呢還是一樣得到一個太平的盛世 世界是大統的 孔老夫子要做的就是這個 但是呢今天我們看到 世界大統的目標 遙不可及 遙不可及的道理呢 是因為整個家庭出亂了 家庭夫妻亂啊 父子亂啊 鋼場亂 倫理亂 整個道德呢 輪上了 所以孔老夫子所強調那個大統世界 事實上呢 他後面還有一個 一個小康的世界 小康的世界是指 文武周公這個以來的這個世界 那大統世界是指遙順啊 孔老夫子的目標是 先從小康一直到大統 所以他要恢復周文 然後呢 去歸向遙順的大統 他的理想是這樣子 但是呢 即使要恢復周文 你看在他那個時代之後已經那麼難了 那麼我們今天 踩著孔老夫子的步伐 我們依著民事的教法 我們要試圖 把這種社會的秩序 回到小康的樣子 我們要繼續回到那個周文的話育 那種王道的精神 那這樣呢 才能夠漸進走向大統啊 所以做到君親師 是每一個人 不可以或缺 的一個職務 一個思想 那麼你要做人家的君 你要做人家的親 你要做人家的師 你以什麼做標準 那就是你要 瞭解自己的 那一份道理 那一份圓滿具足親近的道理 就具足在我的身上 那你不先捨出這些脾氣毛病 怎麼行呢 你看官聖帝君 他給我們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就是呢 他要追求大一統的 這樣的一個漢朝的天下 他們兄弟呢 桃園三結役 他們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捨處 捨除啊 各種障礙 這個障礙呢 用這個 董卓 黃金賊呂布 來代表 所以破黃金諸董卓呂布幣 這個就是要破除貪稱痴 這三個人物代表貪稱痴 是的 我們也可以說用三個不好的 不好的那種言行來代表 但是呢佛家的這個貪稱痴 就是最好的代表 你要破除貪稱痴 你才能夠走向平等 親近一個大圓滿的這樣的一個世界啊 所以他要載牛馬 召告天地 載牛馬就是說 自己呢要去做牛做馬 自己 變成那個牛馬的樣子 去為眾生服務 告訴天地的就是秉著這份良知呢 我今天開始要為眾生做牛做馬 我把自己的貪稱痴給捨除掉了 所以呢你看觀眾帝君 十一年甲不離身 刀無捷徑 這個都是為什麼 這個都是表法 我們今天呢開始在修道的也是十一年甲不離身啊 刀無捷徑啊 我們要跟自己的敵人 跟自己的這個脾氣毛病 來作戰 你要掃除自己的貪稱痴 自己的這些自私自利的想法 自己想要控制別人 管理別人的那種念頭 這些呢通通要放下 沒有放下這個 沒有辦法成就 所以放下呢 如果我們一下子 做不到我們可以先從布施做起 布施就是最好的放下 我們道長一入門就叫你財法雙施 就叫你重生侵犯了 其實呢這個就是放下的功夫 三施有所謂的財施 有法施有無畏施 那財施呢 你把你工作所賺的薪水 拿出來做布施 那你拿十分之一 或拿三分之一 你看世界的回教圖 那回教圖 可以說是最有錢的 你看阿拉伯 阿拉伯那個世界 為什麼他們福報這麼好 那他們的福報這麼好 可以想見呢 他們以前做的故事呢 已經很多 阿拉伯人這些回教圖 他們把每個月的薪水 一部分奉獻給上帝 那麼一部分呢做自己生活自用 累劫累世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阿拉伯人怎麼可能會沒有福報呢 福報很大 所以我們不要羨慕他們那麼大的福報 你要反省到自己 自己以前沒有中那個因 再說福報大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那麼我們沒有錢 沒有錢我們可以做內財不私 我們有體力去做五位私 我們有這些經驗 有這些心得去報告給人家聽 我們可以做講事 你可以去輔導別人 這個呢就是內財的不私 這個要是屬於財私 那法師呢 法師你就是用 用言語 用文字 用道場的一切來成全別人 來成就別人的心靈 所以法師呢 以啟發良知良人為主 幫助別人能夠啟發良知良人 這個就是法師 不管你是用什麼動作 你只要呢幫助他來啟發良知良人 那那無謂師呢 無謂師呢 無謂師呢 無謂這兩個意思啊 就是 讓中生沒有恐懼 沒有恐懼的一個不思 沒有恐懼的一不思 就是你看 微笑 你看關心 你看擁抱 這個呢都是一種無謂師的表現 所以在現在我們對於這種無謂師最好的做法 就是呢吃素 吃素這件事情呢 讓這些動物啊 沒有恐懼 因為動物呢 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壽命到了 他們自己知道要被人家吃了 他們有那種意識 那他們會不會恐懼啊 他們會恐懼 他今天沒有能力抵抗你 所以呢必須被你吃了 但是呢下一次他有能力的時候啊 他就要來報復了 所以呢你不要讓他感到恐懼 不要讓他感到恐懼 最好的做法 你就是完全不吃婚 你都是吃素 你跟吃素的道理 從從古時候講到現在 一直在強調吃素的好處 吃婚的壞處 但是呢你看 我們全天下的眾生 真正吃素的跟吃婚的 那人口是不成比例的 在電視節目所報導的這些 美食專題啊 那都是婚的啊 哪有人在報訴的 如果不是很清楚了解的人啊 會認為說這個不是時尚 這個跟潮流差太多了 那麼我們修行不是看時尚 不是看潮流 而是看我們那份智慧 我們有沒有那個智慧 絕對到這件事情 你今天吃了他的他的肉 半斤 你要還他八兩 這個就是因果的道理 為什麼現在這個流感 這麼樣的肆虐 現在H1N1還是繼續 籠罩在人們的生活之中 那麼H1N1呢 以前叫做豬流感 那現在可能大家也不敢叫豬流感 所以就把它叫做H1N1 其實呢 這個就是一種病毒 那麼病毒呢如果說 寄附在動物的身上 那它再吃給人 人再把它吃下去 人照樣 那麼動物的那一份魚吃 動腹的那一份執著 會把這個病毒 會把它加劇 加劇的人 再加上人的貪嗔自忘的這個迷思 又吃了這個動物 結果毒上加毒 你哪有不發病的道理 現在台灣在吵一個話題 就是美國牛肉可不可以進口 那麼美國牛肉呢 有一些內臟的 帶骨的肉 限制不能夠進口 結果呢 政府跟地方人士 在那裡抗衡不下 那麼政府呢 是基於美國上的政治壓力 那民眾呢 是基於說自己的 那個生活品質 自己的身心健康 所以必須抵制美國牛肉 那美國牛肉到底有什麼壞處呢 因為美國的牛肉 會引發狂牛症 在美國當地啊 已經有 有不少的案例啊 因為吃了美國牛肉 而造成狂牛症的現象 那我們會想說奇怪 牛怎麼會發狂啊 這是怎麼回事啊 那牛發狂那不得了了 牛那個壯碩無比啊 它那個發狂起來啊 誰還能夠抵擋得了啊 你看那種發狂的牛 的咒我們把它吃下去 結果呢 那個症狀是非常可怕 因為它那個病毒呢 寄附在人的 這個大腦 頭腦裡面 結果呢會影響人的 整個神經系統 你看那個狂牛症的報導 一個得狂牛症的人 叫他用手摸自己的鼻子 這樣摸摸不到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 怎麼會手摸不到自己的鼻子 就是對不準啊 你怎麼摸就摸不到 這個就是狂牛症 這還是只是一種 一點點的這種症狀 如果嚴重起來啊 那可能是 不敢想像 那所以說 無味濕是最好的 最好的這種 方法就是吃素 你不要再吃動物的肉 你今天少吃一頓動物的肉 就少一頓的肉被殺 少吃一隻 少得一隻的生命 被保護起來 那麼你說 這些動物都不被人吃 那麼動物越來越多 用這種觀念的人啊 實在是不可理喻啊 那麼我們人越來越多 我們是不是人也應該被動物吃呢 如果用這種理論來講的話 人應該是最早被吃的 因為人現在人口 已經爆炸了 全球人口大概有60億的人口 每天都在跟大自然爭地 我們的地球資源已經被浩劫一空 碳的排放量已經超過 整個大自然的負荷能力 空氣中瀰漫了這種 碳的氣體 所以呢 整個大氣層 就沒有辦法調節 所以天氣越來越熱 那天氣越來越熱 這些 南北極的冰 這些冰河就融化了 冰河就是我們水的來源 那水的來源融化了 我們以後就沒有水喝了 海平面上升那只是一個 現象 那還不是很嚴重 最嚴重的是整個水都沒了 那這個整個因果現象來牽起來 其實就是人自作自受 所產生的 自作自受 那麼如果到現在 人類沒有覺悟 我們不趕快去呼籲 大家趕快回頭試案 怎麼回頭試案呢 就是放下 放下自私自利的念頭 放下五一六成的瘫爪 放下這些貪生賜愛 的享受 你要開始去做三思 才智法師五味師 你要懂得去修善 你要懂得去 這個與人和樂 那麼你懂得這些 你開始在做這些的時候 你就做到了一個 君親師的典範 所以我們講這些 事實上都是連貫在一起的道理 你要達到君親師 你一定有一個標準 那我們說這個標準就是 你做到放下 你做到放下之後 你再來做君親師 那我們說儒家的這個五輪八德 你就可以做到 那君呢就是說你去領導他 領導他走向這個人輪的大道 走向光明的絕路 走向這種康莊之徒 這是君啊 你要做一個很好的典範 很好的表率 你才可以領導他嘛 我們說領袖領袖 我們說導遊 你看領導一定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他走在最前面 然後大家跟著他 他如果走到目標了 大家都已經達到目標了 所以這個領導如果走錯了 大家都走錯了 所以這個君非常重要 那這個君呢 在社會上 不只有老闆可以做到 每一個人都要做到 每一個人都要做到君的表率 你是一個員工 你也可以做到君啊 你在你的工作崗位上 好好的做 很用心的做 很圓滿的來做 來做到一種典範 一種表率 那麼人家呢 就會向你學習 向你效法 這個呢 就是一種君的表率 那親呢 親就是說你要用 慈愛的心 用仁愛的心來灌照他 來光懷他 這個世間是一個愛的世界 人跟人之間呢 不能夠失去這個愛 那這個愛呢 是沒有私心的 沒有私心的叫慈愛 我們說慈悲 叫博愛 叫仁愛 這沒有私心的愛 有私心的愛呢 叫情愛 有情在裡面 其實有情在裡面 這也是一個世間的現象 這個是無可厚非啊 但是你那個情的值啊 不能夠太深 你還是只能夠在有限制的欲望裡面 所以欲望 我們不能夠說 把欲望變成願望 欲望跟願望是一個 天跟地的差別啊 那麼說你說我希望能夠做老闆 做一個科學家 做一個醫師 這個是欲望還是願望呢 那要看你的起心動念呢 你的起心動念 只是呢 一個自我的享受 只是一個理想的達成 只是一個人生美好的規劃 那麼呢 那就是你的欲望 願望呢 願望呢 願望是一種懷抱的理想 這種理想呢 是正己成人的 是推己其物的 是這個 終極關懷的 所以呢 當這個願望 你是為了整個社區 為了整個社會 為了整個天下蒼生著想 那麼你這個呢 你這個欲望呢 才能夠說叫做願望 那我們的願望呢 不能夠下得太小 你成為總統 成為科學家 成為老闆 這個願望都太小了 太小了 那什麼願望才叫大呢 大就是說 你的這個願望啊 可以無窮無盡的 流傳下去 這個願望才叫大 你的精神可以無限制的 蔓延開來 這個才是大 所以要立下絕智 你沒有立下絕智 你沒有辦法成就這樣的願望 所以願望呢 一定是 要符合你的良知本性而發 要顧及到整個天下生命的利益 所以不求天下民 而求天下 而求這個萬事的民 不求一死的利 而求千秋的利 就是這麼一回事 人覺 人覺應有天覺高啊 人覺應有天覺貴啊 所以我們要求天覺 而不是求人覺 那個天覺不是天上的官位喔 天覺是良心本性的正德 你可以回歸到你的本來面目呢 那個地位 那個才叫天覺 這是做之輕 我們說做之施 那你就是要去教育他 你就要以身作折 好好地來教導他 教導他走向一個 覺入的方法 你要教給他一個方法 你要給他智慧 你不是給他一個生活的資料 今天他肚子餓了 你給他一餐飯 你給他一頓麵包 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不叫施 你要教他你怎麼自己去生活 你怎麼樣自己去製作麵包 你要自己去做種稻穀 你要怎麼樣可以把它種得好 把它做得出來 這個就是施 所以那個教育的方法 必須呢是以身作折 你必須自己去做 你要教人家這個成就 犀勝犀賢 成就這個聖賢先佛 你自己都不做了 怎麼可能教了人 教得了別人呢 你自己都沒有正德了 別人怎麼可能正德呢 所以做之施的道理 跟我們剛才講的 要以其糟糟死人糟糟啊 自己不糟別人不可能糟的 只有你自己正德的 這種良知本性的智慧 你才能夠帶著大家 這個穿越這種生死 輪迴的大海 你才能夠真正做一個 一個清的表率 師的表率 君的表率 所以 作之君親師 來挽救世界 為一個清品的 這樣的一個祥和境界 落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但是呢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上 太過空泛 所以呢我們今天必須強調 先從有志之士開始做起 有志之士就是我們這些修學人 修行的人 不管你是修行什麼樣的各家各派 你只要有志之士 你就要負起 玩世界為清品的任務 你就要做到君親師的標準 這個是儒家告訴我們的 這個 這一定是自己先招招 自己招招呢 要讓自己招招 我們剛才講到了這些做法 然後呢你教導人 走向這種倫理道德 走向這種 這種開悟見性的路 這個都是呢 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次第 今天我們很難得見到一個聖賢人 甚至一個君子 我們都不容易在社會上看到 可是呢我們從今天開始 我們自己要做這個君子 要做這個聖賢人 自己要做佛菩薩 引化在這個人世間 來教化這個世間的眾生 這個世間的百姓 用什麼教 用身 用身心來教 用言行來教 用行動來教 這個是我們 作為一個 末法時期 百養時期 儒家的修行人 所應該有的這份責任 跟擔當啊 那所以 老前人的願是無始無終 我們的願呢 也希望能夠效法老前人 無始無終 希望呢 能夠把老前人這個德啊 繼續弘揚下去 那老前人做到典範了 我們呢 跟著他的腳步走 希望呢我們也能夠呢 做到這種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 這樣的一個地步啊 來幫助這個 我們的 前輩們 我們的這個天恩師德 來普渡眾生 來收緣整個世間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大家好 道智宗子 進入到第二十句的經文 化人心為良善 化 就是晚化 就是勸化 就是教化 所以你看我們中國是用化這個字 教化 教化 我們有一個教化菩薩 那他為什麼不說教慾呢 因為慾啊 它本身是用 有這種物質條件的供給的意思 所以說養慾 那麼化呢 有一種這種無形力量的支持 也就是說精神力量的化育 這種文化力量的這種滋養 內在智慧的啟發 這樣的一個味道 所以化這個字呢 它的定義啊 本身是比喻還要來的深入一點 所以我這裡講化人心為良善 那麼 人心啊 要把它化 你不可以直接跟它講 不可以直接用強硬的方式呢 從惡的地方把它帶到善的地方 那這樣呢會起反效果 這樣呢也沒有能夠達到化的作用 那所以呢必須用化 化呢就是慢慢開導 好好的引導 從理念上 從心性上 從意理上 讓每一個人 了解到他這個內在的良知良能 所以呢 所以啊 聖賢佛菩薩 他們 住持在這個人世間啊 那可以說呢 無所不用其極啊 只要能夠化眾生啊 那麼 聖賢菩薩他們可以 做盡一切的犧牲啊 來達到 化人心為良善 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今天 擺養的修飾 我們今天呢 也要 這個扛起聖賢人 佛菩薩他們的一個責任 我們本身 是明師之徒 我們受過 先佛明師的教會 又得到大道的訓息 所以呢 在理路上 我們應該比別人更清楚 那麼修行功夫上呢 要自己呢 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看到那個良知良能 那這樣呢 功夫得利啊 你才有辦法去教化眾生 去晚化 去勸化 也就是說你那個 身心言行的動作 你必須實踐出來 然後呢 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真正的去達到這種 勸化 教化 晚化的目的 所以你看佛菩薩 聖賢人 他們教化眾生 有非常多的方法 孔老夫子 孟老夫子 他們選擇是 周遊列果的方式 著書立說的方式 然後呢 把眾生呢 引導到聖賢之道 但是你看觀聖帝君 他就不是選擇這種方式 他選擇了以身作者的方式 他投身在他的這個職位當中啊 他是一個將軍的身份 然後呢 用將軍的身份來說法 在他的這個楚人 待人楚世之中啊 他用人倫之道 忠義之之教 來勸化 這個百姓 勸化這些眾生 所以 化人心可以有各種方法 那只要呢 能夠幫助他 破迷開悟 幫助他轉返成聖 幫助他斷惡修善 那麼這些呢 都是很好的辦法 所以法門千萬條啊 但是呢 歸遠無二路 儘管上山的路有很多條 達到目標的路 是條條道路通羅馬 但是呢 歸遠無二路 歸遠無二路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道路啊 是找到你 那個人的根源 所謂歸遠就是 人的那個本來出處啊 找到這個本來出處 那個才是一個 所有的方法的一個重點 所以上山的路 很多條 那個沒關係 可是呢 達到的目標是一個 同一個目標 所以呢 我們說化人心為良善 這個就是 那個唯一的目標 我們本來的面目就是良善 是自善的 明德心明子於是善 那麼我們的人 人心本來是自善的 本來是那個良知良人的follow 都是 自善的 但是後來 有些人 不清楚 這個人心的變化 認為說性 也有可能是 偏善 偏惡 那也有可能是惡的 所以有所謂的性善 性惡 性 不善不惡 偏善偏惡 等等的這些理論通通出來了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些理論之中啊 真正看到究竟的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孟子 他說人性本善 他看到了這個 最歸於遠之處 孟子 他直指 直指回歸我們的 這個良知良能 人性的這個光明面 他是沒有善沒有惡 所以自善這個字眼 他不是說最好的善 而是在沒有善沒有惡的狀態之下 儒家把它稱為至善 那麼至善呢 在佛家 你也可能聽到其他種說法 譬如說 他講到 心性 他講到這個 本來面目 如來保地 這些等等的這些名詞啊 其實都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那你會說 可是佛家的講的境界比較高 儒家呢 他是世間的 他講的境界就沒有那麼超越 所以 這個道理啊 事實上呢 好像是這樣子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知道 佛家 佛把道理 都已經說得很圓滿 很透徹 但是呢他的一個 理論根據啊 是出世間的 也就是說人 只有離開世間 他才可以達到那個最圓滿的救急啊 他的依據是這樣子 可是呢 儒家完全不講出世間 可以說呢 跟佛兒是兩種 兩種這種 理論上的不同 儒家完全是講人世間 完全是講人 所以我們說道之宗子 我們在講人跟心性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人跟自然的關係 心性就是說你要自己怎麼樣調伏你自己的心 讓自己呢 能夠正己成仁 那人跟社會就是人跟人的關係 我們處在每一個時空之下 都有必須要跟人接觸 即使你與世獨立啊 你還是要有這些人 你才有辦法生活 所以呢 人跟社會的關係 你必須要很清楚 那麼人跟自然的關係 就是呢 跟這些三合大地 跟這些天地鬼神的關係啊 你也要處得很好 天地鬼神 雖然我們看不到 可是呢 他卻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也影響了我們的這個修行 那可見呢 我們的關係呢 跟他們呢 也要處得非常的好 這個是在講 這個化人心為良善 如果說我們知道 這個儒家的修行方法 他修到一個最圓滿的救急 子儀至善 那麼這個子儀至善呢 透過這種人倫 透過這種得夢的發漏 他就已經是 已經是圓滿的一個境界 譬如說孝 譬如說忠 仁義 這些道理 把它做到一個最極致的圓滿 那最極致的圓滿呢 他就是超越了一種世間的對待 超越了有無的分別 他已經是一個形而上的 這樣的一個境界了 所以形而上的境界 就沒有所謂的出世間跟入世間的說法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 行、忠、孝、仁義 行到很圓滿的境界 那麼這個人呢 就是一個很圓滿的修行人 那他離開人世間 他同樣的回到本來面目 所以本來面目是 各中各派所要修學的一個目標 那麼儒家透過人世間的修為 從這個兩儀回到太極 從太極呢 又超越入無極 那這個修法呢 在對人來講 是一個比較可以去依循的方法 這種方法呢 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所以儒家為什麼呢 他不是宗教 自始以來就不是宗教 而且呢 從漢朝以來 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也成為了這種 政府啊 他提拔人才的標準 用這個五經 用這些聖人的教化 來為國家舉財 那很多人 會質疑 那為什麼不用到家的呢 那為什麼不用佛家的呢 尤其是 聽過很多佛教徒啊 認為說 古時候這樣取財方法是非常不公平 佛家呢 的經典沒有一本用到 東通都是用儒家的 所以這個呢 因為不清楚不了解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質疑 我們要知道 我們人 在這個世間啊 我們必須做人的道理 人的事情 講人的話 我們不可能做神的事情 做神的這些動作 你把人做好了 你就回歸到本來面目了 本來面目你可以把它說成是神 你可以把它說成是佛 這些呢各有各的說法 但是呢 你現在身為人 你必須把人的這種職責做好 職責這個人的本分啊 你都做不好 你要做神的部分 做佛的部分 那是非常難 所以 對一個明星見性的人 他所講的 也是倫場大道 也不離開人 人倫根本 你看六祖譚經 他是一個見性的人 六祖慧能 古今以來啊 可以說是 唯一一位頓悟成佛的人 那麼他在他的經典裡面 他也強調 這種孝 替 這些倫場之道 所以他的弟子 有出家的 有在家的 有這些士太夫 有這些官員 等等呢 都是他教化的方向 而且在六祖慧能之後 這個道已經道將活在 可見呢 整個修道的趨勢啊 那是在 這個人世間啊 才是一個 現在修學 一個主要的力量 也就是說 人倫的修學啊 成為這個世間的顯學 世間修行的主要的方法 所以 有聽到 佛教的這些 大德 他們在分析啊 為什麼 現在這個修佛的人啊 有真正有往生的 有成就的 那他們往生的標準 當然就是死後有瑞相 有看到阿彌陀佛來接引 那麼有這些境界的人啊 很明顯的發生了 很大的變化 也就是說以前的人 出家的 男眾 也就是說我們 平時在講的和尚 這個是第一個 和尚出家成就的 那是最多的 我們在講以前喔 那尼姑是排第二 那麼以前的女性啊 要修道就不容易了 何況要人成就呢 所以呢尼姑的成就在和尚之後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就是 在家的男眾 跟在家的女眾 所以在家女眾是排名最後 我們講修行 有成就的 以前是這樣排的 那我以前的婦女很苦 喔 而且呢被佛說為虎肉之皮啊 本身就很難修行 那所以 修行 又能夠成就 那個 真的是 萬中男選一啊 七真十算裡面的孫伯二 給我們做了很好的典範 那是非常的難能可貴 那所以呢 和尚尼姑 在家的男眾女眾 這樣的順序啊 這個是 必然的現象 那麼出家的人 他全心全力 投身在這種道場的修為 那所以呢 以前的人啊 這個心比較親近 自主的雜染比較沒有那麼多 說在修學路上啊 自然就能夠看到成果 但是隨著整個 天命的流轉 這個大道的這種化育 整個天命已經在 火宅裡面 我們知道佛經的火宅的定義啊 就是在講尋常的百姓之家 尋常的百姓之家呢 都必須用燥用火 那所以每家家戶戶呢 都要燒火 所以成為火宅啊 當然火宅有更深的定義啊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和尚尼姑都有更深的定義 我們這裡呢 用一般人的這種觀念啊 把它大概說出來 那現在的 那現在的 這個佛教界的大德啊 發現到說 整個修行 它的一個次序啊 成就的次序啊 已經完全顛倒 不像是我們剛才說的 和尚尼姑為主了 這個出家的在佛教修行的 跟入在家的 在家的女眾 反而成了第一 男眾成了第二 咧 我們就覺得說 奇怪 剛才講 女眾是最難修行的 但是現在完全改變了 以前是天地 天地皮的掛 天在地上面 現在呢 是地天太的掛 地在天上面 陰陽完全顛倒了 那地天太呢 那地天太是一個好掛 那皮是不好的掛 所以皮呢是 皮的掛可能就是有 一氧獨盛的味道 那地天太呢 有所謂的 陰陽和和的味道 所以女生翻轉過來 現在女性呢 也可以去 創業 也可以去做官 也可以擁有很好的名聲 女性的地位呢 現在呢 有時候呢 是超越男性很多 我們看到職場裡面 女性的這個主管 越來越多 在公司行好裡面 女性的這個老闆 也越來越多 在做官的官員裡面 也是如此 這個都是一種 天運 所謂女人出頭了 但是呢 我們要 我們現在說這個現象 我們沒有在評論什麼 我們只是把這個現象說出來 剛才講到修行 那麼現在呢 在家修行的女眾 成就是第一 再來是男眾 再來是尼姑 再來是和尚 所以和尚變成修行最沒有成就的 的一個族群 那你會說奇怪怎麼會這樣呢 你看我們現在出家的這些修行人 我們專職佛教的和尚尼姑 那麼他們真正往生 有往生 有得瑞相 或者是說有特殊的顯化的很少 反而很少 反而在家的這個男眾女眾 聽到了很多 所以可見呢 整個道運其實已經落在這個民間 落在這個尋常的百姓之下 那麼修行也不是在這個廟宇佛堂裡面 修行就在你的崗位上 就在你的生活之中 所以 你看現在在佛教裡面 我們看得到真正往生瑞相的 女眾是最多 再來是男眾 尼姑和尚這樣必須排下來 那這個說明一種現象 除了說道降火宅之外 也就是說整個修行的這個立足點 你還是必須放在人輪上面 以前的我們說弘陽起的時候 你可以這個出家 你可以拋家捨業 然後呢專修情景之道 那現在不行 現在告訴你 你就是要在家出家 你就是要把這個家庭顧好 把妻子兒女顧好 你只有在這個顧好的過程當中 來修行戀性 那麼這樣呢你才有可能成就 你現在呢家庭也不要了 小孩也不要了自己跑去廟裡面 去修行 那麼你在修什麼呢 想想你自己在修什麼 你這個 這一邊的業你把它 你把它逃避了 那麼你去尋找清淨心 那你怎麼可能找得到呢 那這邊的運行戀主你沒有了 你要怎麼樣清你的業呢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修行的一個觀念 我們必須清楚 現在我們雖然 沒有剃頭髮 沒有出家 沒有去當和尚 沒有去當尼姑 沒有去當道士 我們在家可以出家 用儒家這樣的一個修為 我們就可以成就 所以為什麼先佛一再的告訴我們 末法時期 這個白養時期 儒家應運 儒家收遠 儒家是我們的 是真的功課 我們的主要課題 那你主要課題 你都不去修了 你去修一些旁修的 那你也是逼不了業啊 主修的學分沒有拿到 結果呢 這些旁修的通通過關了 那你能夠畢業嗎 那主修的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做人的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講 化人心為良善 這個人就是我們現在修行的主要課題 那人又是心在主宰 所以這個心變成人 修行主要的一個 條育的一個入手處 那我們修行 可以成佛 可以成聖 這個是古代的這些祖師大德 聖賢菩薩一再的告訴我們 我們要追求我們本來有的東西 本來有的你才可以追逐的到 追求的到 不要去求那個你本來就沒有的 那所以呢 這個經營財寶 這個是你本來沒有的 那有的人有他去追逐 他去求去可以求得到 有的人沒有 大部分人都沒有 那沒有的人呢去追求 肯定追求不到 用了一輩子的功夫 你也不可能達到那個目的 所以呢求就要求我本來有的 本來有的是什麼 本來有的是良知良能 圓滿的佛性 我跟聖人沒有差別 聖人圓滿我也是圓滿 他的那個性啊 是完全沒有沒有兩樣的 那麼聖人可以成為聖人 我也可以成為聖人 今天為什麼我不是聖人 而他可以呢被人膜拜呢 主要的道理是因為 你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對自己呢 可以成聖的這樣的一個條件 不夠充分 其實條件已經充分了 應該說呢 你對於成聖的這種可能 還先存疑慮 孔老夫子說 我遇人施人自已 那這句話講得好 我想要成人 人就會成就圓滿 那麼我怎樣成聖 聖馬上也可以呢 圓滿成就 那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呢 我本來就有 你本來就有 所以你可以成就 這個就是這個道理嘛 你有佛性 你就可以成佛 你本來就有的 那今天為什麼沒有的呢 沒有的是因為 你把佛性 把它丟失了嘛 你把我們的良知良恩丟掉了 丟掉了並不是找不到喔 丟掉還是找得到喔 孟子在講 山進之西間 借然用之而成路 其間不用著毛塞 你看它比喻說 山裡面那個小路啊 你常常去走常常去走 就走出一條路出來了 那你都沒有走 那那個草自然就掩蓋過來 就荒煙漫草了 但是你如果常常去走 就會形成一條路 那這個道理呢 在說什麼 在說呢 如果說你常常在做聖賢的事情 你常常在做這種 回歸本性 至於至善的事情 明德心明的事情 那麼你回 回歸本來滅目那條路 回歸老家那條路 自然而然就會走出來了嘛 你就熟了嘛 那麼你現在找不到路 也看不到路 為什麼 因為你都沒有在走啊 你都沒有在做聖賢事 沒有在修這個聖賢的德 以至於呢 你今天找不到 回歸本來滅目之路 回歸老家之路 那所以聖賢人 必須要告訴你 你必須從這裡走 從那裡走 那每一個人跟信仁還不一樣 還不能夠指一定 一定特定的路 為了成就他聖賢人 不辭辛苦 有教無類 告訴每一個人 你應該怎麼走 你就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那麼我們今天告訴我們 化人心為良善 喔 人心本來是良善的 所以呢 我要去 勸化他 去教化他 去婉化他 讓他呢 能夠 破米開悟 真正的轉返成聖 所以現代的人 已經把倫理 道德 因果 這些觀念啊 通通淡忘掉了 那麼淡忘掉了 的結果啊 就會造成今天的天災地變 今天的事件問亂 現代的迷信科學 但是呢 科學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啊 我們可以講 我們相對於科學所帶來的壞處啊 那次多太多了 所謂得不償失啊 喔 從科學身上 得到了 不能夠 報場這個失去的 我們失去的更多 你看我們今天 好 坐車 有飛機 喔 有這個鐵路 有公路 很方便 我們今天生活 有這些電器化產品 喔 晚上有這些夜晚 有這些燈光可以照明 非常的方便 天氣熱了 一天沒有吹冷氣 受不了 那這個都是科學啊 帶給我們生活的方便 有它的方便之道 但是呢 人太過迷信科學 迷信科學呢 結果呢 就把你本來的良知良能 上市掉了 我們說的良知良能 我們要聽清楚 喔 良知呢 就是本來的這種自信 我們的智慧 喔 我們的這個道德 我們的才能 我們的一切 本來都是很圓滿的 現在呢 才能也沒有了 道德也沒有了 連自信是什麼也不知道了 迷失掉了 所以智慧德能向好 通通不具足 我們只是依照的 我們個人的福報 在生活在這個世間 喔 你的福報有多好 你在這個世間啊 可以有多好的享受 但是這個福報呢 造成人更多的沉淪 更加不曉得 要去探索生命的奧義 喔 生命的實相是什麼 人都忘記了 所以呢 人不守本分 兒子不守兒子的道 父母的不守父母親的道 老闆員工之間不守道 喔 夫婦之間不守道 朋友之間也不守他的道義 那人倫混亂了 所以呢 造成世界混亂 那麼道之宗旨 可以說在我們道場 是一個最主要的依據啊 道之宗旨的道理啊 簡潔惡藥 如果說 每一個人都能夠從道之宗旨的話裡面 去思悟到 去體悟到 一點點的 做人的道理 然後開始去實踐啊 那麼我相信 天下逆源自於道 這個道呢 它已經發揮作用了 那道場還有另外一個 很主要的依據啊 就是佛歸禮節 佛歸禮節 跟道之宗旨 這兩種教話 形成好像兩股巨流一樣 車的兩個輪子 所以每一個修行人 對於道之宗旨 要呢身體力行 對於佛歸禮節呢 要呢守禮守法 特別呢去講究 這個佛歸禮節 去從 去 遵守佛歸禮節 成就佛歸禮節 你看這個佛歸 就是佛的規定嘛 那這個規定 為什麼佛會變成一種規定呢 因為我們做不到啊 所以它就只好先規定你 但是你做到了 你是不是就成佛了 那佛就是這樣做啊 所以呢佛的行為 佛的言語都是這樣的 自然而然的做出來 我們今天呢能夠把佛歸禮節 自然而然的做出來 那麼我們不是成佛了嗎 我們不就是恢復那個禮了嗎 孔老夫子一生 要追求周文的話育 周文就是周公治理作樂 那種文化的教育 是孔老夫子一生 想要追求的目標啊 那他創下一條準則 他立下一條的 一種的形象 讓人去遵守 只要呢 跟著他的準則 依照他的形象 的作為去做 我們就可以達到 那個周文的話育 回歸周文啊 回歸姚順啊 所以我們這裡講到 周文跟姚順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孔老夫子 他是希望透過周文的話育 達到姚順之志 姚順才是我們最根本的目標 那周文的話育只是一種過程 從這個道理我們也可以知道 我們今天在道場休學 我們回到老祖師那裡 其實也是一種過程 我們真正的目標是在禮天 我們幫助老祖師平受萬教 普渡收遠 我們的目標還是要放在禮天 只有把所有的眾生 都度回天了 那麼 自己的使命啊 才可以說圓滿達成 所以這個願呢 是無始無終的道理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今天講 化人心為良善 是因為我們現在不相信 倫理道德 甚至呢連英國也不相信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佛教 也從最基本的這種教化開始入手 很多佛教已經不再講這種 空苦空無我這種心性的道理 那因為這些道理呢太過深奧 一下子呢 讓眾生接觸啊 他們聽不懂 我們說現在的眾生 智慧得能向好 都已經沒有那麼圓滿了 那所以你一下子來講這種 很高遠的這種道理 他們聽不懂 所以要講最根本的道理 根本的道理是什麼 就是他生活 他生活都接觸到的都是什麼 他在家庭碰到的家庭兒女 碰到的父母 碰到的這些親戚朋友 這個就是道場 這個就是道理啊 那麼你如何把這些碰到人 他的一個互動的道理把它做出來 那就是最根本的道理 那從根本的道理做到圓滿的 你再來講心性的道理 那麼很容易就可以棄入 一下子就超越了 所以為什麼說孝子解釋即為先啊 孝子不用修道 忠誠不用修道 那是因為忠跟孝 他們已經在這個良知本性上 進到最圓滿了 他已經深入到這個根本了 他深入到這個根本之後呢 那所有的根本呢 他全部都貫通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修 各種宗教 他並不需要 他只要見到性了 那所有的性動通通都已經圓滿 都已經敏了 就叫明心見性 那這個道理啊 必須要去實踐 才有辦法體悟 那麼我們如果說 今天聽到這個道理 馬上就去做 馬上去例行 那麼呢 你就有一分的這樣的頓悟 一分的物境啊 那這一分的物境呢 會引導你的心性 開啟一分 你就會有一分的智慧呢 去帶人處事 對於倫理道德的現象 的這種關係啊 你會更清楚 對於因果你也會更清楚 所以 因為你都清楚了 所以對於人世間 各種的障礙 這些煩惱 這些無名的執著 通通都可以淡化掉 這個是畫人心為良善 所以畫這個字啊 必須從我們的身心做起 用口頭沒有用 口頭只是叫 可是叫呢 還不是道 叫呢必須透過人的身心言語 來去倡述他 去表現他 表現出來之後呢 你才真的能夠達到畫的境界 所以聖賢人呢 都是以身作者 我做到我才說到 那說到呢 我也可以做到 所以聖人呢一定是做到才說到 然後再做到 這個境界上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成就的這樣的一個等級 當然也就不一樣 曾國藩他曾經講 他說以言會人 是善教人 以德熏人 是以善養人 你用言語去教人家 這個是用善來教化人 善言善語來教化這些眾生 可是呢 你用德來熏人 熏 這個熏是熏習的熏 所以他說用德來熏習別人 那是用善來養人 用善呢 來做為一種 一種生活的資量 來養眾生 用德來教化眾生 用德來養養眾生 所以眾生成長的 都是道德的花果 道德的花果 自然成就道德的淨土 那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那所以我們說 道是我們人的良知良能 那德就是把良知良能做出來 這個叫道德 我們不斷地在強調這樣的觀念 所以良知良能 在我們文字上的變現 那就是孝蒂中性禮儀廉子 就是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回歸到這個良知良能 就是回歸到這種自然的生活 那哪有生活 哪有生活比自然的生活更好 哪有生活比回歸自然更好的呢 這個就是儒家教人 的一個原理原則 那麼這些聽起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不是很容易上手呢 那其實也未必然 這個道理可以講得很深 那麼這個做法呢 那麼這個做法呢 也必須呢 在微理細節之間呢 通通要注意到 譬如說我們說孝道 那孝道呢 對人兒女 兒女對父母 都應該行孝道 但是呢 父母不一定是聖賢人 父母也有可能是惡人 你看我們現在的社會 父母親害子女的也很多 為了子女的這個 那個保險金 把子女殺害的也有 你看這個已經不是很蠢的父母了 那麼我們說 父母親用不只對我 我還能夠用孝心對他 那這個是真孝 這個是真孝子 所以父母親雖然是惡人 但是呢 我用我的良知的出發點來對待他 因為我知道父母親也有那個 子於至善的善性 那個善性呢 是不免而重 不思而得 那個道 那個道理 所以父母親也有那個道理 也有那份性德 我今天呢 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的那個性德 而不是孝順他的行為 他的行為不好 我可以 離開 我可以不聽他的話 但是呢 父母親那個善性我們必須孝敬他 這個是對於兒女的一個本分 那所以孝是孝於性德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之間的威力關係啊 我們必須 必須把它體會清楚 所以禮啊 禮是非常的細微 非常的廣大 一個 見性的人啊 怎麼說怎麼對 那不見性的人怎麼說怎麼不對 那麼我們怎麼樣達到 我們知道這個人到底有沒有見性呢 我們只要看他 所作所為 有沒有合乎這些性德的標準 他講話有沒有達到這個性德 我們說人出口就是性 那他有沒有性 那對老闆有沒有忠 對父母有沒有孝 從他的言行舉止啊 我們就可以體悟到 他的性德有沒有流露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化人心為良善 最主要的一個原理原則 最近因為寫到朱子 朱熙他的傳記 那朱子他是一個儒家很重要的一個代表人物 儒家發展到宋朝 成了一個新的一個理論 那就是理學 那朱子呢 曾傳這種北宋這些理學家的思想 用了經讀孔夢這個世書這樣的一個原理啊 他把它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這個教學的方案 教學的這種方法 所以朱子在儒家來講 可以說是一個成先啟後的一個角色 但是他的政治生涯是非常的坎坷 他的政治呢 這個過程啊 不斷的受到排擠 而且受到貶折啊 那所以說在人世間 人世間的這個環境上 他 他的挫折很多 但是呢 因為他堅持理學 儒家的這個教法 所以儘管政治生活 受到各種的 毀謹跟批評 他還是堅持儒家的一個教學 所以他的教育生涯卻沒有中斷過 有一點像孔子的風範 孔子也是在政治生活 沒有得到任何的肯定 當時也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 可是呢 他在這個教學上啊 卻呢 獨放異彩 那朱熙呢也有這種味道 他在教學呢 教學的這個成就上啊 那在我們的中國文化的教育史上 他可以說是一個 很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 教化學子 影響之深 擴起之廣 朱子可以說是 真的是 其中一個很大的 一個人物 所以儒學 在今天 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思想主流啊 從朱熙的手上發揚廣大 那朱熙呢 朱夫子啊 他的功勞也不可沒 那雖然我們曾經 講說 朱子的理論 對相較於陸九淵 這一派的思想啊 他的理論啊好像有點不足 但是呢 這無損於他在教育界的地位 也無損於他 成就聖賢的一個角色 那麼我們今天 在寫四配十折 那現在呢是十二折 其中呢 加了這個子友子章 還有呢朱熙 成了十二折 所以你看朱熙 他不是當時孔老夫子的弟子 年代已經差了一千多年 可是呢朱熙照樣被後人 把他拱上聖廟 讓他可以配享聖廟 跟這個孔老夫子 同享祭祀 那可以說非常的殊榮 那代表呢他的成就也非常的 獲得肯定 那他的影響 在我們華人的社會 那影響更是深遠 那跟陸九淵比起來呢 他的這個成就啊 相對的要更大 影響相對要更深 儘管我們先前講過 陸九淵他的一個見解 但是呢今天講到朱熙夫子 我們十分的佩服 十分的肯定 那他的用心呢 也可以說是獨牌眾議 在當時很多人批評他 很多人指責他 尤其是在政治這方面 那些政治人物啊 都把他稱為是偽學 偽就是虛偽的偽 把他這個心理學認為是偽學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話叫做假道學 他不是真道 但是呢 事實上證明他是不是真道呢 我們現在看了 那麼我們知道 他是真正的身體力行 他發揚這個儒家的學說 把儒家的思想更加的 立足於這個後代的子孫之中 解釋得更清楚 讓後代人有一個更清楚的依詢 尤其是世書的編傳 跟著述啊 成為後代人 一個下手處 那所以他的功不可沒 這個是畫人心為良善 著述歷說 那朱熙可以說是做到了一個形象 讓我們效仿 當然儒家有很多先賢 都是值得探討 所以今天我們把四倍使者 變成文字的這種書面 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呢 看到這些先賢的典範啊 讓我們的這種修學路上 有一份的這種安子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心定在那裡 然後呢一步一腳印的 效法這些聖賢人 成就聖賢人的典範 這個是 屬於文字般若的教化 那當然呢 也有實地這種勸話 有所謂的觀照般若 跟實相般若 那麼這個呢 都必須在修學過程之中啊 不斷地去反思 不斷地去體悟啊 這個沒有辦法透過文字 要不斷地去參悟才 你才會了解 那所以 我們 講到化人心為良善啊 必須要把這個原理原則啊 把它講出來 就是儒家是今天 我們修行 的主要根據 化人心為良善的主要方法 我們說現在佛教 也隨著 這種潮流 紛紛回頭 來依止儒家的經典 來弘揚儒家的經典 你看現在弟子歸 鳥凡世訊 這些呢 都是儒家的經典 儒家的典籍呢 在佛家呢 受到推崇 那當然這些呢 高僧大德 也知道 現在呢 你直接跟他講佛教的道理 大概呢 也已經來不及了 你叫他參禪打坐 敲打念唱 對於人世間的 這個造詣的幫助啊 也沒有那麼大了 就直接教他們在生活上怎麼做 你叫大家來出家 那更不可能了 那所以呢 幫助大家 在家出家 你在家 就是一個道場 你就可以好好的修學 在這個修學之中啊 你好好的來體悟 儒家的做人道理 真正做到明理了 做到圓滿了 你再來 參演這種佛家 其他教宗派的做法 可以觸類旁通了 那所以 你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主流 那他們推展到 這種 中國去 推展到世界各地去 都是用地質規 那這個是可喜的現象 我們覺得說 我們覺得說這樣是很好 那因為呢 佛佛道統 道跟道是可以匯通的 沒有宗教 沒有派別 這個都是做人的道理 所以道不是宗教 他的一個主要的訴求 就是因為 道是活生生的 他是生活上的一切 那現在呢 各中各派 都是講道生活上的一切 那跟我們道不就是匯通了嗎 所以跟道匯通了 你當然呢 你就可以從這個教而入道 那講到新鮮的道理 不需要去特別 去用功夫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祖師大德告訴我們 做人的道理你把它做好 我們的先佛 老師的訓文 通通在告訴我們這些道理 敬孝敬好了 做中做道了 這些道理做到了 那麼你就可以探集到你的心性 心性的道理就是從這些的 這種做人道理之中 去體會出來 這是真君子啊 人人回復至善之地啊 這是立願了願真功十善 你立的願 你沒有在世間上成就 那麼你立這個願 你哪叫了呢 你沒有了啊 即使是今天 你對於道理已經非常 明白透徹了 但是呢 你對於人人的道理啊 完全不了解 完全沒有做到 那不叫真功十善 功夫呢 功夫呢 不得利啊 我們說功夫得利啊 其實在你自己身上啊 是唯一可以明顯的感 感覺出來的 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 是第一個 你的身體變輕 變健康了 喔 身輕自在啊 身輕而體健 這是修行 第一個 看到功夫得利的 的一個點 再來就是說 你的思緒 你的思緒呢 會很清明 喔我們 上次講了 晚世界為清平 喔你的思緒很清明 你待人處事呢 就是講一點真心 一點真心就是平等 沒有分別 沒有對待 沒有是非人我 喔沒有這些我像啊 一切都平等了 喔那個 就是你的真功十善 就是你功夫得利之處 那麼你的智慧開啟了 對於境界線前 對於各種事物 人事的考驗 你都有辦法 來圓滿的解決 所以常常聽人人在講 哎呀道場就是 人事問題啊 人事問題一大堆啊 但是想一想 人事問題不就是在 我們修行的方向嗎 我們修行要著力的地方不就是這裡嗎 那你人事問題解決不了 你如何入手呢 你不要說功夫得利的 你連入手都沒有啊 所以人事問題要去圓容它 要去解決它 要去面對它 這樣呢才能夠叫做 立願了願 誰能夠叫做呢 真功十善 那 客尊 這個道的宗旨 奉行佛歸禮節 你看佛歸禮節 你不是說到佛堂 遵守佛歸禮節 你要知道我們自身的佛堂 每天都有佛 二六十鐘不離開佛 那麼你都知道 二六十鐘佛性在 那麼你是不是二六十鐘你的言行 都是佛言佛行 都是聖人的思考 你要把這個佛做出來 把這個聖做出來 所以我們說古聖古佛 古聖是誰 古聖是我 道之宗旨 講到化人心為良善 我們以前 在改惡向善 這段經文 已經詳細的分析過 善跟惡之間的關係 那今天講到這一段 化人心為良善 我們就應該更深入的來探討 人心 跟這個善 存在著什麼樣的意義 雖然我們都知道 人性本善 那善 是自性的原點 這個善呢 是至善 所以呢沒有所謂的 是非善 是非善惡 好壞對錯的分別 那這講到我們人的心 它跟 性的關係 性跟身的關係 那麼性心身 雖然是一體的 但是呢它整個 主要的一個 關鍵 是在性 那麼性呢 是本善的 性是圓滿的 但是呢 我們 落於這個人 這樣的一個肉身之後啊 它會有一個心 的呈現 不只是說我們說肉體 在整個六到十法界裡面 都有 心的一個變化 那所以呢 性要完全 百分之百的呈現出來 那麼經過心這樣的一個工具啊 如果心對性而言 心只是工具 心對身而言 那麼身只是工具 那所以心 沒有辦法將 性 百分之百的 這樣呈現出來 我們以 那個鏡子做過比喻 那鏡子所造的這個東西 只有呈現出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已經不錯了 我們如果用 六到十法界 這樣的一個標準來看的話 那 那麼三三道 三二道 這樣的一個六道 那天道 是百分之六十 阿修羅道算百分之五十 人道呢 百分之四十 那所以說 都還不是一個究竟的圓滿 都還不是一個究竟的圓滿 所以今天我們講 化人心為良善 我們從 聖賢人的教法 來說這種 信 心 深的關係 這樣呢 我們才有辦法說 化人心為良善 既然我們的本來是至善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回到至善 那麼餓的部分呢 不是我們本來有的 那麼習氣毛病也不是我們本來有的 所以這些呢 是根本不存在的 今天不存在的東西造成我們生活的障礙 我們整個生命的這種打擊啊 這可見呢 我們這個認假為真 認米為物啊 這種情況已經太久太久了 那麼人普遍不了解心性 尤其是呢 對於這個 修行人來講啊 很多的修行人 號稱為修行人 但是呢 他們對於修行的定義 還存留在以前那個時代 參禪打坐 敲打念唱 畫符念奏 或者是說呢 曹山會靈 等等呢 這個就是修行 甚至有的以書道查道 祈道 各種的這種盡的這種方法 來幫助自己修行 那麼這個跟信心生的關係啊 也可以說呢 這個聯繫信上啊 沒有那麼樣的深入 也就是說我們在講 直指人心 見信成佛 這樣的一個關鍵啊 我們透過剛才所說的這些方法 是很難了解的 那麼一般修行人都不容易了解了 更何況 然後 世面上 古羅百姓呢 他們對於心性的了解啊 對於心性的認知啊 可以說是 渺然不知啊 而且呢 視如未圖啊 一講到心性 哇整個心性呢 這個太過 太過謠不可知的道理 那所以呢 儒家 把這個心性呢 沒有講得那麼抽象 喔 也沒有講得那麼懸遠 他用忍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 那我們忍 普遍對於了解心性啊 有四個很重要的 一個障礙 第一個就是認為說 心性呢 離我們太近了 近到我們看不清楚自己 齁 就好像呢 我們跟鏡子太近了 結果呢我們看不到鏡子中的自己 你看心性它無所不在 無處不在 所以你說到哪一個 事物上 哪一個點上 都是一種心性的存現 那所以說 這個筆 也是你心性的畫現 這個書也是你心性的畫現 我們說二六十中 通通通有這個 心性 儒家講良知良人的作用 良知良人的顯現啊 所以呢 這個 這個良知良人 離我們太近了 離忍了 太近了 近到忍反而看不清楚他 這個是第一個障礙 那所以呢 人沒有辦法了解 心性就在我們的 周遭之中 雖然知道 可是呢 並不清楚 它到底在哪裡 那麼無所不在 變成一種空泛的理想 到對 在 這個 小鳥的身上 在田園的身上 在屋頂 在死尿 道無處不在 二六十中啊 它無死不存在這個道體 但是呢 因為無處不在 無所不在 反而 讓人 沒有辦法去了解 沒有辦法去真實的去掌握住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個剎那 它那個道 的一個實體 所以 只有真正明理的人 真正的體悟到 良知良能 它的一個作用 它的一個 圓滿性啊 才會發現到說 人 跟這個萬事萬物 它的一個本質啊 其實就是一種 心性的道理 心性的變現 呈現出 萬事萬物 呈現出這種 普羅大眾 它的一個 樣子 所謂色相 相就是性 性相不二 那麼我們今天 專用儒家來講 雖然用了佛家的觀念 但是呢 儒家也強調這個觀念 用儒家來講 那就是呢 宇宙就在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宇宙 那透過路九淵的這句話呢 我們會更清楚 心性就是萬物 萬事的一個本質 那麼人也是在萬事萬物之中 所以人的本質 也是一種心性的朗線 那這樣心性的朗線呢 它如果是好的 你所見到的相 那就是好的 如果是不好的 當然你所看到的相 就會有分別 那這是普遍 人 所察覺到整個萬事萬物 它所不一樣的地方 那不一樣是因為 整個心性的變化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造成 心性 跟人 一般人啊 對於心性的了解跟認知啊 一個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就是 人們都認為 心性呢 太過深奧 這樣的道理呢 只有聖賢人 只有佛菩薩 在講 其他的人呢 跟他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 道家講五味 佛家講空性 儒家講 良知良能 那這些呢 成為一種虛範的道德 也就是說什麼都是道 什麼都是德 那麼什麼都是心性 喔 什麼都是呢 我這個 心性的 變化 那麼這樣的什麼都是的道理 反而障礙出 眾生的知見 讓他們認為說 這個心性啊 太過深奧了 喔 我們必須呢 去鑽研到其中啊 去誤解到其中的道理 結果不曉得說 在他眼前的就是心性 在他所接觸的就是心性 喔 那個深奧的道理呢 讓他沒有辦法探及 所以在道場 很多人 他講道心性 那會認為說 喔 這個道理很深 喔 如果說 一般的 歐巴桑歐桑 他們要聽這個道理 會覺得說聽不懂 那不要說是道場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應該用更淺顯的語言 更清楚的這些表白啊 來讓大家了解知道 其實呢 心性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 助言所及啊 沒有那麼深奧 沒有那麼遙遠 那這是第二個障礙 第三種障礙呢 就是心性是單純的 可是人心是那麼複雜 喔 人心呢 會變化 變來變去 那這個變化呢 會產生種種的 向上的執著 會有我向人向的分別 那麼這樣的一個執著呢 產生人的無明跟煩惱 喔 種種的 妄想 就紛紛出現了 那所以 在這裡 我們必須強調 心性本來是單純的 單純也就是說 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一切事物事項 雖然有不同的項 但是那個性是唯一的 那麼一切萬事萬物 雖然有不同的這種分別 但是呢 它的根源是一 我們見到那個性的根源 那就是看到那個一的單純 那怎麼見呢 我們講到要放下 你只有放下 你才能夠看到 它那個單純的那一面 儒家講赤子之心 那赤子之心不就是 通通都沒有分別執著嗎 所以我們儒家 用剛出生的嬰兒來做比喻 那他們的確是像一張白紙 沒有分別執著 沒有好壞對錯 所以在他們的心裡面呢 是單純的 那我們修道人 修道這樣的一個單純的心 我們說回歸赤子之心 回歸那個一點尊心 那個成的道體 那所以這個單純的心性啊 在我們人來講 是非常的 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呢就是在太過單純 那就是叫你放下而已嘛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什麼不要做 你把你的妄想分別之所放下 那麼你就贈得 贈得你的佛性 贈得你的良知良能 那這些事情呢 說起來又太過簡單 只要你放下 真的只要我放下嗎 你看我們在道場 要學習各種研究班 學習武教經典 學習佛歸禮節 什麼都要學 開放 也要去學各種方法 但是呢 你要找到道 找到那個良知良能 不是在講學的功夫 你學了多少那個跟道呢 事實上呢沒有什麼關係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說從 古大德的例子 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釋迦摩尼佛 那他是學很多東西啊 釋迦摩尼佛 從這個王子出家 然後呢四處去拜訪婆羅門的這些大師啊 學了各種婆羅門的經歷 結果呢沒有 還是沒有辦法開悟 一直到他在菩提樹下 放下一切了 那他才正德 那麼在中國的祖師裡面 六祖慧能是最好的例子 他是沒有讀書的 他不識字啊 他不識字 聽到金剛進的話 一切就放下 啊 安置好老母就是 要求做佛之道 像五祖 像五祖啊 忍而上去請法 結果得到道了 所以六祖所得的道 跟釋迦摩尼佛所證的道 通通都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 所謂佛佛回轉本體 失失密覆本心啊 為什麼本體 本體怎麼會變化 本體是什麼 本體就是那個道 那個被視為很單純的 很不可捉摸的那個道 所以今天我們在道場學那麼多 你如果不懂得 天地西皆歸的道理 歸回到 至善的寶地 那麼你不曉得 你還是摸不到道的邊緣 所以在道場 他是 真正的要比的話 是比誰放下的多 啊你要看到真功夫的話 放的多的人 會看到真功夫 不願意放下的人 沒有真功夫 他功夫不得力啊 放下 越多成就就越大 因為這些成就 是本來具足的 完全放下就完全成就 所以這不是老師給我們 道也不是老師傳給我們 是我本來就有的 老師告訴我們這條方向 你好好的去悟 好好的去學 那學的方法就是呢 學的放下 把無時解以來 所有的脾氣 毛病 還有呢你的 秉性 習性 這些呢通通都放下 你今天為什麼會有這些習性毛病 你為什麼會有分別之種 為什麼會有無名煩惱呢 這些呢都是 累結 所積累下來的 這樣的樹葉 所以你如果不放下 你如何跟這些呢 聊頭關係呢 放下 也是去面對他喔 面對他 可是呢 歡歡喜喜 把他解決了 那麼你就跟他呢 沒有什麼瓜葛了 你就一切呢 真的可以放下 你的虔誠怪愛 真的沒有了 所以儒家講 一切呢 一切呢 反求諸己 反求諸己這個呢 才是真功夫啊 修道都是在看這個 修道如果在看你今天 度冷多少人 你講多少課 你在道場是多久了 你在道場有什麼地位 那如果是在看這個呢 那麼 我們只能講 這些都只是 有違的福報 這些是帶不走的 應該說這些是沒有辦法成就我們 那麼沒有辦法成就我們 超生了死 的一個方法 你為什麼要去學他呢 老師也告訴我們 你要不斷的去 放下你的執著 你的掛愛 你的煩惱 你要改毛病去脾氣 這個脾氣毛病不改啊 你學了再多的東西啊 都成為你的所知障 成為你的各種障礙啊 你不能夠把你所學的 轉化成道體 成就你自己 所以呢這個是錯誤的 那所以心性 就是那麼單純 單純到說 人們認為那是一種很大的障礙 再來第四點就是真這個心性啊 是美妙的 它是那麼圓滿 是那麼具足的 只要你 只要你 去 探索他 去追尋他 你去往內反觀 去證得他 那麼他一切呢 就會源源不絕 我們不是要講 玩世界為親貧嗎 化人心為良善嗎 祭世界為大同嗎 孟子講 遙順信也 遙順所代表的世界 就是遙天順日 那是一種人間的淨土 我們用天堂來比喻他 所以天堂是在人間 那麼我們要問各位前線 到底是先有天堂 還是先有遙順呢 是遙順造就 這種遙天順日的呢 的天堂呢 還是呢天堂造就遙順的呢 如果我們來分析這件事情 會發覺到說 其實 這個 我們說 向誰心轉 那麼盡誰心轉 所以一切的盡啊 都是心所轉 所以遙天順日這樣的天堂 是誰造的 是遙順造成的 遙順的德 畫現了這樣的淨土 那他畫呢 就是畫人性為良善這個畫 他把人心呢 都呢 讓他流露出他的一個道體 良知本性讓他流露出來 讓他回歸到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這樣的一個 人生作為 我們說人世間的規則 哦 儒家講禮 我們一般人講守法 其實呢 這個就是一個做人的典範 你只要是人在人世間 你遵守的這樣的一個禮法來走 那麼遙天順日這樣的進度啊 很快就可以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所以是先有遙順 才有遙天順日 所以孟子說遙順性也 性就是本性 遙順是人的本性 所以遙順不是一個人 這個阿彌陀佛不是一個人 這些先佛啊 他們也不是一個人 他們是強為明知啊 強為明知就是 勉強給他一個名字叫 不然你不曉得怎麼去稱訴他 那麼遙順呢也是這樣子 那遙順所創造的這個進度 那麼是因為呢 人自信的這樣的一個呈現 去正德去悟德去放下 去探索 結果呢了知道我們的心性啊 真的是這麼樣的具足圓滿 這麼樣的廣大無礙 所以 要化人心為良善 我們必須知道 我們自己跟遙順的性 是完全一樣的 相通相容的 不是遙順 另外有個性 而我們另外有個性 不是的 他的性跟我的性是一體的 我們說老母是本靈 眾生的是分靈 那麼分靈合起來就是那個本靈 所以分靈裡面有老母 有上帝的因子在裡面 遙順是性 我們有遙順的因子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只要正德 這個性 性的流程 我們也知道原來我也是遙順 我也是阿彌陀佛 我也是激功我佛 那所以 心性跟人的關係 因為呢 有這四種錯誤的了解 讓人認為說 這個良子本性呢 離我太遠 離人太遠 其實呢 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化人心為良善 了解到我們自善的本質之後 那麼我們就要讓本性當家 信心深 誰是當家的主人 性是當家的主人 性是不會變化的 性是圓滿 美妙 單純 具足的 那麼性呢 它不會變化 但是呢 我們再回到 肉身 我們在這個死法界裡面 會有一個 需要依附的心 也就是說這個性的部分 需要有心的呈現 它才能夠有它的 這個變化 譬如說在死法界 你要變化成佛的樣子 變化成菩薩的樣子 變化成這種 官員的樣子 婦人的樣子 這個變化的變 它是用心來變 但是呢 心的裡面有一個性的 一個資源 一個能量在支撐著它 那我們今天變成 變成人 這個身 變成人這個身啊 我們又被身呢 做另外一種 給另外一種的拘束住了 所以信心身在我們身上呢 如果說 能夠 了解到心 這樣的一個圓滿的人 那它所做出來的 就是比較接近是聖賢人 的一個典範 那如果說它所證悟出來的 它是一個善人 好人的樣子 那可見呢 它所證悟到的心性呢 那是沒有那麼圓滿 如果呢 如果呢 純是惡人 那麼呢 它這個心性呢 完全被 掩蓋住了 完全被泯媚住了 所以呢 它就是一種惡人 喔 在這個世間呢 讓人家非常討厭的人 讓人家非常討厭的人 所以化人心為良善啊 必須呢 對眾生講清楚 說明白 這個信心身的道理 如果每一個人 都知道 他自己是 有良知良人 是有搖順 的性 有先佛的道體 那麼他怎麼會去 無而不做呢 他今天會做為一個 一個做監犯科的 一個罪犯 那是他忘記 他自己本來是佛 本來是聖人 那所以呢 他冤枉啊 他也到處喊冤枉啊 為什麼他冤枉 沒有人教他嘛 沒有人告訴他 六萬年來 喔 這個六道輪迴裡面 沒有人告訴他 真的 反求諸己 反觀自信的道理 那那蕾傑蕾四的這個習系啊 他以為獲得就是要犧牲別人 以為獲得呢 就是要從別人的口袋中挖出來 所以呢 他去從事這些事情 結果呢 造下更多的罪業 讓他自己呢 被這個罪業的因果 沉沉的障礙住 喔 卡死在那裡 勇士不得翻身啊 這個是 我們說 樹葉 那麼樹葉的現象 我們不是說 不要去講他就沒事喔 你不去講他還是照樣喔 那所以我們說儒家他不講這個 但是呢儒家不講這個 不是說這個就沒有 儒家還是認同這種事情的存在喔 所以你看關聖帝君的陶寧明神經 他輪迴轉結是說還是 還是肯定的喔 喔 在左傳裡面 春秋左傳裡面 很多這種穿著附會的 輪迴果報的事情 都記載在其中 也是被 世人所肯定啊 那麼所以說 不是說我們不去講 他就沒有存在 這是 沒有的道理 那所以 儒家不講 儒家不講了是因為 他要我們把重點 放在剛才我們講的 反求諸己這件事情 正得自己那個搖順的心 所謂仁義理智根於心啊 根於心是那個心 性就是根本 了解到心性的關係啊 跟我們的身體的關係啊 這個是 才是儒家 所要探集的一個道理 那儒家不講因果 因果還是有發生 還是會發生 你今天不是因果 你就可以不用受因果報應 有這種道理嗎 沒有這種道理 今天呢只是說 佛家把因果講出來了 把這種道理呢 講得很清楚很明白 讓大家更清楚 因果的教話 所以中國人普遍接受 佛家這樣的說法 把因果的教話 融入到中國人的這個思維裡面 那所以倫理的教話 道德的教話 還有因果的教話 還有呢這些知識記憶的教話 都是教育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那麼中國人在教導學子 普遍呢 普遍呢也都有教導 這樣的一個 觀念在裡面 你看孔老夫子 禮樂 社育 書術 他的這些教科裡面 有些是術科的 有些是文科的 有些是文科的 那麼文科裡面呢 其實還有這個 這個 五經啊 春秋一禮月 詩書一禮月 詩書一禮月 春秋 這是五經啊 所以五經 跟這個六禮 這些呢 都是聖人教化的一個科目 那麼如果 了解到聖人的教法 不外乎呢 要讓人守鋼場 守本分 在人的這種範圍上啊 好好的去 去了解到自己 那一份的道體 以及呢 以這個道體的圓滿面貌 去跟人相處 去跟自然相處 跟整個天地萬物相處 那這樣呢 就是儒家的教法 我們很遺憾 就是現在 人的價值觀 是完全的扭曲了 那麼這個價值觀 建立於這種 心的變化 那這個心呢 並不是 從自性上的流露 心呢 是我們意識 我們的思想的變化 那所以呢 這個價值呢 扭曲啊 造成了今天 整個人際關係 柯薄寡恩啊 冷酷無情 所以你看長幼不分 認為呢 這就是平等 喔 這個 女人走出廚房 女人要當家 那所以呢 男女要平等 那麼不聽 勸導 不聽呢 教導 說呢 這個就是自由 我們人民 可以做主 所以叫做民主 那麼人呢 互不抵賴 因為呢 大家都認為 每一個人 都有人權 他有他的人權 我有我的人權 所以呢 把這個呢 當作是一種 原理原則 那所以 在父母 在夫婦 甚至呢 在這個 兒子 子女之中 都必須顧及到 這些觀點 很明顯的 你看現在的學校 老師不能夠 體罰學生 老是體罰學生呢 這個父母就會去告老師 那所以呢 這是一種 觀念上的不一樣 那當然你會說 這樣也沒有錯啊 對啦 現在的人的觀念是 改變很多 但是想到我們小時候 哪有所謂老師 不能打孩子的呢 我們那時候被打的 整個 整個破皮流血 甚至都不敢說 不敢給醫生看啊 那 父母看到了 還假裝說那是 去撞到了 那不敢給老師說 因為呢 自己羞愧啊 自己做不好 讀書讀不好 被老師打 這是我們以前 所以我們以前還是一種 打罵的教育 那麼現在呢 世界可以說呢 每天都在更新 不斷的強調 平等 自由 民主 人權 更多的自主 以至於呢 每一個人 都想要 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 風格 有自己的個性 有自己的作為 結果呢 太多 這種主觀的意見 跟人 這樣格格不入 那麼格格不入了 並不是一個人而已喔 而是每一個人都這樣喔 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 這種自由 平等喔 都有自己的人權 那所以呢 在整個 大環境之下 只有呢 他的這個 修為 他的心量啊 能夠大到 互容彼此啊 這樣才能夠成為一個團體 不然呢 大部分的人 那是沒有辦法跟團體生活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呢 喜歡做老闆的人 越來越多 寧可自己呢 開一間小鋪 開一個小小吃店 那他呢 也不願意去大公司上班 因為呢 他自己可以自主 他比較自由 甚至呢 收入也比較多 那這種現象呢 當然就是一種社會現象 那形成一種 以自我為中心 的那種觀念啊 會越來越深刻 那每一個人呢 都是以我為觀念 這個我呢 變成一種 非常狹隘的 一種念頭 造就成現在人 自私自利的觀念啊 非常的嚴重 每一個人想到的都是我 電視裡面所講的 我都成全你們的 我都讓你們這樣的 那我呢 每一個人都說那我呢 沒有 沒有心甘情願的是為別人的 想到的都是我 那麼這個我的觀念啊 沒有辦法 這觀念太深了 我們人也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 你要懂你要去犧牲 你要去放下 你要去圓融 這個如果沒有在 信心身上面 下功夫啊 真正去透徹去了解 從三省事物 從反求出擊之中 去用到這種 功夫之處啊 內心的痛處啊 你沒有辦法把他翻轉過來 所以把他翻轉過來 有人認為說 就給他一個天災啊 就給他一個災難 給他一個這種打擊 那他就會反 反悟過來 其實這是一種非常嚴苛的手法 但是呢 也未嘗不可 你看天地 常常給我們這種 方法 誓死了來個天災 或者是呢 來了這樣的一個災難 在人在不知所措之中 來接受這樣的災難 怨天叫地 這個 怨天尤人 誰能夠想到 老天是為了警醒你呢 那你看這一次 莫拉克的颱風 重創的南部 每一個人呢 都要求政府 趕快呢 來恢復他的家園 政府要他們 不要再住在那個危險的地方 那麼呢 他們想要保有 他們自己的地 但是希望呢 政府給他一個 永久居住的房子 這個想想啊 我們知道 人怎麼會這麼貪呢 政府叫你不要去住 政府叫你不要去住 那必須政府給你一個房子 但是呢那個地還是你的 那政府就災太慢 就罵政府 那政府補助太少 也是罵政府 那政府只有補助三千塊 另外 你民間的團體 你不能夠補助太多 你補助太多 你超過政府 人家會罵政府 會認為政府無能 或者是說呢 會認為這個支柱的團體啊 你想高於政府 那麼人民怎麼可能高於政府呢 那國跟家的道理 怎麼可以顛倒呢 所以呢 這個整個問題啊 就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說這個災難 為什麼會產生 我們已經講過 世間的災難啊 它的產生都不是 一時一刻產生的 都是累積到一定的 這種 限度啊 它才會爆發出來 那麼環境是依照人心的顯現而變化了 所以當 新聞媒體在探討說 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時候 我們如果讀到 佛經所講的話 事實上這個觀念我們已經 講過好幾次了 那麼一爆隨著正爆轉 那一爆就是依附在我們 生活上的這些 人事物的環境 那正爆呢就是我自己身上 所得到的 所接受到的這些果爆 那我自己的有好有壞 有善有惡啊 那麼環境呢也是如此 那所以當這個地方呢 水災太多 水災太多就是這個地區的人 人心貪婪 所造成的整個依暴的現象 那就是水災 火災太多就是稱恨之心 太重 所以現在火災也常常看到 尤其是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 或者是說森林大火 現在民間的火災 反而沒有常常聽說 倒是天災常常聽說 森林大火的這種火災 火山爆發的火災 這個常常聽說 那所以呢 人不懂得去省思啊 老天給你警告 老天給你警告了 他用這種這麼激烈的方式 那一定是呢 你曾經做過很多激烈的手法 累積到現在 給你一個事實的警告 那麼你說我不相信 不相信就沒辦法了 聖人講的 祖師大德講的 都不願意相信的 那麼你還可以相信 誰講的話呢 台灣水災 水災 水災我們說貪心 那台灣這個風災 也是常發生 風災就是魚吃啊 魚吃就是迷惑 台灣迷惑的人太多了 我們不敢說台灣的人 魚吃啊 但是迷惑的人真的是很多 不明的人真的是很多 即使是修道團體 即使是宗教人士啊 那他們所迷的對象啊 變成一種 這個偶像的 摩拜 或者是一種 利益的追逐 哦 純出於這種自私自利的想法 只要能夠為自己好 為家庭好 為自己的這個前途好 那麼他就是明於那個東西 認為自己在行善 其實呢 跟心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 所以有所謂的宗教亂象的產生 也讓我們今天的社會 產生更大的迷惑 你看連媽祖繞境 媽祖繞境可以說是非常純樸的一個行為 但是呢 現在呢 地方的這個角力 爭主 利益上的這種糾葛 也產生 神明跟神明在對抗 那麼神明呢 其實不會跟神明對抗 都是人的問題 那個抬教的人 不順眼 抬教的人 看對方抬教的人不順眼 就互槓起來了 你看在這樣的善良的活動 都還有這種抗爭的事情 打鬥的事情 那麼我們要期待 人來證悟到這種良知本性 那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所以化人心為良善 那也不是一處可跡 必須呢 像水一樣 所謂靜潤之真 膚寿之塑 水呢就慢慢的靜潤 這樣慢慢的侵入它 一點一滴的來感化它 這個 用這種天災 可能一下子人又忘記了 那麼呢 在這個整個生命的過程 它就會給你各種無名的障礙 那無名的障礙 來自於冤親債主 來自於累劫的習氣 那麼這些障礙呢 不斷的在打擊你 希望呢你從之中呢 這個醒悟過來 透過這種無情 無名的打擊啊 如果能夠醒悟啊 那麼你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如果這樣的打擊呢 你都還不懂得醒悟 那麼沒有智慧 你是沒有智慧的人 所以呢我們普遍的眾生啊 是沒有智慧的人 我們需要迷思來指引 如果說我們剛才講 迷思並沒有傳道給我們 可是呢我們現在還是需要迷思 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迷跟物的不同 插在這裡 因為沒有迷思啊 我們不曉得我們是聖人 我們是佛 不曉得回老家的樣子 等那條路啊已經忘記了 那麼迷思最重要的 的存在啊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是佛 我們是古聖 古佛 那麼我們回到老家 就成就我們本來的面目 這是迷思最大的作用 那迷思傳道 他傳道 他只是告訴你 道就在那裡 但是呢你要自己去探索 那道在哪裡啊 道我們講道已經 不是在那裡 也不是在這裡 道是無所不在 道是那麼清靜 可是又那麼深奧 是那麼單純 可是呢 又這麼膨張 是這麼圓滿 可是呢 又是看起來很繽紛 五顏六色 所以呢 道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抽象 可是呢 又這麼具體 的一個 呈現 怎麼描述它 我們好像呢 都沒有辦法 講到那個重點 因為呢 本身語言文字的 就沒有辦法描述到 你看一個球 這個球 哪一點是它的原心呢 任何一個點 都是它的原心 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從那裡 透到它整個球的中心點 所以任何一個點 事實上呢 就是 我們說修行有多門 各種方法 可是歸遠如二路 那個中心點就一個 球的中心點就一個 走到哪裡它都沒有變化 都是在那裡 可是任何一個點又都是原心 那可見呢 每一個方法都可以成就 我們的心性 所以今天呢 我們講到化人 行為良善 我們了解到 心性在我身 心性呢 是在萬事萬物的身上 那萬事萬物跟我是同一體的 沒有兩樣 所以呢 我看到萬事萬物就看到 我的心性的朗線 那心性朗線是 這種 完全的朗線 所以你看到萬事萬物呢 都是純然至善的 小貓小狗是純然至善 老鼠 蟑螂 螞蟻 這個是純然至善 包括這個原子筆 這個紙張這個書本 純然至善 我們的佛性 跟這些萬事萬物的法性 歸隆於一 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夠隨便 放棄每一個人 放棄每一個眾生 每一個眾生呢 都要因我而成就 我要怎麼去成就他呢 我要幫助自己成佛 成聖 讓自己呢 明理開悟 當自己明理開悟了 你才能夠幫助他 去緩化他 讓他知道這些道理 讓他知道人性本善 至於至善的道理 那至善找到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回復 那個良善的本質 這個就是道之宗旨的教化 所以孔老夫子他講過這句話 他說獲罪於天無所倒也 一個人 他自作孽 然後呢 造了無邊的罪業 那麼這個天啊 這個就是講人的那種良心啊 你在你的良心上 染下了污點 你犯下了罪過 那無所倒也 不需要祈禱了 再怎麼祈禱也沒有用 那麼要怎麼辦呢 你只有忏悔 真正的把這個過錯 把他忏除掉 忏除的方法 就是 你不要再犯這個過錯 那個才叫真忏悔 那個才是叫真功實善 所以今天 我們用這個觀聖帝君 絕世真經他最後一句話 來 給大家呢 做一個啟發之路 觀聖帝君 在絕世真經後面 其實他還附帶一句話 這句話呢 在一般的絕世真經裡面呢 沒有被附入上去 他是說呢 做好人 行好事 讀好書 說好話 這四個好 這四個好 那麼在佛教 他所說的好 做好人 他也講這些字 字句 那是不是學觀聖帝君呢 這個不得而知 那觀聖帝君他講這些話呢 他就是我們一個做人的 一個入手處 你看他說做一個好人 好人就是不是惡人 也就是說你要 你做的事不是惡的事情 那麼善惡的標準 我們已經講過 只要是呢 對於我好的 對我有益的 那個這個呢 通通叫做惡事 只要對別人好的 對別人有益的 對別人有幫助的 這個通通是善事 如果說從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一個人做好人 那就是想到的都是別人 立身處自呢都是想到別人 絕沒有自私之力 一切呢是為別人而存在 那這樣的人呢 可以說呢已經達到一種 聖賢人的修為 然後他說行好事 把這種幫助人 把這種這個利益別人的事情 拿出來拿起來做 但是呢不留名 不留這個癮 也就是說你做好人 行好事 不要留下你的足跡 我們曾經也講過 然後 右手給左手 搔癢 幫他抓一抓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謝 右手也不必心存感激 心存呢讓人家感激 所以今天我幫助別人 不要心存 別人要感激我 別人不要感激你 這種這種存心啊 那才是真正的做好人 行好事 因為彼此雙方都沒有壓力 那你做好事還心存的 別人會感謝你 別人應該呢 來跟你說一聲謝謝 那這個呢好事呢 是有 是有所目的的 這樣的好事還不夠究竟 所以 做好人 好人要幫助一個人 真的成勝成賢 行好事 幫助世間的人 離苦得樂 那這樣呢 才真的做到好人好事的標準 所以你光捐錢 你光呢在那裡做 做做 做勞動 這個呢 還達不到好人好事的標準 其實 端看你的存心 你的存心呢 如果一心為善 一心為人 沒有為自己 那麼 才有好人好事 這樣的一個基礎的原則 那他說讀好書 說好話 那麼讀好書呢 這個事情 對我們來講 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的人啊 讀書可能不多了 因為我們大部分呢 都透過網路 透過電視 來學習 透過這種影音的刺激啊 來搜射 來學習各種知識 但是呢 影音的這樣的一個教導 其實 也有它 不夠俱全的一面 因為呢 它會刺激我們人的 這種 眼睛跟耳朵 也就是說觀冷的作用 那麼這個觀冷的作用 如果說 這種 理念被引導差了 或者是說 他的這個事情 這個內容啊 它不是政治證件 那麼這個人呢 受污染的程度會越來越深 這比起書啊 影響還要更加深遠 你看我們現在電視每天在上演的 網路上每天在傳播的 幾乎都是這種 社會上的各種的現象 那這些現象呢 都不是政治證件 不是八卦的 不過就是口水的 就是這些貪稱吃妄 殺到淫妄 貪稱吃愛的事情 所以 觀聖帝君叫我們讀好書 是重點的 是這些書呢 頒真的有益人心啊 真正能夠啟發人的 這種良知良能 轉化人心為良善 這樣的書呢 我們就應該多看 所以市面上 還是有這些書的存在 可以幫助我們 那至於呢 這個電視 電腦 其中的選擇啊 也是要很慎重 喔 觀聖帝君又講說好話 多替別人想 多講一些好話 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啊 有些人 他是人都不錯啊 就是一隻嘴巴受不了 有 愛講東 愛講西啊 或者是說呢 認為自己都是對的 認為自己是好的 要求別人呢 要跟他一樣 逼評別人 說別人怎麼樣 這個呢都不是 符合觀聖帝君的標準 所以要說好話 說好話 除了說 你在課堂上 講這些 倫理道德的話 你在生活上更需要講好話 那這些話呢 不會傷到彼此 可是呢 會成就別人 這個是說好話這件事情啊 實在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說病從口入 或從口出啊 我們講的話呢 無形之中呢 都是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啊 那所以呢 在講話上呢 我們要更加的慎重 後學自己也認為說 常常 大家好 道之中子 講到第二十一句經文 記世界為大統 那我們前兩句呢 是 玩世界為親品 化人心為良善 那其實這三句呢 是一貫的 的一個思維 我們想要 記世界 想要玩世界 想要達到呢 世界大統 那一定呢 必須讓人人 改惡向善 讓人人呢 破迷開悟 最後呢 都能夠轉返成聖 那只有每一個人 都達到 這個轉返成聖的境界 那麼 既世界為大統 那麼他才能夠 達到 所以我們說 要幫助 彌勒祖師 收 收元普渡 九六億元胎佛子 都是要幫助他們呢 回歸本來的面目 所以這個回歸本來的面目啊 那就是 西聖西賢 就是呢 成仙做佛 那麼因為呢 聖賢 這個佛菩薩 這個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所以呢我們只要呢 把外在的這些 干擾 這些障礙放下 那麼我們就能夠 回復到原來的樣子 那所以呢 從這三句來講啊 我們說修行 必須呢從 人的信心身 三位一體啊 來下手 那信是我們的根本 心呢 是根本的造型 那生呢 是整個 心性的一個工具啊 那所以說 生是一個枝葉 所以生不是我 那如果說我們把 生認為是我 那麼我們就是 舍本足墨啊 但是呢 生 話說回來 其實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 我們必須藉著這個工具 藉著這個肉體啊 來 好好修煉 來從心呢 這個好好的修起 來把它晚化 來把它計畫 來把它計畫 那所以 心變成說 性跟身 的一個橋樑 那麼心 它可善可惡 那麼可以幫助我們上天堂 可以幫助我們下地獄 雖然說 對性來講 沒有所謂的散熱 沒有所謂的天堂地獄 但是呢 我們硬化在人世間 我們以這個肉體的方式 出現在人世間 我們必須有心的功能 那這個心的功能呢 主要來自於性 它的一個資料 那心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 這個外在的染成 太多了 於是呢 心不能夠完全照真主人的樣子 來呈現 它也會有這個 外賊的樣子 我們說五欲六成 那五欲六成呢 把我們的真主人蒙蔽住了 以至於說 心的一個意識 或者是說我們說意念 結果就偏差了 那偏差了 以至於我們的身體 會去做各種偏差的行為 那偏差的行為一產生了 每一個人 就會有這種對立 抗爭的現象出來 我們所謂的因果現象出來 所以呢 整個錯綜複雜 我們說呢 因果盤根錯節的交種 就好像蜘蛛網一樣 那麼看起來呢 是一個很龐大的蜘蛛網 但是呢 牽動其中的一絲啊 整個網就會動 那所以呢 牽一髮而動全身啊 其實呢 人跟整個因果網啊 都是在蜘蛛網裡面的一個環節 那所以 人怎麼能夠自身事外呢 整個世界的 這種沉住毅滅啊 都是人的因素在裡面 人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所以講到 既世界為大同 我們必須把 人的本分說清楚 把它做起來 我們說回歸自然的生活 喔 人要回歸自然的生活 那麼跟大自然一體 那大自然一體就是道啊 人跟道在一起 就好像莊子講的 魚在水中 魚不只有水 那水呢也不只有魚 兩個人交融在一起 那這種 這種關係啊 就是人跟道的關係 人在道之中啊 但是呢 人不曉得自己身處在道中 以至於說呢 我們沒有辦法 瞭解到自己 在心理上 所保留的那一份道體 那所以新的作用就變成 不是完全的作用 六賊當家 或者是說五欲當家 各種的脾氣毛病當家 所以我們的天良明媚 造成現在世界的混亂 造成天災地變不斷 整個人心惶惶 那最近的新聞 澳洲的科學家報導 那說呢 這個如果說 各國的政府 還不願意去正視 氣候暖化的問題 那麼到了這個本世紀末 那麼澳洲呢 這個地區啊 它會有三分之一的這個城市 會進到水中 也就是說水平面會上升 整個海 海平面上升 這個 這個25萬的民宅 通通會泡到水中 那所以澳洲的科學家呼籲 政府要正視這個問題 而且呢 應該提出這種 改善的方法 那麼 要怎麼改善呢 我們想想 這個天災地變 如何改善呢 我們說 以前說 一個地方 有阿羅漢住室 這個地方呢 不會有天災地變 那麼一個國家 有聖賢 有佛菩薩住室 那這個國家呢 也不會有天災地變 但是呢 我們現在呢 聖賢人要去哪裡找呢 佛菩薩 又在哪裡呢 想想 今年 莫拉克的 颱風 這個水災啊 那麼災情這麼慘重 我們也沒有辦法 阻止它的發生 那未來的災劫 還有多少 我們也不知道 電視呢 報導說 瑪雅文明啊 在南美洲 這個國家 已經滅亡了 但是呢 他們當時預言 人類到了2012年 那就會 滅絕 也就是說這一年就是世界的末日 所以有人根據這個預言 拍成一部電影 那這一部電影呢 現在正在上映之中 也造成一個很大的轟動 那到底大家是想去看那種震撼的畫面呢 還是去省思這種末節後的世界呢 這個相信只有大家自己清楚 那所以我們今天 那所以我們今天 身為一個儒家的修行人 現代的一個知識分子 我們應該有 范仲淹 他所說的 先天下之優而庸 這樣的一個擔當出來 那麼這樣的擔當呢 就是在世界末日還沒有形成之前 我們要趕快 我們要趕快 來阻止世界末日的產生 當人心還沒有完全沉沦的時候 我們應該呢 讓這些 整個人心啊 都是能夠改惡向善 能夠呢 晚化世界的清平 幫助世界走向大同 那到底怎麼做呢 我們要想想 其實啊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這其中的一個分子 那麼如果 我是其中的一個分子 那麼我應該怎麼做呢 好好的省思啊 我們必須 把自己的 心性把它調好 你的家庭 你的這些家族 親族朋友 乃至公司 這些關係呢 是不是都處好了 你是不是真的達到 軍親師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我們 剛才才講 信心深要一起修 那其實呢 怎麼入手的方法 就是回歸到 我們個人 正己成人啊 你自己不正了 你如何成就家人 如何成就 公司的員工 或者是說這些同事 如何成就 我們所說的眾生呢 所以信心深 是我們當前 必須要體認清楚 體認清楚 就是我是一個 聖賢人的這種 原貌 我的本來面目 就是聖賢人 所以說孟子說 遙順信也 遙順呢 是信德的 一種Follow 那麼遙順 它以道成肉身的樣子 呈現在人世間 來幫助 來幫助世間 達到世界大統 那麼今天我們 要負擔起搖順 這樣的一個責任 讓這個世界末日 它來推遲 它不要形成 讓人這個天堂的樂圖 真正的是現在人間 那麼這樣呢 想想現在 人心已經這麼亂了 天地已經這麼亂了 我們還有機會做嗎 我們還做得來嗎 其實 還可以做得來 還可以做得來 是因為 我們今天在新聞媒體 所看到的 都是整個社會 它所要報導的重點 那麼有百分之九十 這些行善的 這些好人好事的部分 新聞報導並沒有報導 那它為了追逐 人的這種感官刺激 為了打響自己的那種 報導的收視率 所以呢 它必須去報導 這種人心最險惡的一面 這幾天有人 把自己的小朋友給殺了 那只有報導這個 才是真正的新聞 你報導好人好事有什麼用 人家也不愛看 所以這真的 成了一個社會的 一種負面現象 那麼社會教育 變成一種負面的教育 這個跟新聞媒體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真的要呼籲這些新聞媒體人員 他們要有英國的觀念 他們要有政治證見 當它報導出這個消息 對這個時代影響有多大 對於這個世間影響有多深 來自於這個後代的子孫 他影響有多劇烈 他要思前想後 要顧慮到這些問題 並不是說忠於人貌 把他報導出來 這個叫做盡忠職守 這完全搞錯了 今天世界大同最主要的殺手 就是這些新聞媒體 如果不是他們這樣在炒作 亂報一些負面的消息 我們人心怎麼會變成這麼亂呢 所以新聞媒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今天能夠改變國家的 兩種人 第一個是國家的領導人 第二個就是 新聞媒體的老闆 這個新聞媒體的老闆 如果是 以追求這種政治證見為主的 的一個範圍 那他所報導的內容 他所講述的 他所演出的 都是這些正面的 那他為了金錢而不顧一切 那麼他報導的就是這些負面的 那所以這兩種人是影響 國家社會前途 是最主要的兩個人物 但是呢這兩個人物 目前我們都不看好 不看好可以從社會上的 的這些現象 來知道 佛菩薩 聖賢人 他們誰的 能夠化身成 政治領導人呢 誰是這種 新聞媒體的菩薩呢 好像不容易找到了 真正今天在講 五輪八德 在講三更五常 在講佛菩薩的教育呢 其實還落在修行人的身上 還落在這些 有志之士 真正在默默推動的這些人 所以這些人 其實他的力量也很大 那麼他的力量呢 不屬於領導人 不屬於呢 這些新聞媒體 因為他是屬於潛移默化的方式 那麼這個政治啊 媒體啊 那是屬於 一時頓獻的方式 突然爆炸出來 那麼後果呢 自己去負責 那所以說今天我們講到 繼世界為大統 把他定在每一個人的責任 那這個這樣的一個人呢 他必須呢 是有擔當 有作為 有智慧的 有學問 有道德 那他呢 才有力量來推動 整個世間人的教化 我們講智仁勇 孔子說 智者不獲 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那一個儒家 那一個儒家 的修行人 他必須具備 三達德的一個標準 智仁勇 一樣都不能夠缺 那他呢 才能夠圓滿的展現 他的理念 能夠呢 真正的 這個 落實到我們的社會 改善社會 人性 也就是達到繼世界為大統 這樣的一個目標 要 必須智仁勇 你看智慧 的具足 智慧的具足 那是非常重要 你看看我們現在的社會 這些有影響力的人 他們的福報特別大 公司大 這個 這個資金雄厚 員工多 影響力大 但是呢 如果說 他沒有智慧 來享有這些福報的話 那麼他的福報呢 會造成更深的因果 更多的亂源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有福報的人 必須要有智慧 這個是我們必須 很清楚的了解到 有智慧的人 他用他的福報 來正己成人 來救度世間 的這些貧困的 弱勢團體 來幫助世間人 達到這個美善的一個生活 那這個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沒有智慧的人 利用他的福報 那麼個人的享受 自私自利的追逐 結果呢造成 整個世間 一種種族的對立 一種人情上的一個抗中 那麼也造成他自己 在人世上很深的因果 因為他不知道情善 所以他的福報呢 都不斷的在享 享受在這種明文利養 五一六成貪生吃愛上 所以這些福報 哪有不造惡的道理呢 那福報想完了 他就繼續墮落 墮入到更深的 這種痛苦的淵源 所以 有福報 必須要有智慧 那麼 有一種人呢 有智慧 但是沒有福報 那這些人呢 就很像我們古時候 這些隱居在 這種小巷裡面 隱居在山林裡面 這些有學問有道德的修行人 那他們沒有福報 但是呢他們有智慧 他們可以用智慧 來教化眾生 來幫助眾生 來啟迪眾生 所以雖然他們吃得很簡陋 住得很困窘 可是呢 他們能夠在處世代人之中 能夠處理得很圓融 甚至呢 可以正極成人 這個是有智慧 卻沒有福報 那麼這個都還不思為 一個聖賢人 一個君子的標準 那麼有沒有智慧 沒有福報的人 那沒有智慧沒有福報的人 他是一個比較下階層的人 我們說比較低級的人 比較下賤的人 因為他沒有智慧嘛 他也不懂得去讀書 所以他也沒有個人的思想 那他也不會去創業 也不會去什麼組織管理 他不懂得這個 那他沒有福報生活 非常的窮困 有一餐沒一餐的 需要這個社會的救濟 旁人的幫忙 但是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樣的人呢 他所造的惡呢 比較少 他造的惡比較少 所以形成社會 就不會有這麼亂 這個是沒有智慧沒有福報 那最下一等的人呢 是有福報卻沒有智慧 那這樣的人呢 在這個世間呢 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他沒有智慧 所以完全是自私之利 那他的行為呢 完全都是為了自己 所以他做他的行為 因為他有福報 所以力量很大 影響的權限也很大 影響的範圍呢 也很大 那所以他可能造成 各種負面的現象 這個存留在世間 那個力道會很久 所以這樣的人呢 他的因果就很深 這是有智慧沒有福報 那所以我們 必須要清楚 智慧是我們本來就具有的 智慧是圓滿的 那麼今天為什麼會說 有的人有智慧 有的人沒有智慧呢 那麼可見呢 這個智慧啊 是隨著我們的自性的 這種光明的程度啊 來成比例的 也就是說自性 如果說 有八分的光明就有八分的智慧 有十分的光明就有十分的智慧 那麼你自性的流露 只有兩分 當然你只有兩分的智慧 所以自性呢 在儒家講就是道德 道德的流露啊 道德的實踐啊 你到底可以做出多少來 那麼你的智慧呢 就可以達到那個程度 所以道德實踐 那種篤行的功夫啊 才是一個儒家之修行人 他所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真的是一步一腳印 這個是智慧不惑的道理 那仁者不憂呢 人就是愛人 人就是我眼中有人啊 你看兩個人 我眼中有你 就是說我尊重你 我用這個平等性對待你 我關懷你 把人呢 看成像自己一樣 那麼你對待自己 當然呢 吃好的穿好的 用好的 別人也是需要 吃好的穿好的 用好的 那你自己的享受 就是別人的享受 那這是一個很平等的 這種心境 那所謂如人轉境啊 則同與如來啊 那麼你把人 當成像跟自己一樣 那麼你沒有不尊重自己的 你沒有不希望呢 自己 自己向上了 那孟子比喻說水一定會救下 人一定會往上 那這是因為心性使人 人的性呢 就是追逐最圓滿的 那一份精神上的領域 那一份這個無私無求 那種境界 所以呢 他對待人 是仁慈的 是博愛的 所以你看地址 地址規他講到 凡是人皆去愛 天同在 天同父地同在 那只要是人 我都得去愛他 那麼這個講到 佛菩薩這種平等的愛啊 他是沒有等級 沒有差別的 只要是人 我都應該把他當成像佛菩薩 像聖神人一樣的恭敬他 因為呢那個是在恭敬我自己 這個是忍者 所以忍者無敵的道理啊 其實就是這樣子 你看無敵就是說沒有 對立的 現象 你跟任何的人事物都沒有對立 那沒有對立呢 人家就不會障礙你 不會阻礙你 所以呢 你的這個人心呢 可以擴極到整個 虛空法界 當然儒家講整個全天象 忍者無敵呢 他的一個境界 那是包容萬物 那是擴極到整個全天下 所以呢 他因為愛全天下的人 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愛他 你看我們歷代 這些聖王的歷史就是這樣 最好的例子 周文王 當時呢 周文王 有這個封圖 有周這個封地 結果呢 所有的人民都跑去他那裡 所以他的這個國力啊 就越來越強 那他為什麼 會有這麼吸引力呢 因為他仁慈愛人 所以呢 所有的這個天下人 都跑去他的國家 那他的國家就變成一個大國 這個相對於無道的這個昏君啊 周王啊 那他當然就取而代之 用人來治理天下 所以孟子才說啊 自租一夫啊 所謂獨夫啊 而不是租一個國王 所以周王是一個獨夫 那這個文王呢 那這個文王呢 他是一個人人王 人者 是一個聖王 那他這個這個心境上呢 是天跟地的差別 你看我們中國 到了清代的末年 為什麼 趕不上 同時在西化的這個日本 對於這些歐洲國家呢 我們科技被他們超越 但是呢 回頭要去學習他們 卻沒有學習到這種 他們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技能 學這些表面的功夫啊 須有其表 那同時間 日本 推動了這個 民智維新啊 他們的天皇 為了希望呢 能夠國家更有錢 所以在三餐上 他只吃一餐 把其他的兩餐省下來 省下來的錢 送他們的子弟 到歐洲去流血 那他們的子弟 回到這個國家 沒有不盡心報國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 明智維新那麼成功 那相對於當時在中國 的國王 皇帝是誰呢 其實皇帝是慈禧太后 這個慈禧太后 雖然沒有掛皇帝的名字 但是呢 當時的這個 光緒啊 同志這些皇帝啊 都是在他的掌控的範圍之下 所以呢 這個慈禧太后啊 完全是自私私利 完全是個人的享受 那他沒有智慧 國家動亂的時候 問人問神不問人 什麼叫問人不問神呢 因為呢他當時啊 把這些三教的經典都拋棄了 那麼滿清他們本來是一個佛教的國家 這個喇嘛的 喇嘛為宗教 但是呢 他們也放棄這種佛教了 聽說他們也有在研讀這種 阿彌陀經啊 無量壽經啊 在研讀這些經典 當然也不不不不停的請這些文學的大儒者 經學的大師啊 來宮中講學 可是呢慈禧太后完全不理這個 所以到了慈禧太后之後啊 整個中國的國勢啊 就變得 這個脆弱不堪啊 可以說不堪一己 所以為什麼 同時在西化的兩個國家 日本比中國小那麼多 可是呢 日本竟然可以打敗中國 而且中國呢是 毫無招架之力啊 造成了我們之後的這個後人啊 在這個兩百年的歷史之中啊 完全處於這種被挨打的狀況 到現在呢 我們才可以看到了 中國人好像有一點覺醒的樣子 那這其實啊 我們必須清楚 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把我們祖先的這些文化遺產啊 把他丟掉了 自己把他放棄了 慈禧太后之後的這些人啊 他們認為 全盤西化才是中國 這個革新的主要一個手法 所以呢把老祖宗完全否棄掉 四書五金丟入毛坑裡面 完全否定掉了這些 所謂的封建思想 那所以呢 人心迷惑了 那根本不要了 結果去學習這些船間炮利 學習這些科學記憶 那學習後來在這個一百多年的過程當中 現在的 整個 中華民主啊 可以說士氣非常低落 對自己沒有信心 對老祖宗沒有信心 如果不是說大道在台灣興起 我們真的不曉得 原來我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一個 非常好非常珍貴的一種典範 如果我們能夠重新回過頭來 好好的來修學 老祖宗所留下來的這些智慧啊 我相信中國很很快就可以 再利於世界成為一個 一個大國一個強國 那麼中國強國 為什麼要成為強國呢 中國變成強國最主要的 一個考量啊 它是要用王道來拯救天下 這個王道的思想啊 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忍者 忍者無敵啊 忍者不憂啊 這個忍者的一個典範啊 那麼王道文化 我們是顧及到全天下的 它不是只有一個國家強 所以中國強起來的味道 的意義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必須清楚 如果今天 喔 這個中國強起來了 現在當然看出趨勢了 中國真的強起來了 但是我們必須讓它強起來的意義啊 那個目標是放在王道文化的思想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這種漢唐的在線 漢唐朝在中國 興起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很好的代表 但是呢 那畢竟是這種霸道文化 那王道文化的思維呢 非常的 比例上非常的少 但是還是有 要真正的是王道文化呢 必須是周朝 周朝那個大一統的觀念 周公至里作樂所形成的整個教育 整個天下的架構 我們知道周公是聖人 那他是文王的 文王的兒子 武王的弟弟 所以呢他們一家呢 都是聖人 那他的所制定的這些思想 都是用聖人的心 所推發出來的 所以忍者無敵啊 就是聖人的心啊 那聖人以天下為己任 所以呢 周公至里作樂 是把整個天下的範圍 容納在自己的 這個心中啊 所以要如果治理天下 他用出一套 這樣的一個制度出來 形成一個很美好的典範 我們說憲法 周公這套憲法 如果說他的子孫 能夠繼續沿用下來 那麼我們相信周朝不會亡國 那現在我們如果說 中國人在把周公治理作樂這個精神 當然我們也不主張完全的使用 但是呢他這個精神 我們必須呢把它萃取出來 那周公承襲周公的精神呢 就是孔子 就是孔子 那孔子這沒有政治色彩 所以講孔子呢 人家都不反對 講儒家的思想呢 沒有一個宗教呢 敢反對儒家的思想 那所以周公孔子的一個理念啊 就是一個忍者不憂的一個知識 所以孔子希望恢復周文來達到的這種世界大統 是搖天順日的世界大統 還不是周公治理作樂的世界大統 但是他知道周公這套標準啊 可以讓世人達到搖天順日 所以呢他積極恢復這個周文的話育啊 希望呢這個有一個國家的國王 能夠採納他的建議 能夠實施他的建議 讓這個國家呢 達到一個長治久安的一個水準 那我們知道孔子 他雖然沒有成功啊 但是呢他的精神卻流傳下來 他的精神 沉積了這個2500多年的運量啊 到現在大到顯然在民間 大到硬化在人間 所以呢現在呢大到應運 真的我們可以講到這個 智人永三達德 來治理世間來解救百姓 來達到既世界為大統 這個是 忍者不憂 那勇者不懼呢 勇者不懼就是你要有大是大非的精神 真正勇者表現得最好的 那就是關公啊 他用將軍的形象 他用將軍的形象 拿著一支青龍掩月刀 把這種是非的標準啊 把他斬得很清楚很乾淨 那所謂春秋的精神啊 那所謂春秋的精神啊 就是這種大是大非 大善大惡的一個標準 所以在他的青龍掩月刀 所以在他的青龍掩月刀 春秋的精神啊 必須要有勇氣的人 才能夠升任啊 那這個勇氣呢 他是秉著一個政治正念 秉著一種正邪不兩立這樣的一個立場 正邪不兩立呢 他不是說因為他不慈悲喔 而是呢 因為呢 整個眾生呢 你必須讓他呢 保持在這種清淨的這種心念之下 這樣呢 他才能夠走上絕路 他才能夠真正的呢 這個轉返成聖 所以是非標準 必須呢 在人世間必須把它分辨清楚 但是呢 我們講到說 那你不是有所謂太極精神嗎 是跟非裡面都夾雜的這種模糊地帶嗎 那這個呢 是講到說 我們知道 我們心性的一個狀態啊 心性的一個狀態啊 如果說你是一個很明 所謂 敬而不然 清而無邪 這樣的一個狀態啊 那麼你可以說 把這種 不好的 把惡的 把非的這個部分啊 把它包容進來 可是呢 這個包容的過程呢 你是很清楚明白 很清楚明白 所以呢 你能夠用你的德 你的智慧 你的學問 來感化它 來把它扭轉過來 讓它呢 真正的 走到純 這個止於至善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如果說 一般的人 他沒有這種智慧 沒有這種修為 那麼呢 他還是必須 遵照著世間的禮法來走 那他比較不會的 走向錯誤之途 喔 我們佛家也講 規律 規界啊 儒家講這個禮法 那世間呢 講叫 強調法律 事實上呢 這個就是一種 人世間的標準 做人的標準 當你在人世間 處世待人 生活在這個環境之中啊 那麼你就必須 要有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的實踐呢 你必須要有勇氣 去把它推動 那你會說 連這個也需要勇氣嗎 是啊 你沒有勇氣 你如何守理呢 在人情奋激之中啊 常常會被人情所扭曲啊 沒有這種是非標準 你常常呢 會因人而判斷事情 我們說人都是偏心的啊 那麼偏心的 就沒有是非對錯的標準 所以是非對錯的人 只有智者看得清楚 忍者呢 他做得出來 那勇者呢 他必須 把他判別出來 喔 勇者做到了 那所以 為什麼說智人勇 是三位一體 他是不能夠偏廢的 那你看官聖帝君 那他的勇 他是說一不二 他是純然至善 你看看 你看他對於這個 你看他對於這個 對於君王的忠 對於他的大哥的忠 他是不留有一絲好的 的懷疑在裡面 一絲好的染紮在裡面 他是金忠啊 跟日月一般 跟日月一般 這樣的一個狡捷親民 他的意氣呢 是跟整個天地一體 所以這樣金忠 這種意氣 他是一個大勇的表現 你看曹操對他 這個上馬金下馬銀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的 對他這種人情的這種公式 他還是沒有被這種人情公式 給軟化掉 他堅持的他的一個 做人做事的原則 對於忠的這個標準 他毫無所折扣 所以他做到一個大勇的精神 你看我現在在寫 適配十則 這個十則傳裡面 那麼當時 魯國發生災難 五國的夫差要來攻打魯國 那魯國呢 在這個 士兵之中啊 選擇三百名死士 準備去 魔營公債 刺殺五王 那要刺殺五王的這個三百名的死士裡面 竟然有孔子的弟子 有若在裡面 那有若呢 在我們孔子的論語裡 看得到他是一個文魯全采的人 那麼五的部分我們看不出來 從這件事情 那個左傳裡面的記載 知道有若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 那如果說 沒有這些勇士啊 那麼魯國早就滅亡了 後來呢有人建議說這三百名死士啊 可能也成就不了大事 白白的犧牲啊 不如放棄 所以呢 這個魯國這邊就放棄 魔營公債的事情 但是呢這些事情呢 傳到五國的國軍耳中啊 就發覺到說 哇魯國真是不簡單 魯國有能忍啊 我不能夠忍 隨意攻打魯國 那魯國的這些人啊 在國家為難的時候啊 願意犧牲自己的身體啊 來保護國家 來保護國家 還聽說有若在其中啊 孔子的弟子這個有子啊 生在其中三百名的死士之一啊 所以他知道說呢 魯國是一個很有根的國家 那這個有根的國家 有聖人的庇佑啊 你不可以隨便攻打他 後來他就退兵了 那魯國就退兵了 而且呢 自己願意跟魯國和好 不再攻打魯國 你看如果說沒有一種勇氣啊 那麼你用什麼能力來保護國家呢 我們說保護家庭 也許我們可以理解得到 可是呢沒有國哪有家呢 沒有整個世界哪有我們的國家呢 地球都不見了 那麼我們人要生存在哪裡 我想想看這些因果的關係啊 這整個聯繫上的關係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 寄世界為大統 世界都不大統了 我這個國家怎麼大統 我這個家怎麼大統 世界都不穩定了 我這個家呢是大統的 那麼你說你這個家的大統有意義嗎 每一個人都流離失所 每一個人呢 受動飢餓 可是呢你家呢 卻是一個大統世界 有飯吃 住得很安心 那麼你存在這樣的一個世間 你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你沒有意義啊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華人 到國外去 去設廠 去經營公司 去打拼事業 結果呢華人 一向為外國人所排斥 尤其是呢 那些 這個落後的民族啊 他們排華的這種理念啊 非常的強 那為什麼會排華呢 因為呢 利不均 這個利益啊 分配不能夠平均啊 貧富差距太大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是儒家的修行人 我們為了宏道 在國外去 開公司 公司很賺錢 結果呢 我們自己賺錢 你旁邊的這些 人民啊 他看著我們賺錢 他每天呢 三三不計 你說 你這個道傳去那裡 有意義嗎 他恨都恨死你了 他怎麼可能還會想 相信道呢 所以你賺的錢 是要用在 整個世間眾生的身上 你回饋到整個世間的身上 而不是說自己想用 自己想用完全錯誤 那自己想用呢 只有多到地獄裡面去 你要能捨啊 這些財富啊 是越捨越多啊 能力也是越捨越多 那捨要有勇氣捨啊 你要敢放下 你要敢不思啊 你要能看破啊 這個就是捨的擔當 捨就是一種勇氣啊 這是我們講到一個人自人勇 他必須要擁有的一個 學問道德 你記世界為大統 結果呢你這個自人勇 那個標準不足 你標準不足 你如何記世界呢 不要說為大統了 記世界都達不到 你世界長治久安了 你還要讓他達到一個大統的標準 這個才是我們的目的啊 大統是什麼 大統是讓每個人 都能夠回歸自然的生活 回歸自然的生活 就是我們講的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樣的一個生活 我們說人法道 道法天天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就是自然 道是那個體 自然是那個用 所以道法自然 那人的自然之道是什麼呢 人的自然之道就是 人倫鋼腸 你人不講這個 你光講心性 光講這些 無偶的道理 苦 空這些道理 都是 旋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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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祭祀 旋坦呢 不能夠呢 真正解救眾生的苦 那必須呢 讓人民每一個人 回歸自然的生活 教導他們 他們今天 作為一個人家父母的 你必須要 關照你的小孩 慈愛你的小孩 那麼你作為一個小孩呢 你必須孝順父母 你必須有愛兄弟 這個呢 是回歸自然的法則 你要謹守本分 在員工你要盡忠 跟 同事之間 你要有信用 生意場上 要講誠實 要以成代人啊 這些老 掉牙的論調啊 雖然 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 可是呢 我們今天就是 這個東西撕掉了 人跟人之間 已經不講 三綱五德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都不講這個了 都不講這個了 光彈那些禪禮 那些佛法 光彈這些宗教 光彈這個法會 布施 那麼你的根在哪裡 你要想想看 你的根在哪裡 你做什麼 你在做什麼 你不好好的去 愛護你的子女 把他們教育好 讓他們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 那麼你這個子女 來到社會 又帶給社會 另外一種問題 你說你有沒有因果 你有沒有罪過 你還是要 要去承擔他 那我們說因果不是說 你不相信就沒有啊 你不相信還是有因果 因果還是照樣在運作 不會因為你不相信 你就不用得到因果的報應 沒有這種事啊 所以我們今天聖賢人的教育 要我們 把倫理做好 把道德培養好 把這種因果的理論 把他呢 把他說清楚 還有呢 我們在世所需要的這些科技 這些知識跟技藝 把他學好 這個是儒家教我們的 記世界為大統的一個標準 你看倫理 倫理就是人的倫常 人一定有一個一種道在走 你今天是父子有父子的道 君臣有君臣的道 朋友兄弟夫婦有夫婦的道 所以我們今天說啊 世間這麼亂 事實上從家庭開始亂起 家庭亂呢 是誰先亂的 夫妻先亂 夫妻是家庭 主要的一個角色 但現在夫妻亂了 夫婦有別 結果呢 夫妻現在夫婦沒有別 別就是一種尊重 互相敬重對方 陰跟陽是一體的 但是陰跟陽 他的那個分量是同等重要 現在的女人也出頭了 所以要講男女平等 這個平等呢 是在這種性理上平等 而不是在世上相相平等 這個是有別 所以我們講 男主外女主內 其實這件事情 常常被人家給扭曲了 那麼男主外女主內 現在女人都要出來了 那麼女主外男呢 男必須主內 你必須去管理家庭 這樣陰陽才能夠協調 男女無別了 男女都要出去 結果呢小孩沒有人顧 交給托兒所 交給保母 結果呢他們在小時候 沒有受到一個 父母親很優良的教育 很這種慈愛的照顧 那這個小孩子這樣長大呢 造成 心理上的不平衡 那思想上的錯誤 結果呢也就引發 各種社會的問題 那學校呢 那學校呢 接受到這樣的一個子女啊 他沒有辦法教啊 根沒有扎好 那現在呢不能體罰 不能夠打罵 不能夠呢 用嚴厲的這種教法 結果呢 結果呢 老師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知道怎麼教 因為老師也沒有學這一套 老師也是照著這個 世間的亂象在走 現在有聖賢人 才懂得這個道理 但是呢 我們說聖賢人到底要去哪裡找呢 佛菩薩在哪裡呢 現在道場還有一種道場的教化 我們說宗教的教化 宗教的教化 也許還可以彌補這一些不足 但是呢 他都沒有 比這種家庭的教育 還要來得影響深遠 那所以 孔子說 亂邦不拘偉邦不入 那麼亂邦偉邦的標準是什麼 那就是呢 離婚率 跟犯罪率 這個地方離婚率太高了 那是亂邦 每一個人都想出去 每一個人呢 都不願意跟冤親再組碰頭 結果呢 選擇避開的方式 那避開呢 避開好了 問題又產生了 你不去解決 讓問題呢 越積越多 越累越大 結果造成不可收拾 就是 你看你今天碰到冤親再組 我們說夫妻有可能 應該說都是冤親再組 但是你這個問題不期解決 你沒有把這個課題修好 結果呢 相欠 相討的部分呢 沒有圓滿 沒有圓滿你就避開了 結果避開了 結果累積更多的 這個負面能量在那裡 以後碰到了 大家討報了更多 那種手段更殘烈 這個就是亂邦 亂邦造成了青少年犯罪率提高 你看現在犯罪率下降 整個社會呢 人心動盪不安 喔 小孩殺父母的 小孩殺老師的 這個在新聞上 比皮皆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整個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走的底細已經錯亂了 錯亂了沒有辦法記世界 我們家庭連一個小童都做不到 如何做到大童 如何做到大童 所以 有心的人士啊 今天從自己做起 從儒家告訴我們的這些老祖宗的原理原則做起 我就是從自仁勇修起 我就是從這個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從這個道之宗子佛歸禮節 慢慢一步一步來做起 自仁勇它下面是五輪 五輪的做法 五輪的做法你做好了 你就達到自仁勇 今天 是道之宗子 最後一堂課 我們講到既世界為大統 中國有一套 內聖外網的學問 那麼這一套學問呢 普遍用在 我們中國的知識裡面 那麼 世人 這些讀書人當官之後啊 把這一套的標準 用在治理國家人民的身上 那麼如果說 他的人根 他的根基地的好 那麼他的國家呢 就會成平 就會呢 是一個盛世 那我們中國 在這方面呢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來看到中國的 這個自亂興衰啊 那 這一套學問呢 就是大學所講的 古之 遇明明得以天下者 先至其果 遇至其果 遇至其家 遇其其家 遇其家者先修其身 遇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遇正其心者先成其意 遇成其意者先至其之 至之再格物 這一套道理 所以可見 你看他的順序 是從這個平天下治國 開始的 所以 為什麼不是從格物呢 你看中國人 中華民主他的思想 那就是呢 這個 國之下之家 家之下之人 那麼如果沒有國 就沒有家就沒有人 但是呢 國家又是人所組成的 所以呢 人的根啊 要立好 人的根呢 要立足了 那這樣呢 這個國家 才會興盛起來 那由這一點的順序 我們可以看到一點道理 那就是 中國人 普遍把這種修身的原則 他的目標是放在 治國平天下 的理想上 也就是說他這個 格物自知 修身其家 他的那個目的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世界大同 是為了平治天下 如果不是用了這個目標 只是為了自己的家族 為了自己的妻子兒女 那麼呢 你的這個 格制修期 這樣的一個功夫啊 還不能夠圓滿 就是不能夠達到 內聖外王 的一個圓滿功夫啊 所以內聖的功夫 我們昨天 用自人有 這三個字來代表 整個格物自知 誠意正心 修身 這樣的一個代表 那這是一個 大學跟中庸 的進入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也是一樣 那麼大學用這一套呢 從格物開始到平治天下 然後呢從平治天下 又關懷到 關西到人的這個 心性上面的修養 這個可以說是 本末一體 那麼沒有辦法斷序 那中庸的進入呢 他是首推這個五輪之道 從五輪呢 來發揮人的智人勇 用智人勇來推動這個五輪的關係 那智人勇上面呢 還有一個成 成的標準呢 就是儒家所說的道 那道他為什麼不講道呢 因為呢 成他是在世間的 那道呢 道是整個天下的 那所以在道在天下 他有他的這個道 所以可見呢 道呢把他在人世間 把他具象化之後 具體化之後 那就是成這個字 所以他講成 成者天之道 成知者人之道 那麼這 中庸跟大學這兩套 學說啊 都是辱門的一個修學進入 那麼其實呢 分而不分 不分而分啊 所以你看我們說智人勇 講到智人勇 就是代表這個 革物自知 誠意正心 修身 這個部分 那齊家治國平天下呢 我們把它推到這個成 這樣的一個境界 也就是說 只有達到成的境界 去成之達到成 那麼你才能夠呢 在這個外網的事業上 做到圓滿 那所以說這兩個進入呢 都是互相的依存 那我們今天講 既世界為大同 我記得我在 泰國跟那些道親在講課的時候 教他們呢 回歸自然之道 那麼我所說的自然之道呢 就是三綱五成五輪八德 我的題目是道法自然 那麼人的道呢是性理 自然呢就是五輪八德 所以人如果能夠遵行五輪八德 這些三綱五常啊 那麼人就回歸自然的生活 那回歸自然的生活 那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嗎 為什麼不去做呢 那所以在那邊的道心 當然他們可能長期受了這種 佛法的熏陶啊 那認為說我講的道理很淺 聽不出什麼高深的道理 那麼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到底要聽多深的道理呢 那你想想看 你跟朋友你做到信用了沒有 你對於這個家族 對這個長輩 你有做到這個恭敬的道理了沒有 那你夫婦之間 有沒有講求 一個互敬互愛 相敬如賓的道理 你對父親父母親有沒有做到孝順 你對於老闆有沒有達到盡忠 那麼你這些呢你做到了 那麼你的人根呢就立下來了 你們的標準內聖的功夫呢就做到了 那這些你不去做 專要聽這個高深的心理心法 那麼什麼叫高深的心理心法呢 其實就在這裡啊 你做到了你就體悟到了 那種成者天之道的道理 那所以呢 後學認為在那裡 講的還不夠呢氣理氣機啊 所以並沒有讓他們得到很大的感受 所以這次後學就了解到 原來他們那個國度的道親 必須要用什麼方法 來跟他們講述 那麼反觀到我們今天的道場 我們今天如果不在人根上 好好的立足 那麼我們要講祭祀皆為大同 要怎麼祭呢 你說這樣每一個人來求道 喔這樣就是祭祀皆為大同嗎 我想老師一定不以為然了 你看我們今天求道的道親多啦 但是呢 誰能夠走上自人勇之路呢 誰能夠好好的來 遵行這種三綱五常五輪八德的標準 如果人人都做到了 那麼這個家就太平了 這個家一定興盛 這個社會呢已經呢 平平定的 這個國家呢是長治久安的 好國家沒有天災地變 沒有了這個人心 問亂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 現在社會 問題卻是越來越多 浮動的現象呢 越來越明顯 而且呢整個天災地變 也是越來越頻繁 我們想要 我們看到這些現象啊 很難期望說 要怎麼樣達到 既世界為大同 可是呢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又充滿了信心 充滿信心的原因是因為 所謂滔滔者天下皆世 那麼天下皆世啊 我還能夠保存 這一股的這種清流在啊 那麼我是不是 還可以擁有 一份的作為在這個世間上呢 那所以這是我們值得慶幸的地方 那因為呢 滔滔者天下皆世 可是呢我依然 這個力排眾議啊 所謂的力往狂然啊 在這個世間呢 我堅持要做一名 這個君子 做一名聖賢人的典範 我希望把這種五輪八德 這種三綱五常的道理啊 把它推動到人世間 那麼落實在家庭裡面 推廣到社區 社會上去 這個是我們今天修道人 應該做的道理 所以呢在家庭裡面 你第一個這個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你要先搞好 說搞好這個這個字眼 事實上是中國人講的 夫妻關係要處好 夫妻關係呢要互相忍讓 這個我在從我太太的身上 我學到了很多 雖然感覺上呢是很不好受的 但是呢 憑心而論啊 我非常感謝我的太太 她在這方面給我的打擊很多很大 那麼我就學會呢 這個不管事 不理事 不管錢 也不管人 反正什麼都不管 她想管讓她管 那麼她在批評 她在抱怨的時候呢 我就當做呢 馬爾東風 衝尾不穩 需要回應的時候再回應她 我從現在開始 我絕對不會跟你在衝突 那麼夫妻之間沒有口角上的衝突 就沒有劇烈的這種 夫妻的情變產生 那麼我尊敬她 她就尊敬我 她煮飯 我一定洗碗 那麼這些動作熟了 大家就會彼此互相體諒 只要她又在批評又在抱怨什麼呢 我就是不要去回嘴 一回嘴啊 然後她又馬上領一個嘴過來 那麼兩個人呢 就在那裡 為了一個議題啊 在那裡爭論不休啊 那所以因為 處於太過這種痛苦的時期 所以呢 我終於發現到了 只要不理她就沒有事了 那你為什麼不懂得放下呢 夫妻之間沒有講道理的 你講道理有什麼用呢 夫妻之間是講情啊 講關懷啊 講互相照顧啊 你講個理 你也不可能站得住腳 所以很多的修道人 他們的夫妻關係 都是喜歡在生活之中講理 因為呢 在道場學的太多了 但是忘了情這方面 你要把它 把這種理啊 畫出於生活上的行動 那就是 一種 關愛 孟子講啊 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 無以保七子 這種關愛啊 就是一種推恩的動作 推恩是推什麼恩呢 推這個天恩師德的恩 推大自然的恩 推整個天地的恩 人世間的恩 你看我們 後學在這一生 所遭受到的 這個障礙非常多 我們現在呢 用這種 光碟的方式跟大家結緣 想要說呢 找一個人能夠幫忙做光碟 來打這個字幕 都還找不到人 所以大家看到了這個光碟 是沒有字幕的 相對的就比較吃力 那麼 助緣不多 但是也是有 可是障礙也是很多 那這些障礙之中呢 讓我 更加覺得 我一定要呢 立足起來 如果不立足起來 你就什麼也不是 以前呢 永遠都處在 那種憤恨不平的心態之中 所以為什麼我的眉頭 一直都是這樣糾結 不開呢 就是因為 感覺自己受了太多的不平 那些人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那些人呢 為什麼要這樣阻礙我 甚至呢 在社會上 去討生活 去打拼 你應該賺的錢 人家不給你 那這種現象 我常常碰到 為什麼呢 原因呢 就是因為 過去是障礙人家太多了 過去是障礙人家 現在人家障礙你 這是非常公平 所以這輩子呢 沒有辦法 很自如的去發展 你的理想 這是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那這樣的因果關係呢 你必須學會放下 你不懂得放下 你把別人的垃圾放在心裡面 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造成了這個生活上更加持續的一個苦痛 那麼 受摘殃的是誰 受摘殃的只有自己 對方完全不知情 對方得意洋洋 那麼你自己在那裡受傷 自己把劍呢 插到自己的心頭 讓自己受傷 讓這樣的一個 的氣啊 負面的能量啊 越累積越多 造成了這一輩子 沒有辦法開悟 你沒有辦法開悟 結果呢 也不懂得學會 看破 放下 結果把這種怨氣啊 一直累積到 這個你的巴士田中啊 結果呢就越累積越多 這樣的累積了 讓自己的那種 質量 讓自己的能量下降 所以呢 以後 在轉世的時候 有可能就不是以人生的方向 有可能變成傷惡道具了 這個都是誰造成的 都是自己造成的 如果自己的那一份 煩惱 妄想 執著 都沒有能夠放下的話 那麼 你很難期待自己能夠有所成長 那記住 放下不是換對象 放下是真正的從心裡面放下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時間 什麼樣的空間之下 你都要懂得隨時能夠放下 尤其是在道場 你擁有了這些後學 擁有了這些 這個廟子 大廟 擁有了一切 那麼你更要懂得放下 把這些恩呢 推出去 恩不是我的 今天給我的這些都不是我的 只是暫時給我用而已 我只有實用權 沒有所有權 那所以呢 這不是我的 那所以你把這個恩推出去 推給別人 更需要的人 更多的後學 承載的這一份恩 讓他們更成長 更能夠在開悟的路上 得到光明 所以推恩足以保釋海 保釋海就是所有的全天下 你這個恩不推出去 那麼你永遠 不曉得你受到多大的恩 因為你的心量就那麼一點點 結果呢你一直以為 人家給你的不多 事實上呢 人家給你的最多了 我們人 今天起床 能夠從床鋪上這樣爬起來 這個是多大的天恩啊 我最近這段時間 也有好幾年了 這個身體一直很 很不理想 你說呢也沒有什麼大病 可是呢就是全身不對勁 不是那裡酸就是那裡痛 那這種痛苦呢 你也說不出一個原因出來 反正就是不舒服 那麼在這幾年過程當中啊 持續的被這種病魔所折磨 感覺到說對於人生啊 也沒有什麼做 也沒有什麼多大的寄望 跟這種要求了 以前那種不可一世的那種傲慢的那種氣息啊 完全呢把它消滅掉了 我現在學會感恩 學會懺悔 在這裡我要學會推恩 所以我現在 走到佛堂 我看到先佛 我第一個想到的念頭都是感謝天恩師的 不管處在什麼狀況之下 我都是感謝天恩師的 如果沒有天恩師的 我今天 還不可能用走路的走到這裡 甚至呢不可能爬起來 你還會開車你還會到某一個地方去朝拜 像後雪這樣 每天都要每個禮拜要去天遠佛願 那我每個禮拜去天遠佛願 這個是需要有多大的這種力量 如果沒有天恩師的 我有辦法這樣子嘛 所以想到的都是感恩 現在人家即使對我呢 這個怒言相向 我也都是 默然而聽之 而受之啊 不會跟他變 不要跟他反駁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一種 這個 消極的態度呢 後雪認為應該不是 因為呢 以前就是太過積極了 所以呢 認為說自己應該有權利 去反抗這一切 尤其對於打擊我們的人 對於這種 障礙我們的人 我們更要呢 極力的去把他反駁 但是 這幾年想一想 你何必去反駁他呢 你反駁他 他用更大的力量來障礙你 冤冤相報啊 沒完沒了 那麼 然後人家會障礙你 一定有姻緣 以前一個美國的預言家 叫做凱西 他曾經說啊 人世間 人所碰到的每一件問題 都不是單獨的事件 突然發生 絕對不會無由無故 然後你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說啊 這個都有前因後果 一定有他的因緣 才會造成今天的這樣的果報 那這個因緣啊 這個因因為太遠了 我們看不到啊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到啊 即使你去問神 神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只能夠跟你講個大概 你看我們暖堂的那些神 他跟我們指示的都只是一個大概 那要真正的認清這個理啊 你必須從心性上下功夫啊 你必須格物自知 誠意正心修身 從這裡開始 你才能夠真正的測入到 其實我今天所面對的一切理事因果啊 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你只有呢默默承受 你只有呢心甘情願的來接受它 而且呢來還還這個債 那只有這樣呢 你才能夠放下 你才能夠真正的看破 無過愛沒有執著 無知亦無德啊 一切呢 都是我自己造的 我今天把自信呢給泯滅住了 我本來是佛 我本來是聖人啊 今天我沒有辦法像佛 像聖人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招惹了太多的脾氣毛病 這些呢障礙這些攀遠 結果讓我自己呢 沒有辦法來回歸本來的面目 所以今天講祭祀皆為大同 你必須呢先把自己想清楚 自己能夠 看破 自己能夠放下 那麼你再把你所擁有的這一份呢 把它推出去 所以你看我們老師 這裡講 老師講推愛 講推誠 推功 推己 推道 推孝 把這些德行 德目了推出去 然後呢你才能夠做到 真正的祭祀界為大同 所以推愛四海者 得居啊 推愛呢就是把你的這個 仁愛的心 推到了所有的 天下百姓身上 所有的事物身上 這個事物是指萬事萬物 我們今天不要把物看成是一件物 要把它當成是一個生命的狀態 那這個生命的狀態呢 是跟我一體的一個生命狀態 譬如說它就是我的一個 肉體上的細胞 今天這個細胞死了 我肉體一部分的功能也必然會死 所以知道說啊 你不能夠再隨意的破壞萬物 去殺害萬物 這是推愛 推愛者得居啊 你的道德就能夠肅立起來 推成者得利啊 推成 你的誠心敬意 我們道之中子 守兩句 敬天地理神明 就是在講推成 所有天地萬事萬物 我都是恭敬 我都是呢 對他呢 這個謙卑有理 我不再是高高在上 我沒有我慢 以前真的是太過我慢了 尤其是知識分子 對於在這方面 真的是太過的囂張了 認為自己不可疑似 哇 不得了 不得了有什麼用 你越不得了 你的障礙越多 那麼到現在呢 受到各種的人事環境的磨練 整個天地的磨練 才知道說人事這麼渺小 而不足言道啊 真的為不足道 那我今天有能力 還有自己的那份恭敬心 可以去恭敬別人 那麼我們要趕快去做 我們對人 對事對物都存著一片的恭敬心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那十分的恭敬當然就得十分的利益 這個是推成的功夫 所以推成者相與得利 德就會立起 道德呢就是一種標竿典範 我們就成就了我們的道德 推功 推功於天下的得益 推功聖人無己 神人無功啊 那麼誰有功勞呢 想想看我們在這個世間誰的功勞最大呢 那個沒有功勞的才是真正的功勞 你看大禹 當時在治水 那他這個治水啊 是一陣相當難的一個工程 他是要對抗整個天地啊 那個洪水滔滔啊 他必須呢 把這個山呢 把它鑿開 喔 然後呢把那座山呢 把它圍堵起來 把它引導到這個 那個 河道之中 一鑿開一座山需要多大的功夫啊 喔所以大禹要燒山 燒山之後呢 再把這個山給鑿開 用人工打開 然後引導水流 水流到河道裡面去 那麼我常說大禹燒山 會不會燒了很多眾生啊 可是呢 他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而下地獄啊 他反而成千作佛啦 那是為什麼 因為呢 他的德很大 他可以拼應到這些眾生 所以即使被他燒了這些眾生呢 就是因為他的犧牲而成就了大禹的德 那麼大禹的德成就了 大禹可以用他的德 來操拔這些眾生 這些眾生呢 也跟著成就了 所以可見的那個是一種非常大的德啊 癖極到整個天地萬物啊 這是推功 真的是推功於天下 所以大禹治水啊 山過其門而不入 在外面十三年 才把水治好 過了自己的家庭了 也不進去喝一杯水 沒有空閒 所以大禹治水至到最後呢 都是呢這個駝背的 走路了都是蠻山的 好像很老太隆忠這樣子 所以後來的人 形容 魚在走的路 就是魚步 魚步呢就是像老人家一樣 你看大禹奉獻自己 時間精力奉獻到這種程度 所以他的功因為太大了 所以後人把它尊稱為大禹 你看搖順與這三位聖人 只有禹被加一個大字 搖沒有被人家叫做大搖 順也沒有被叫大順 有啊大順有了 可是大禹 人家是因為叫了大禹之後 總是也叫了大順 魚的功勞真的是很大 所以這樣的功呢 非常大 所以他的道德呢 就是非常的純良 那麼功勞很大的 這些歷代人物啊 相當的多 我們講到師尊師母 那因為這個功勞啊 也沒有話講 把道呢 普及到這個 全天下 那師尊呢 是為了普及這個道物 把自己活活類似 那師母呢 為了把道 弘揚到海外 把自己活活觀世 你看呢 這些聖人 都是推功於天下 所以他們的道德呢 有所謂義德 義就是這種很美好的 的德行 那這些美好的德行呢 都是因為推功於天下 來成就 這樣的聖業 他說推幾幾人 他說推幾幾人 德飲 道德飲 充滿 推幾幾人 就是你 不想要做的 你不想要的 你就不要了 去推給別人 你想要的 你就要去推給別人 所以你看 我們論語講 這個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但是呢 同時有一句話說 己之所欲 必施於人 這句話呢 是西方的諺語 他在講的 可是孔子只講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你看這兩句話 意思是不是一樣呢 即使細思 起來啊 這兩句話呢 意思呢 這個立足點不一樣 立足點不一樣呢 是因為己所不欲啊 是站在人性的這種 立足點啊 你不要的 就不要去給別人 這個是一種保守的做法 至少呢我沒有說 去影響到別人 但是呢 己之所欲必施於人啊 這個呢 會影響到別人 但是你的所欲啊 並不見得是人家的所欲 所以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認為好的 推給別人 結果呢 就造成對方的傷害 你看我們現在講科學民主 科學民主這個是 西方所發明 最好的一個人類的行為 但是想想 科學民主 真的是最好的嗎 你看西方 昨天看那個歐巴馬 跟胡錦濤在對談 美國方面不斷的強調 人類的這種 人權的自主 人權的自主 人權的自主就是 希望 中國方面 不要去欺壓這些弱小民族 但是中國認為呢 這些民族都是我們國內的事情 都是內政啊 內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 所以呢 相對於西藏 相對於台灣 希望美國不要管 所以各有各的利點 利主點啊 但是呢 你想想看 美國講的這種 人權自主 他所講的 民主科學 其實 也不一定適用在 每一個人的身上 每一個種族的身上 你看這個民主制度比較好呢 還是軍權制度比較好呢 想想起來呢 在軍權的制度的時代 大家呢 非常守法 有一點是呢 風吹草動 就會引起 社會人心的變動 實目所示 實子所指 大家都會去 去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呢 當時的治安非常好 我們說治安好 是相對於現代的治安而言 以前做官人 他沒有事還可以去遊山玩水 他還可以留下這些文章 寫書法等等 這些呢 已經是不可能了 那因為民主的時代啊 忍忍 人人平等 人人有這個主權啊 所以呢 他就想要這個主權 他想要自立 每一個人呢 都想認為說 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呢 要受到人權的尊重 這個表面聽起來是很有道理 但是細說起來 人有沒有達到那個 人有沒有達到那個 那一份自知的那一份水準啊 來運用自己的獨立的人權呢 想想佛說 他說呢 他說呢 一個人啊 如果沒有達到阿羅漢以上的標準 那麼他說的話呢 你不要相信他 阿羅漢 是世間的聖人 他已經跳脫六道輪迴了 所以他說的話呢 可以作為標準 他不用在六道裡面輪迴了喔 所以他的修行呢 已經到達相當的程度了 那麼如果沒有修到這種程度啊 他講的話呢 你不要相信他 那麼用這種道理來看我們現在人啊 人如果沒有達到一個君子的程度啊 一個君子的標準 阿羅漢相對於是儒家的君子 沒有達到君子那種修為啊 那麼他所講的話 你也不要相信他 他所要求的民主 要求的人權啊 事實上呢 他不曉得自己在要求什麼 他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對一個開會的人來講 他知道 人世間的規則 他會遵守人世間的禮法 而且呢 推幾幾人啊 將自己的 體政啊 將自己的這種學問道德啊 來交述給其他人 來引導其他人 但是現代人不是啊 現代的人沒有這種修為啊 我們說君子的標準啊 是起碼要做到 起心動念都是善的 所以君子雖然還有起心動念 但是呢 他一心未功 出發點都是為眾生著想 所以這個是君子的典範 我們的老師 我們在道場 前輩們要求我們 修行起碼要讓自己達到一個君子的標準 但是想想我們自己啊 在這個人世間 被人稱為君子的人啊 都很難得聽到 喔 這個人是君子 哇這個人 不得了 你看頂多是一個善人啊 頂多是一個好人而已啊 我們在世間很少聽到誰是君子啊 更不用說是聖賢人了 那所以呢 相當不容易啊 那麼沒有達到君子的標準 他講的話你不要去聽 因為呢 他講的話他自己在講什麼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有什麼資格來講 民權 這個人權 民主 他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耶穌基督在被釘上十字架的時候 還祈求主 原諒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 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你看 把一個聖人 釘在十字架上 那麼他們在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想 想起來那種畫面會 會覺得荒蕩不堪啊 這些人怎麼那麼惡劣 這些人怎麼那麼污濁啊 怎麼會把一個聖人釘在十字架上呢 但是呢 耶穌基督 即使到了現今的時候 還是一樣會這樣 也許會用更 更加慘絕的方式被處罰 這個就是人心啊 人沒有辦法推幾幾幾一人 是因為他的修為 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 所以 這個老師這裡叫我們 推幾幾一人 幾所不欲物事於人 我們沒有辦法把自己好的推給別人 因為自己好的標準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認為不好的不要推給別人 至少不會傷害到別人 所以空老福子這句話呢 幾所不欲物事於人幾 比幾之所欲必推之於人 這個畫呢 更有道理更有意義 他又講推道 推展道物則得宏 道德能夠弘揚 推展道物 那我們今天 要把道推展到全世界 那推展到全世界 我們必須要清楚 不是說每一個人來求道 這樣事情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去柬埔寨的道場 那麼看到很多人來求道 那個人來求道的人啊 諾意不絕 哦 那個人之多啊 實在是不可想像 而且都不用出去度人 他們在那裡聽說有台灣的人要來了 四處去 去廣播 那麼所有的人啊 聽到這些廣播 就馬上來這裡 說要拜拜 那麼他們知道要拜拜 並不知道要求道 那求了道之後呢 做什麼 也不曉得 我們也沒有做成全的動作 那麼在那個道場 在柬埔寨這個大廟 晚上呢做一些小朋友的教學唱歌 就做這些 那他有教化的作用嗎 有教化的作用 不過畢竟就是說 這個教化的作用沒有那麼大 我們雖然度了那麼多人啊 但是成全的功夫啊 卻是為不足道 所以推展道物啊 一定要自己道德充實 學問充實 然後呢你再來推展道物 那麼這樣呢才有那個扎根的地方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呢 你自己要能夠了解 自己心性的圓融 自己呢 真主人的流露 那一份良知本性 你已經證悟到了 那你已經證悟到了 那一份道德的不可思議 至高無上 你願意呢 把這種道德 把它呢傳述給別人 讓他呢也成就 聖賢君子的典範 這個才是推展道物 我們今天呢 這個當務之急 喔 即得度人即得蓋大廟 這個呢並不是 先佛所樂見的 喔 你度了人 你沒有成全 那麼 你度的人 只有讓他更怨你而已 他的九旋七族會怨你 因為你沒有成全他啊 你把他把他引進來了 結果呢你不叫他修行 有這個機會了 結果他沒有成就 那他九旋七族不怨你怨誰啊 所以一定會怨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知道啊 今天你要度人 你要有一套成全的體系出來 就好像呢 你在教化這個 小孩子一樣 培育小孩子 從小學一直 一直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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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學 讓他可以獨立自主了 然後讓他呢可以加入修班的行列 這樣呢你才叫做 真正的推展道物啊 你把他求人 你把他求道 結果呢求道完了 什麼都不管了 或許自己在以前的 以前道場上 也犯了很多這樣的錯誤 那因為不曉得怎麼去成全人 可是呢喜歡去沾那個名 喜歡去沾那個功 名之為推展道物啊 其實呢是為了自己的名 自己的利 自己有飲保師的名 有這些講師的名 自己呢賺到這個 這個推展道物的功 這個德 結果呢 完全不知道 良知本性的作用 只是呢 人云亦云 人作亦作 結果呢 我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自己的良知本性都沒有流露出來 自己的脾氣煩惱也沒有去度化 結果呢你想要去度化別人 一忙隱重忙 那不是更嚴重嗎 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了 那不是更嚴重啊 所以今天 要說祭祀皆為大同 你沒有在你的人根上 做人的基礎工夫上 好好的把它下好 跟夫妻關係處好 跟父子關係處好 跟這個長幼朋友之間的關係處好 你如何立人根呢 你如何推展道物呢 再來就是說推孝 立犯者得成 推孝 孝是所有德性的根本 我想我們在道志中子已經強調很多次 那麼老前人 在所有的德目中 也讀推孝這個字 他說孝呢 包括所有的德性 孝地中心理義廉止 只要一個孝字做到了 其他的七個德目都做到了 所以推孝呢 是今天呢 我們推動道路首要的一個做法 我們家庭裡面就是父子有親這個親愛的這一面 失去了 那父子都沒有親了 你想要做到夫婦有別 那 那更是難上加難 父子沒有親 結果呢小孩子 教育出來的 已經是呢 人家說哩哩哩哩哩啊 來到社會上去啊 當然也是一個零零落落的一個人格 那這樣的人格在社會上跟人家 跟人家做人處事 結果呢 處處傷人 處處碰壁 惹了一大堆的這個是非人我 那麼 世間越來越亂 那不是從家庭出來的嗎 父子關係沒有處理好啊 那父子關係首推呢 就是子女的孝道 子女的孝道 比父母親的這種 這個慈愛之道更加的重要 因為父母親是長輩 他畢竟呢已經給我們的 這個時間精神還有肉體 他已經給我們 我們今天有能力來講述這件事情 父母親給我們太多的恩德了 所以儘管父母親 他沒有做到這個慈愛 我們還是要做到孝道 那這樣呢 才是做人子的根 你這個人根利了 你這個家庭才會圓滿 家庭不圓滿 社會就不圓滿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祭師皆為大董從哪裡祭 從家庭裡面祭 家庭裡面呢 就要從這個孝道先做起 現在世間人普遍沒有在做孝道 沒有行孝道 孝道淪落了 孝道淪落了 結果呢 你師道也成就不了 孝道跟孝道是都很重要 但是呢 孝道更為根本 以前說忠孝兩全 忠孝 不能兩全的時候 一孝做忠 但是呢 現代的社會 我們要想想 一孝可不可以做忠 以前的孝 是因為呢 這個 沒有辦法同時照顧父母 也沒有辦法經過到這個 朝廷上的事情 人民上的事情 所以人民的問題呢 更大更重要 所以一孝做忠 那現在不是這樣子 現在不需要你一孝做忠 我們每天可以生活在家裡 每天可以跟這個父母親相處在一起 所以孝道沒有做好 你如何把忠做好呢 你做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 這個推動世界大統 首先孝道要先把它立足起來 你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不管是哪一個種族 你通通要講孝道 你即使是原住民 原住民你也是要講孝道 孝道沒有了 這個原住民也沒有了 這個我們要清楚 所以中國人為什麼自古自今 一直強到以孝道治國 以孝道為人倫的根本 以孝道為一切德行的這種原始 的基礎 我們想到這個孝真的是 不可思議的孝是一條金線 所以你以為一條金線是什麼 你以為那個道統是什麼 是孝字 我們說孝你看從老母 孝不是一個老字嗎 一個子字嗎 那那個根源不是老母嗎 不是上帝嗎 那那個根源一直到這個無窮的子孫 這樣才叫孝 所以敬孝敬於無聲母 敬宗敬於明樂天 那麼你敬孝 同時就是敬宗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公司裡面 在團隊裡面 到底這個人 對我的忠誠度怎麼樣 對老闆的忠誠度怎麼樣 對老闆的忠誠度怎麼樣 其實你只要看他的孝道做的怎麼樣 你大概就知道了 西方的企業家認為 百分之一的忠誠度 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管理 也就是說用這個忠誠度 可以管理整個公司的這種業務制度 但是忠誠度是怎麼來的 忠誠度不是要求來的 忠誠度是從這個家庭裡面 人根裡面確立出來的 培養出來的 所以在小孩子 在小的時候 就要去教育他 你父母親你就要去 觀照他 你就要去灌輸他 那父母親怎麼教呢 要以身作者的教 父母親就要做到 耳能孝順兒子笑啊 點點滴滴看眼前 你孝順了 你的兒子就會跟著孝順了 你不孝順了 兒子就跟著不孝順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點點滴滴看眼前 就是屋簷漏下的水 滴落下的水都是同樣一個地方 你看到他那個屋簷的水掉下來 都是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要知道 你怎麼做 你的孩子就怎麼做 這是推孝的道理 推孝立親啊 推孝立犯 推孝到立下這個點範 是得逞 你道德才會有所成就 這個是孟子說推恩出於保釋海 衍生到這個恩的意識呢 有無量無邊的意義 那這個根結的重點是孝道 所以我們對於講孝道啊 不遺餘力啊 那我在年輕的時候 父親就過世了 那我跟父親的關係呢 也不是很好 就是說 父親呢 不常 常常不在家 跟爸爸講沒有兩句話 沒有重要的事情呢 見面也不講話了 所以呢 那個圓很薄 那跟母親的圓比較深 那母親呢 做牛做馬一輩子 把我復養長大 讓我能夠讀大學 然後我很幸運 讀了大學 就進入了火師團 就修道 可是呢 我對於母親啊 這一層關係啊 還完全不了解 我說完全不了解喔 不是說 有一點點不了解 是完全不了解 不曉得說 這個孝道的重要性 那我這個人呢 又是呢 人家說一個水感一個字 不愛講話 尤其是這些人情世故的事情 要去找人啊 要去拜訪人啊 這些人我是非常不願意去做 所以點傳師大概也對我這個人搖頭 點傳師對我那麼好 結果呢 我都不願意打電話去他們 他們家裡面 因為我總認為打電話 問好之後沒有話說了 很尷尬 不曉得要講什麼 所以呢 乾脆不要打 就過年過節我從來也不去 問一下點傳師 向點傳師請安 那對於母親呢 也不會去打電話 除非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不然呢 不會打電話給母親 家庭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做到了始祖的不孝 好了 母親年老了 不能夠做了 每天呢 只能夠 做在輪椅上 四肢也不良於行 結果需要人家照顧 那兄弟呢 沒有人願意照顧 每一個人都忙 那我要把他接到我家來住 我家在雲林 結果呢 媽媽也不願意 媽媽只願意在家裡面 那家裡面呢 沒有人願意照顧啊 所以家裡面的兄弟啊 只好把他送到 這個安養中心 把他送到安養中心之後 他還能夠做什麼 他已經不能不良於行了 還能夠做什麼 只有望著天花板 屬日子 那是多大的無奈跟悲哀啊 你看為人子的 一個修道人 他沒有辦法做孝道 沒有辦法行孝道 是這麼樣的無奈啊 但是呢 事情無奈啊 你的心境是怎麼樣 心境是不是 真的想要去孝敬父母 我也沒有做到 我是始祖的不孝 所以在孝道上 我是有很大的過錯 我一直到老人家 回去了 我總是想說希望呢 能夠有一些功德來回向 可是呢 這完全是沒有意義 生前不知道好好的孝順 死後呢 要做什麼功德 都沒有用 雖然在火師團 跟著道場 但是呢 母親能夠沾多大的光呢 那所以想到這件事情 後續才知道說 這個孝道啊 是很難很難 所以孝道成就的人 這一輩子就成就了 所以孝道為什麼那麼重要 那就是呢 老前人一直在強調 你一個德性做到了 所有德性都能做到 所以今天孝道淪落 是整個世界的傾向 世界傾向是這樣子 所以呢 家庭就亂了 社會就亂了 世界也就亂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 既世界為大同 實在是這裡面的德目 好好的分析啊 是講也講不完 但是呢 我們必須確立清楚 既世界為大同 你就是要從孝道做起 從這個原點做起 那就對了 從這個人根做起 那就是正確的 其他你不要講什麼 這個清淨無為 什麼心性的道理 你不要講那麼多 你就是把孝道做好 其他的你就會慢慢具足 你孝道不做好 你光去探究那些心性的道理 那些無為的這種 玄妙的理論啊 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為什麼儒家收緣 儒家收緣是說 叫我們把人倫做好 把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些人根的道理啊 落實在社會上 然後落實在這個國家天下 這樣呢國家天下呢 才有一個軌道的秩序 才有一個禮法上的一個運轉 不是每個人都回去 極樂淨土啊 只有這個世界沒有人管了 世界沒有人管了 讓他自生自滅 這個是非常消極的做法 念佛的人當然認為他不是消極 各位千賢 大家早安 道知宗子 今天講到第十七句的經文 己利利人 我們聽說 孔老夫子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那麼孔老夫子 他一生的修行的這個 依據啊 就是在做人的德目上 那但是呢 這個也有一個時間上的變化 年齡上的變化 也就是說 隨著年紀的增長 那麼他必須呢 有進一層的突破 那這一層的突破呢 代表一種修行的功夫 那孔老夫子 他給我們人 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那三十而立 你看三十歲 正好是一個人 最青春 最光滑 最精粹的一個年代 那如果說我們把 人的一生 分為四季 那麼春天 就是 零歲到二十歲之間 夏天呢 就是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 你看 你看春天這個 春雨下來 然後呢 滋潤萬物 萬物呢 準備呢 這個蓬勃發展 但是真正蓬勃發展 要等到夏天 所以二十歲到四十歲 這段過程 正好是大地呢 萌動 大地精緻 整個萬物 欣欣向榮 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四十歲到六十歲 這個就是人的 中壯年的時期 中壯年的時期呢 那這個時候呢 事業有成 享受的年輕人 年輕的時代 所努力下來的成果 那麼呢 不用像夏天那個時期啊 要拼命的去蓬勃發展 拼命的去 去努力業績啊 創造事業啊 這個時候就是收成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說秋收 那這樣的一個秋收的時期啊 是一個 太平的年代 是一個無事的年代 秋收之後 農民啊 大家都在田裡面 準備冬季的食品 冬季過冬的食物啊 所以大家呢 都是啊 歡慶年年啊 準備過冬 所以過冬是要有準備的 那麼你看 這個六十歲到八十歲 那就是冬天的時期 人走到了這個冬季的時期 那冬季呢 代表的 萬物收束 萬物凋零 整個天地呢 停止冰封 這樣的一個 現狀 那即使沒有下雪的地方 那也是呢 這個大地呢 一片的 這個激淨 那這種激淨呢 就給人一種 澄清 這個定 淨綠的這樣的一個 心情啊 可以讓人 在下一個季節裡面 重新出發 那麼如果人 能夠活過八十歲 那他就一個 新的一個 年代的輪迴又開始了 所以八十歲的人 就好像呢 這個小孩子一樣 喔 所謂煩惱煩童啊 那我們都希望煩惱煩童 我們也希望呢 自己 有那個 壽命 能夠活過八十歲 然後呢 繼續的 在修學的路上 有所突破 那這樣看起來 我們如果 少年得志的人 晚運不佳 那這樣呢 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因為老年人已經沒有體力了 即使有心 想要創造 事物 想要說 打拼事業 但是呢 心有餘而力不足 所以呢 我們不期待說 這個 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如果呢 能夠讓你安享晚年 那當然呢 是一個很美好 很圓滿的 一生啊 可是想想 人的一生 哪有不經過奮鬥 就憑空得來的呢 不經過奮鬥 就憑空得來 這種呢 也是有啊 但是呢 這個在 過程之中啊 他們就比較沒有體悟到 那一種人 人生 所需要面對的 那一種困頓 打擊 以及呢 各種的這種 毀謗批評 乃至各種摧折 那所以 三十而立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時間點 那這個時間點呢 孔老夫子給我們做示範 是你起碼呢 在三十歲 你要有立 那立是什麼 立就是一個立足點 你要有那個立足點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立足點上 你可以安身立命 你可以頂天立地 你可以跟整個人天地彎物 共處的一個立足點 那所以這個立足點 對自己來講 是很重要 那麼如果說 你的立足點是父母親給你的 是祖上給你的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個立足點 但是呢 要保有家業 保有這個祖上的德 所以你要繼續的 幾立地人 我們不要讓父不過三代 這樣的一句話 成為我們的魔咒 父呢 就要繼續的保持下去 讓他父更有跪 跪 父跪雙全了 你還能夠得到 青紅雙響 你還能夠得到這個 天絕 所謂 所謂 人絕 焉有 天絕貴 公民焉有道明高 這句話 人絕 就是我們 人世間 的這個 官路 富貴 那這些 公民利路啊 這些是人絕 是人給你的 是人給你的 是後天的福報 那天絕呢 天絕是我們在天上的 一個 一個這種 神位 也就是說我們 佛菩薩 佛菩薩 所正德的 一個位階 這個是天絕 那人絕的福報 是比不上天絕 更不用講 他的那一份 清淨自在 但是我們在人世間啊 講的都是跟人有關係的 我們每天所處 所言所行 都是跟人的互動 那如果把人抽離了 你講到幾粒粒的 那個也沒有立早點 也就是說這句話也沒有意義的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 你還在深山鼓洞修行 你還在這個廟裡面 喬塔念唱 那麼呢 這個已經不是符合現代的時機 那不是符合現代的時機 你連立都沒有 更不用說要立人了 你看這個飛機 它還有一種這個立足點 也就是說它的航道 飛機的航道 只要呢 它根據這個航道而飛行 那麼就能夠達到目標 船 火車有軌道 船也有它的航道 那麼只要靠著 依賴了這個航道而走 那就可以走到目標 那人也有一個目標 這個我們人的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回歸本位 如果說你把目標定在 我要當總統 我要做董事長 那你的志向未免太小了 你的目標呢 太近了 如果說總統啦 這個董事長啦 這些 這些人的福報 都比不上 仙佛菩薩 那麼你 為什麼不求 那種永恆的樂壽呢 為什麼不求那種 光明清淨的 本來面目呢 所以人的航道 就是人的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其實這個我們就一再的強調 你把人的標準做好 你就可以立在這個標準上 好好的來成就你自己 包括你要追求的這些 人世間的公民利路 你都可以追求得到 那麼你如果說你命裡有的 那麼你就會擁有那麼多 你命裡沒有的 你就不會擁有 那麼多 也就是說你命裡有一千萬 那麼這個一千萬呢 你還必須去 在你的立足點上 好好的去努力去奮鬥 你要去申請啊 像老天爺申請 申請你的福報 讓你這個人世間能夠 享有你之前所奮鬥下來的那一點福報 繼續在你這一次裡面用 但是呢也有可能福報 你所申請的福報啊 它不是全部給你 譬如說你申請的 的福報是一千萬 但是呢 老天只給你五百萬 那這另外五百萬也是你的 但是呢 暫時不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呢要看你的心念 你的度量 還有你的修為 來訂定啊 你可以享有的福報 那所以老天認為你的 你的修為 你的信量還不夠那麼大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給你完全的福報 讓你下一輩子再繼續擁有 這一輩子不完全給你 那還有啊 就是 你去申請了這個福報啊 那麼要看你怎麼申請 你的申请如果是用正当的手段 就是你去奋斗 你去努力 你去正常的去公司上班 赚钱 这个就是你该有的福报 甚至你做董事长了 你去跟人家做业务 你赚多少钱 这些都要透过人世间的努力 去申请 该有的该是你的就会给你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操心 但是说你不是说你不用努力 你还是要努力去申请 因为老天会依据你努力的程度 来给你多少福报 一个人一千万 假设一千万的话 那么你这一生 你怎么努力就给你多少 有的人是早给 有的人晚给 有的人平均给 早给的就是我们说的少年得志 结果晚年七场 落魄不甘 那这样还不如说不要那么早给 所以老天有一个衡量的尺度 那么这个衡量的尺度 都看你的心的变化 那你会说老天到底是谁呀 谁在阻挡这件事情 没有人在阻挡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你的念 你的波动 你的那个磁场 你的磁场感应到整个万事万物 然后呢 一时还没有办法领悟到这种现象 但人的智慧本来是圆满具足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你的圆满智慧是还没有达到圆满具足 那要谁才可以呢 只有佛菩萨才可以 了解到整个因果现象 所以有一句话说 理不出心性 道理的理 这个道理不出心性 人的心 人的性 它那个变化 都是在撒那撒那之间 性是不动 可是性会受的这个心的干扰 性会因为心的干扰而呈现出各种喜怒爱乐 贪嗔痴爱 所以心性的变化 都是 那个理对理的认知 有多深 有多浅 那是不出因果 是呢 就是人世间的各类事情 我们说 人跟自己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我们说过这三种关系啊 就是 道之中子 所强调的三条路线 三个范围 通通通包括了 那道之中子呢 以儒家的修辞为主 所以呢 通通把这个 收纳在道之中子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照着 道之中子的每一条经文 立志去实践 做一条 就得一条 做了 圆满了 那你就成佛了 所以今天讲到几例立人啊 我们要想到自己的立足点在哪里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公民立路 这个 这个福报的问题 如果说 你所申请的 不是正常的手段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你用呢 欺骗拐蒙 这个 方法 得到钱财 你要知道 这个钱财 也是你的 本来是你的 结果呢 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得到你应该得的钱 所以呢 整个 新的变化 波动 已经产生了坏的影响 你本来可以申请到一千万的 结果呢 已经打折了 可能打了对折 也可能打了两折三折 你只有申请到五百万 或者是说更少 只有申请到两百万三百万 可是你本来有一千万 你用这种 偷便 欺诈的方式 结果呢 你得到两百万 三百万 你还很高兴 你不晓得说 你可以申请到一千万 所以这个事理啊 是不是很微细 很微妙 这个谁 任谁也没有办法清楚这个道理 只有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 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我们的世间 他把这个出世间的事情 理相因果 通通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了解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再来 这个 站稳这些立足点 好好的来修行 那么我们必然可以成就 必然可以成就 那所以现在虽然不是说 弘扬旗 来应运 弘扬旗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他的那个理事因果 那个道理都还在 都还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 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很高兴做他的君子 因为呢 他知道很多事情 不可以强求 不可以呢 这个欺诈 偷骗 这些行为呢 不是君子的行为 君子坦荡荡 所以君子所做的行为 都是光明正大 这个直来直往 他不会跟人家 用什么心机 这个是君子 所以君子所得的福报 虽然只有一点点 他努力去辛苦 申请 结果申请了 都只有一点点 你看孔老夫子的弟子 有谁富有的呢 只有一个啊 只共事富有的 其他的都是四线 这种贫穷相 那有一次子共 去看了这个原线 看到原线怎么样贫苦 他那个门呢 用竹篱笆 把它立起来 那整个房间呢 就是茅草盖顶 篱笆围坐墙这样子 那看到他呢 面有菜色 吃也吃不饱 那子路来的时候呢 是坐的高官大车啊 哇 这个 三只马的车 马车呢 非常的高 那装饰得非常的豪华 而且呢 水桶的人呢 也是排列成两列 一副这种 富贵人的气象 结果来看到原线 他的同学 那子共 看到这个样子 他有一点不屑一顾 就很不屑的问他 你怎么会病得那么严重呢 这个原线呢 一听到子共这么问话 马上呢 有一种君子 那种傲骨之戏 他虽然生活上 没有得到很好的 这种滋养 但是呢 他精神上 却是非常的丰厚 所以他就跟子共讲 我不是病 我只是贫 我不是病 那贫呢 可以呢 两袖清风 可以呢 毫无牵挂 那病呢 病是 肉体上的折磨 身心上的忧虑 所以我没有肉体上的折磨 也没有身心上的忧虑 我只是贫 我没有病 哇这个子共听他原线这么讲 表示呢 哇这个人很有自解 也有他的自己的坚持 所以呢就很客气的跟他 跟他行安 行礼问好 那我们知道 富贵啊 难有道 富贵还能够拥有道啊 那这个人是不简单 这个人是佛菩萨再来的 我们说平道平道 从来没有人在讲富道富道 清平才有道 因为呢 你不会对物欲展昭 不会对物欲有所执着 你看在顺考之中 富贵是顺考 在顺考之中 考掉了多少元胎佛子 考掉了多少先佛菩萨 大家穿好的 吃好的 住好的 那么我还需要努力修行吗 修行只是一种玩票 我来道场玩一玩 人家有需要讲课来讲一讲 有需要点到我来点一点 这个是属于玩票 人家说 野生对白 修行变成是 搞时尚的玩意啊 但是呢 如果说富贵之人还能够修道 那他的成就肯定在这些 贫穷之人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福位双修啊 他以前累积这么多福报 今世呢 可以享有这些福报 然后呢 他又愿意在道场里面 尽心尽力的修行 修道半道 那么他的成就 肯定比这些贫穷人 还要快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得到电视上这些 名人啊 这些高官啊 或者是说这些董事长 他们举手投足之间啊 上以亿计啊 都是亿来亿据的 人家说亿来亿去 那钱都不是 我们能够向 向往的啊 所以 他们那种身份地位啊 实在是高出一般人太多了 那像他们这种人 如果还愿意在道场尽心付出 道场修持的话 那这个人 肯定是佛菩萨再来 那最有名的例子 我们讲到 长龙集团 董事长张龙发 这个人 那这个人是不简单 本身拥有这么大的事业 可是呢 又愿意在道场 这样付出 这样 这样努力的修道半道 当然他的生活细节 我们不清楚 只是用他的例子 我们来说明 这个人啊 一定有他的善根福德 所以我们今天 要知道 把自己的立足点 把它立好 不要被外在的 这些公民利路 这些贫困艰难 所左右了 我们的立足点 就是立在我们的 做人的本分上 做人的本分 我们强调 这个三纲五常 我们强调五伦八德 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我们就把这个做人的本分 把它立足好 所以这个做人本分 哪有在乎 你是有钱人 没有钱人 你是这个 做官的人 还是富贵的人 不在乎这个啊 你在哪里 都是可以行人道啊 你难道 富贵的人 就不需要讲 礼敬吗 讲信用吗 不需要讲孝顺吗 不可能 那你贫贱的人 你就可以不用信用吗 你就可以去偷窃吗 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这也是不可能 你去做了 只有让自己更加卑贱 所以很多现在 这个弱势的团体 集合起来 大家为这些弱势的人 找出路 有的这个 比如说 神智 发展有障碍的 或者是说 这个四肢 有障碍的 那么 有心人士 把这些人集结在一起 然后呢 给他们找工作 或者是说给他们工作 发薪水给他们 那么你发薪水给他们 帮他们找出路 除了这样之外 你还要做一个动作 那就是教育他们 教化他们 如果说 他们的信念 没有得到圣贤人的教化 那么他们在 得到工作 得到这些薪资的同时 他们还是一样 起贪嗔痴慢 还是一样有七情六欲 甚至呢 会因为自己残障 认为别人应该同情他 所以呢 如果说自己做不好 那也是别人应该同情的 如果说自己呢 在做事上稍微卯屋一点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人家都会同情我 而且呢 人家应该同情我 那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呢 那会让自己呢 更加的卑贱 下一次的投身啊 需要更多人 来帮助你 你才有办法生活 所以 我们必须教化 把教化呢 落实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透过你给他工作 给他薪资的这个机会 你要把这些圣贤人的道理 把它用在这个工作的时段里面 去教化他们 他们一点一滴接受到圣贤人的教诲啊 他们才有办法从理上改 从心念上改 你光给他钱 给他工作那是没有用的 那只能救得了一时啊 你救不了一世啊 即使你这一世 都有人帮助他 那么下一世呢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 社会上 这些 这些这种 慈善团体 这些这种 弱势的团体 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 下功夫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讲到 这个富贵人的团体 虽然他们可以予取予求啊 可是呢 他们也要教化 因为他们的受教化之后 他们影响力量更大 那么他们能够把福报 转变成功德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所影响的范围 所可以度化的众生会更大 那所以富贵人 也是需要透过一种教化的功夫啊 来成就他们 所以呢 都不出圣贤人的教化 那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是这样 每天不断的 大家来讲经说法 那么你讲经说法 不一定有人要听啊 他也不一定有时间 在你安排的时段来听啊 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网路 就是卫星 就是靠这个DVD 利用科技来传道 这个是目前现今啊 最好的方式 所影响的范围呢 也是呢 最广 最受益 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反复听 你对于不明了的道理呢 还可以重复的温习 重复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以前到场那种观念 一定要走到人家家里面去成全 这个观念已经改变了 虽然还是需要人情上的接触 但是呢 这个毕竟呢 时代潮流已经不是主流了 每天出去两个小时 这种观念啊 这个 真的是不是符合现代了 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你 那么你这样 生活劳累 也没有得到什么成绩 那么你 为什么不能够 好好的在一个 定点上 好好的来 发挥 几粒粒粒的功夫呢 几达达人的功夫啊 所以我们现在讲几粒粒粒 每一个人应该找出他的立足点 起码让自己呢 可以安身立命 可以呢 顶天立地 那孔子三十岁而立 那他而立这个说法 那他可以拒足无量义 那什么叫而立啊 他是因为可以养家糊口了吗 那还是说呢 他娶妻生子了 或者是说在社会上 有一族之地了 他可以不用靠别人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那只是这样吗 想想这个都是人 基本上的立足点 那每一个人 基本上的立足点 都是在这种 身体上的一个安养 家庭上的一个安养 这样呢 还不够 还不够 不够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到这宗旨的三个范围 人跟自己的关系 人跟家庭的关系 人跟家庭社会的关系 社会就是包括家庭 所以这是只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三个范围 这三个范围 都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我们把人跟自己的关系先把它弄好 所以今天来讲几滴滴人 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心 跟你自己的性 对于心性 对于这种理事的关系 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 那你去圆满他就是圣人 你还达到九十分而已 你就是贤人 你只有达到六十分 七十分 那是君子 那你不及格 就不能够算是 一个立足点 你没有立足啊 你如果还在六十分以下 没有立足 你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孔子在论语他讲了这句话 夫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打而打人 能尽取弊 可谓人之方也已 所以孔子他讲的 其实呢 就是推己己人 也就是说 在立人的过程当中 来立己 所以立己跟立人 是同时进行的 立己跟立人 是一件事情 不是两件事情 不是说自己 这个顶天立地了 可以安身立命了 结果呢 你才想到去 帮助别人 也安身立命 不是这样子 孔子是把这件事情 讲成一句话 所以可见呢 这个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同时呢 完成所有的动作 这个就是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的道理 这个道理呢 真的是影响很大 它的道理很深 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善人 是一个君子 那么你所影响的范围有多大 因你而受到教化 受到启发的 的人有多少 你看我最近在看那个 王凤与言行录 所以这个人 也不简单 你看他只是一个农夫 庄稼汉 也不适智 竟然可以悟道 办出了万国道德会 还会呢 医治人家的病 会讲病 那讲病是因为 人的五轮关系出了变化 人的五常心性呢 产生了变质 所以他从五常五轮里面呢 来讲 讲这个道理 把人的病呢 就治好了 所以人跟生的关系啊 其实是有很微妙的变化 人这个人跟生 人跟自己 都搞不好了 你怎么可能会 有办法帮助别人 你哪有办法立人呢 更不用说达人了 所以孔子认为 一个忍者 想要立己啊 己欲立而立人 想要立己 就要立人 想要打己就要打人 他说能禁取辟 能禁取辟 其实呢 就是叫你 这两件事情 同时动作 就是推己及人 那你怎么推己 你自己要能够成就 你才能够推己 他说这个是人 这个就是人 之方啊 成人的方法 成人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成人 就是成帮助百姓 帮助众生 帮助天下万物 那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你看这个 很有意思 很有道理 而且呢 细细体会起来 真的人 离不开神 人的道理啊 你都没有搞清楚 没有弄明白 然后你就去 出家当和尚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你就去 去参战打坐 吹福念咒的 去学这些 法术 那么你的 你人还是没有做好啊 人没有做好 你这个本没有力啊 本没有力 你怎么可能 可以深知展业呢 你怎么可以 可能会开花结果呢 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想就知道了嘛 根本不需要说呢 太多深奥的道理来 来解释他 那所以呢 台湾啊 很多人 都被这个 儒家的思想 给搞问乱了 被佛家的思想 迷命的 遗忘的追求 一味的追求 被儒家思想 搞问乱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呢 我们中国人 五千年以来 都是在 讲这个 做人的道理 儒家的思想 讲到的 人都不想听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 礼教吃人 这个说法呢 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在讲这些 这些老掉牙的东西 这些这个 这个古人 所留下来的 这些话头 跟现在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 所以民国初年 为什么会把 这个 孔孟思想 丢到毛坑里面呢 要全盘西化 你看全盘西化 把我们中国人的根 全部都抛除 那抛除了 这棵树呢 快要孤枝了 快要孤死掉了 在还没有孤死掉之前 还好有觉悟 觉悟到说 这是我们的根本 我们必须用根本来救自己 不是靠西方的那个药物 你跟西药 我们都知道 头痛于头 脚痛于脚 那你头痛怎么来的 不知道 反正把你头治好就好了 脚病 脚的痛怎么来的 无所谓 让你的脚不痛 那就对了 这个就是西医啊 那么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不发展西医这套理论啊 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都没有这套理论啊 那是因为 那根本不是究竟啊 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要医病 只要医源头啊 你这个源头不医的话 你装医那些表象有什么用 肿瘤来了 好肿瘤把它割掉 那就没事了 要长到其他地方 要其他地方再割掉 这里有病动 那这里把它开动 都是用这种方式 你看 这个 非常残暴 残暴的原因就是因为 肿瘤 我们说一些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的产生啊 其实 都是我们的 这个业障所产生的 我们讲过病的三种原因 内阴外阴 不内外阴 内阴就是因为我们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这个 这个 起了一些 心浮气躁的念头 外阴呢 就是外在的 外在的 这个风寒 鼠尸造火 外在的压力 外在的这种干扰 外在的困顿 这个都算了 那不内外阴呢 不内外阴讲得更广 讲得更深的 不是外在 不是内在的 那有可能是你跟冤亲在主 累世的冤亲在主 当然这个中医不讲冤亲在主 中医讲习气 你的习气 那习气弱就会引发 你外在的这些干扰 比如说你的习气是干 你容易动怒 那么干 在动怒的 每每动怒的情况下 就显得比较脆弱 脆弱的同时呢 可能就有这些 外在的干扰 这些冤亲在主 我们说的业障病 它就附在肝上 让你产生病痛 或者是说 不是冤亲在主 而是呢 你自己习气 累积太久了 这个怒气呢 产生太久了 那怒气产生久了 当然就生病了 所以这个事情 慢慢分析 这个要开专题来讲 我们才能够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我们今天只讲几历历人 所以你历历好了吗 你先问问自己 孔老夫子三十而历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达到圣人这样的高明 那么我们至少也要四十而历 五十而历 历不是你成家历业 搞错了 圣人的标准 不是这样子 那只是一个外在的 外在的历 你要内在的历 也就是说 你的夫妻关系 有没有弄好 父子关系 有没有调好 你跟这个老板的关系 有没有相处好 你跟朋友的关系 有没有对待好 这是五轮的关系 你的仁义礼制性 里面你是不是 哪一条还没有做好 有哪一条圆满了 这个是利己 所以几义礼 你必须在这个功夫上 好好乐效 你在公司 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 做好老板的角色 在家庭做好父亲 做好子女的角色 做好妈妈的角色 在外面 同事之间 同僚之间 同学之间 你要做好你该有的本分 那你要 己欲利而利人 利人 你要达到君亲师的标准 根据你的经验 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智慧 你慢慢的来做 圣贤人没有教你 一下子要圆满 你总是要慢慢做 慢慢的去体会 那么君亲师这个标准 就是教我们 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你要做君 你要做亲 你要做师 这样才叫利人 你才有办法 己利 所以损人利己 这句话是错误的 损人决定 没有办法利己 损人是害己 只有利人 才可以利己 这个观念我们必须了解 那我们谚语有一句话说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那么大家呢 把这句话呢 说得习以为常 结果呢 经过圣贤人的教化之后 我们才知道这句话呢 是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错误 你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帮助自己 那这个呢 这个帮助绝对是有限的 而且呢 这个帮助呢 也是你命中有的 但是呢 你用帮助别人方式来帮助自己 那这个帮助呢 才是很长的 才是久远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你要想一想在对方的立场 即使自己受委屈了 受责备了 你也要忍下来 一切法得乘于忍 你的忍的功夫做到了 那么你才可以 可以做到其他的 这个德行 真的所谓吉利利人 所以菩萨 这些贤人君子 他们哪一个 不是从忍之中做起来 那所以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要立己 为了要立真 从教化众生的这种过程 来帮助自己觉悟 帮助自己成就 那你说帮助自己 不就是师吗 对啊 所以老实讲 宫中有师嘛 活佛恩师里面他有讲 你看他说 这个师啊 师人的师这个字啊 这个字呢 就有一个宫 宫的一个字 字根在里面 那这个宫呢 就有一个师的字根在里面 你看这个比喻巧了 这个比喻真的是很妙 所以宫师不二 宫师唯一 大道不是二啊 二法不是大道 佛法不是二 佛法是一 佛法是不二法门 所以从这个道理 我们才知道说 己利利人不是两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必须要清楚 那么我们刚开始 还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你看从零岁到二十岁 我们都要靠父母 靠这个师长 靠这些长辈 来给我们拉拔 给我们教育 所以人生的这个春天的过程 几乎都是接受外来的帮助 你二十岁以后成人了 二十岁到四十岁 是夏天 人生的夏天 就是你要开始去努力的 你要开始去回馈这个人世间 那么你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这里 大致把它分为四个项目 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养生命 养生命 你的生命是父母给你的 那么你至少你的生命 你要保持住 让他健健康康 让他活得自自在在 这个是养生命 所以这个养生命 我们说养生 其实这个里面 有很深的道理 单单养生 在庄子里面就讲了 讲了不少 那我们现在说的养生 主要在讲这个正命 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经济生活 我们的经济生活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那现在女孩子 比男孩子还会赚钱 女孩子可以独立自主 不需要靠男孩子的脸色 所以这个是时代的不一样 那男孩子呢 那更需要养生 养这个事业 所以你要在事业上 要扎下基础 但是现在事业率这么高 没有收入的人特别多 尤其是男生 没有收入的 靠在家庭里面靠父母 那这个都不算自立 都不算立即 所以你一定要 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生活 那你要去努力 那么失业率怎么办呢 其实失业率是 自己所造成的 你看社会上 工作那么多 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呢 没有错 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这个是比比皆是 即使事业率就是这么来 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但是呢 找不到适合工作之前 你也要磨练一点 社会经验 你的人生的资粮 也是要继续的去磨练它 所以不是没有工作 而是你不愿意做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争气 你想一想 这些 以前的人讲的话 想一想 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自己愿意争气了 那么你去 你去 扫马路 你去扫厕所 这个都有工作可以做 现在 清洁队的工作 人家真的要 因为收入稳定 一般的人还找不到 那么你刚才说明一种现象 就是呢 很多人 不愿意委屈求全 他一口气忍不下来 那尤其是呢 大专毕业的 大学生 硕士生一大堆 教育之门大开啊 结果呢 形成教育之乱 我们的教育没有教育到 结果呢 都教一些呢 这个 有文凭的 这些学生啊 那有文凭之后 他们呢 自私太高了 自命清高啊 不愿意委屈求全 那他们 不愿意去干 这些误会的工作 或者是说 卑贱的工作 所以呢 必须引进外劳 所以这整个 社会现象 必是这样形成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 人跟自己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 那没有处理好 你连基本的 经济生活 都没有办法立足 那么你还有其他的呢 你有什么兴趣 你有什么 这个 使命 义务 这个都不用谈了 有一句话说 法轮未转 十轮先啊 你这个法轮 还没有动 这些大法都还没有 你要这个 教化众生 普通众生的事情 都还没有做 你要必须先填饱肚子 你要有力气做啊 你连力气都没有了 你怎么去转法轮 所以十轮先 就是叫你说 要先填饱肚子 所以我们这里说 养生命 其实啊 就是要先 在你的 身体 生活 的这种 维持啊 你要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再来就是养惠命 养惠命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价值 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 我把它定位在 成胜成贤 那么有的人不是这么定位 有的人就是喜欢做 做工程师 做科技人士 做这个董事长 那么我们要必须清楚 什么叫会命 会命是永恒不断的 相续不断的 会命是长久的 我们要追求到这个会命啊 必须拜明师啊 明师才能够指引我们这一条 永恒不喜的这样的一个大道 所以在这个会命上啊 要去立功立严 三不朽 要把这种心啊 把它调适到最圆满的境界 所以人到圆满 天到才会圆满 这个是属于养晦命 然后呢 你可以培养自己的 嗜好 你的兴趣 你可以写书法 你可以看书 听音乐 等等 或者是说呢 插花聊天 研究道理 这个都是人跟人相处的之间 一些移情养性的方法 有的人以修道办道 来作为自己的兴趣 这个更好 所以人是要有兴趣的 他活下去呢 长久活下去了 他有一种综合调剂的 的那个味道出来 没有调剂的这种 这种调味料啊 那么你每天在那里冲啊 你也会冲垮 你会冲泪 那我们要学习更多 法门无量寺院学啊 我们要学习更多 得让我们自己 有那个寿命啊 寿命够长 你才能够学得够多 那么 这个 细水长流啊 这种方式啊 就是 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 再来就是 人的 义务 人的价值 人的愿力是什么 你在 对于这个 人 处在这个世间 你有一定的 这个使命要去完成 这个使命呢 也许你 不知道 但是呢 你后来一定会知道 你总是喜欢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呢 对全世界 国家人民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 这个使命义务 所以你要让自己 有那个慈悲心 服务的心 把苦的心 去帮助别人 这个叫做 慈悲 慈悲 悲就是把人的苦 慈就是给人家快乐 所以我们说慈 是几达刀人 悲是几利利人 以先里拔苦为主 所以几利利人的标准 就是慈悲 这个条件立足了 你才可以说 几利利人 你才可以说 这个人到圆满 天到圆满 我们说宇宙事 就是分内事 这个道理相当的深 如果说我自己 能够在这份责任使命 价值义务上 能够把它做好 其实就是在完成 整个宇宙的秩序 所以宇宙的秩序 就是我的使命 宇宙的秩序 就是我的工作 我一生 要来几利利人 几达刀人 就是要跟整个世界 整个人群 合合为一 没有彼此 没有对待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我就是为了完成 整个宇宙的大使命 所以为人有己 而又人无灾 你要做人 我遇人 私人自已 你想要做人 这个人就会出现 你想要做人 是要靠自己 由自己来发动他 不是靠外来的 不是靠师长 也不是靠父母 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力量 去发动他 你自己的力量 去发动他了 你自己立了 当然就可以 试着去 去立你的家人 立你的这个社区 立你的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甚至整个世界 那是吉利利人 那我们讲到这个宇宙 那更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那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跳脱轮回 跳脱轮回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面目 回归到本来面目 就是整个宇宙 的一个现象 整个世界就是我 我 这个世界是因我而成立的 所以我如果能够跳出这个世界 然后呢 再来看到我 那么 这个我的事情 不就是我的 宇宙的事情 不就是我的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吉利利人 我们想到 孔子 曾经讲过 他说呢 不患无畏 患所以利